这绝对是修仙文化输出最成功的漫画 在外网有着高达51次的浏览量 男主苏宇穿越到修仙一世界 系统只给了他一亩水稻一条狗 就让他称霸整个五周大陆 这直接气的苏宇就对着系统大骂 变态心里扭曲才能提出这种要求 可下一秒就老老实实的去收割水 因为系统告诉他如果不愿意完成任务当堂抹杀 虽说系统不靠谱 但是赠送的那一亩水稻随便煮的粥却是无比的清香 割下一口多的苏宇瞬间犹如在夕阳下奔跑 在吃过晚饭后苏宇又是发现系统给他的小草屋里连张床都没有 不要脸的系统更是直接给他打开系统的张床 当看到一张床居然要五十金币后 也是把苏宇又气得大骂你这什么破系统连离只剩下 于是直接摆弯让系统哪里来滚回哪里去 夜深人景 只有苏宇此刻心事重重 穿越就算了 还摊上这么是钱如命的系统 身体原主人之前在郡王府一天的公权也只有一个金币 也等于一颗夏天零食 为了维持生计 第二天苏宇也是带着剩下的水稻来到粮城及时售卖 四处看了看 只发现鱼滩旁边有块小地方 苏宇是把米放了下来 对着嘻嘻嚷嚷的人群大声妖和卖大米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大王山顶级旱道大米 数量有限仙道仙的 可这妖和却迎来了人们的议论纷纷 大王山是什么地方怎么没有听过 而且还是旱道 旱道比水稻味道差多了 有什么好吃的 听到人们的议论苏宇也很是尴尬 只能跟着陪笑真的很好吃 买点回去尝尝吧 看到苏宇的窘境 一旁的大叔也是对他说的 小哥 生意不是这么做的 说完直接手起刀落 做生意需要获原足名投降 你才一小麻袋大米 人家怎么相信你 你看看大叔我一框框的鱼 而且说到名头 你那个大王山听都没听说 大叔我留纪鱼铺十年老字号 论定位汉道也是明显不如水稻 你看大叔我粮城第一新鲜 这就是我的定位 你说你该怎么卖 可刚嘚瑟完苏宇就告诉他 等下再跟你聊 我这来生意 就直接把大叔搞得好甘大 只能暗暗表示一定是这小鱼运强 可下一连就听到一大神 对着苏宇大骂 你是不是群疯了 你这什么大米一中品银石一斤 要知道人家水道也开一下品银石一斤 这不得不告诉大家 五周大陆一块中品银石 等于一百块下品银石 所以苏宇的大米比别人贵上一百倍 看到这一幕的大叔也是冷汗直流 自己本还想教教他自己多年的经商经验 没想到是个傻子 看到大家都把自己当成傻 苏宇也是仇患 正想要不要明天借个锅煮个粥给大家试试 一想到自己粥的味道 苏宇又瞬间燃起了信心 不靠谱的系统 遇上不靠谱的宿主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男主苏宇只想靠着系统在这修仙世界躺平 而系统却想着苏宇给他搞钱 这不为了给系统搞钱 苏宇也是来到集市售卖大米 可高出别人一百倍的定价 也让一大妈大骂他颠伤 这也是让苏宇满脸愁容 要是今天不给系统搞点钱回去 估计家里又不得安生了 就在这时他以前的老大哥出来 为郡王府采购看到白摊的苏宇 其中一个光头就大骂 一个扫打心 就是因为你才害得唐孝大哥被贬为采购小丝 而且就连推车也不给我们用 听后唐孝只是笑了笑安慰 不关你事 你从郡王府出来就是为了卖大米 说完直接看了看苏宇的大米 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 我也不劝你 这些大米我全要了算是支持你的声音 听到这话的苏宇又感动又尴尬 唐孝大哥 活着的米比较贵 可唐孝并不以为义 毕竟给郡王府采购贵就贵 只要品相好就行 就在他刚说完旁边的大叔 就不冷不淡的来了一句 他的大米一中品零食一惊 这话也是让唐孝如遭雷击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 看到这一幕的苏宇也是想降降 可系统就告诉他 随意改嫁影响大王山的声誉 本系统很不高兴 无奈的苏宇只能咬着牙说道 确实是一种品零食一惊 这时光头再也忍不住了 好你个苏宇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唐大哥把你当兄弟 你把唐大哥当冤大头 你怎么不去抢啊你 听到这话的唐孝也是出言呵斥 不要说了给钱 要是府里追究就拿我自己的钱补上 说完又很是郑重地告诉苏宇 这是当大哥的最后一次帮你 看着几人离去的背影 苏宇心里很不是滋味 而系统却是告诉他 你是要成为山大王的男人 怎么能为了这点小事儿女情长 况且大王山的产品绝对值这个家 可不等苏宇回应他 系统就扣走一个金币 说是今天由于苏宇出门 先卖出左脚的法国 虽然气愤 但是苏宇只能无可奈何地逛逛仪式 不久就逛到一个卖草药的小女孩面前 当苏宇抓起草药的那一颗系统的声音 也是响起 检测到距离草 解锁距离草种 系统随即就开启解锁了草药种图件 看到摸一摸就能解锁草药图件 苏宇心中也是乐开了花 这种任务完成起来简直毫无压力 看到苏宇把每一种草药都摸了一遍 小女孩也是开心地询问 大哥哥是全部都要的 这直接把苏宇问呆了 他很想说自己只是看看并不想买 就在苏宇左右为难之际 刚才满脸期望的小女孩又突然黑脸 告诉他这灵药不卖了你快点走 这突如其来的反转 也是让苏宇以为是不是被人误会成变态 可下一秒几个标情大汉 不怀好意地看向小女孩 小姑娘你不是灵药师 却在这里撕饭灵药 你胆子不小 底层人民的生活到底有多难 就连摆摊都要遭受无数刁难 这部灵药阁的几个壮汉 看到有人私自贩卖灵药就要没收 更是直言呵斥 你要卖灵药一定要拿去给我们灵药阁鉴定 我们只收取五层的鉴定费 要么就去灵药阁考取灵药师 听后的小女孩也是一脸的委屈 自己就会鉴定灵药干嘛 就要拿去给你们抽走五层 而且你们灵药师的考核费 需要两颗中品灵食 自己赚到了会去考的 可大汉听后也是无动于衷 他不管那些反正不是灵药师 就不能私自贩卖灵药 一旁的苏宇终于忍不住 挡在小女孩面前 不就是两颗中品灵食考核费吗 自己帮他给了 他对小女孩的变药之术很有信心 来到灵药阁后 大汉也是对着一老者禀报 有人需要考核 他之所以会把两人带来 是因为这个叫赵老的老者 从来没有给人合格过 打量了一番 两人后赵老也是开口 看你们也不像大家族的 两颗灵食先给 无论通不通过都不退 看到苏宇交上灵食 赵老也是对小女孩 露出不怀好意的威胁 这箱子里有一颗灵药 你只能伸手进去 单听触觉就要识别出来 连续对十颗我就算你过关 听到这个苏宇也是吐槽 你们不是在坑人吗 哪有鉴别灵药不给看的 赵老听后也不反驳 毕竟他要找的是 对灵药有天生感应天赋的徒弟 所以才在这灵药阁待上三年 而小女孩听后 还是微笑地安慰苏宇 苏大哥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说完直接伸手进去赶支了钱 当准确地说出木灵花之后 也是让赵老把刚喝的水喷了出来 所有人都不敢相信 真的有人有这种天赋 赵老随即换上讨好的笑容 小姑娘继续好好考 老胡很是看好你 随着考核继续 小女孩也是精准地说出 剩下药名 考核结束赵老再也不装了 他在灵药阁三年 终于是找到自己满意的弟子 展示完实力 赵老又变成一副 和蔼可亲的模样 询问小女孩 是否愿意做自己的弟子 看到女孩没有立刻答应 赵老也是自我介绍起来 你要考核的那个炼药师 没什么好的 做我徒弟 我可以让你成为炼丹师 老夫叫丹义 这个大陆上炼丹数 超过我的没有几人 听到这个大汉心里凉了一劫 赵老就是丹义吗 自己刚刚还在为难他的徒弟 这个老家伙还是五圣级的强者 系统也是告诉苏宇 发现五圣级炼丹师 招募一名五圣强者系统 赠送一次随机抽奖 这直接记得苏宇破口大骂 我是一个什么东西 要钱没钱 要实力没实力 我拿什么去招募人家 面对这个足以改变命运的选择 小女孩只是窃窃推到苏宇身边 询问他怎么办 毕竟他只想过来做个测试而已 并不想拜师 看到小女孩不愿意 苏宇只能硬着头皮询问赵老 要不就算了吧 感应灵药是个人都会的技能 您老另找他人 就不要强人所能了 听到感应灵药 变成了是个人都会的技能 这也是让赵老火冒三丈怒骂 你要是也能感应灵药 我就不强迫他拜师了 这直接让苏宇暗醒 这不是给他白条解锁 灵药图鉴的机会 果然在系统的加持下 苏宇一摸一个准 这直接让赵老喜上眉梢 在这小地方苦等三年 今天一下给自己遇到两个天才 可两人都拒绝拜他为师 又让他伤心不已 但还是拿出了灵药师的徽章送上 毕竟强者的自尊 不允许他做出抢活收徒的行为 看着两个小家伙 丝毫没有贪恋他 威名地走了出去 赵老心中也是玩味了起来 你们敢相信吧 一个武圣级强者 居然跟一条狗抢周吃 现代化的家具 更是让这个老头同心为民 就在苏宇和小小离开灵药阁后 小小就告诉苏宇自己是个孤儿 希望以后可以跟随苏宇哥 看到都是无家可归的可怜人 苏宇也是决定带他回大王山 而赵老也是一路尾 毕竟他很想知道 为什么这两个小家伙 都会拒绝自己的收徒邀请 傍晚时分 苏宇和小小两人终于回到了茅草屋 小小看到后也是开心不已 毕竟从今以后 他就不再需要渡浪 可刚才还在玩耍的小毛球 就对着二人身后做出攻击姿态 这直接让赵老更感兴趣 一座不知道为何突然出现的山脉 还有一只可以发现 隐藏五圣级强者的小狗 看到赵老越来越紧 小毛球也是在身上显示出 黑色恶酒虚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候 赵老又化身一个可怜的 凌家老头 哀求两人收留一下 他这个无家可归的能力 看到苏宇答应 赵老也是自来熟的来到 茅草屋里摆弄着 苏宇的现代化家族 晚饭的时候 苏宇也是拿来三碗 系统赠送的大门中 这又气得赵老大骂 凭什么一条狗都有周 吃我一个五圣级强者却没有 这也是让小毛球不悦地 看向赵老 好像在说 你是不是有什么意见不成 这时苏宇只是干干的解释 他们这里只负责提供 大王山人的伙食 不属于的只能自费买取食物 听后的赵老 直接把零食拍在桌子之上 他很想试试 这充满灵气的大米粥 是什么味道 刚刚一口闷下赵老 就感觉灵气充沛 还想起那逝去的青春岁月 吃过粥的赵老 越发觉得这个 莫名出现的大王山很有意思 随即告诉苏宇 自己决定 以克青长老的身份 加入大王山一年 专门留下教导小小练单树 这突如其来的决定 让苏宇喜上眉梢 这部系统招募 武圣级强者的任务 就这么完成了 入夜时分 大家都在梦里沉沉地睡去 而苏宇却是偷偷爬了起来 跃出系统奖励一次抽奖 招募武圣强者奖励一次抽奖 自己可以抽奖两次 这一个劲的傻笑 也是把赵老给惊醒 而苏宇也有没法发现 赵老已经被惊醒 全部身心都在抽奖之上 第一轮想要抽取神级功法的苏宇 只是抽到一把砍菜刀 第二轮又抽到了 十亩一级果园 随后系统又直接打开商城 看到一颗树苗十个金币 一瓶灵拳五个金币 苏宇就觉得整个身体 已经被掏空 碰到这个喜欢坑他钱的系统 还整天让他重点 这要是能称霸武周大陆 才是见鬼了 次月清晨 苏宇就早早地起来耕种果树 赵老很是不悦地质问苏宇 你每天都这么耕贡劳作 怎么发展大王山成为第一工门 听到嘲讽苏宇也是不以为意 打起系统买来的灌溉的灵拳就喝了起来 一喝过后身上的疲惫感就瞬间消失 看到这么神奇的功效 苏宇也是让两人赶紧试试 一喝过后赵老也是觉得 这小子是不是脑子有什么大病 居然用这种灵拳交属 可最后他还是妥协了 毕竟东西是人家的爱情 折腾折腾 种完树后 苏宇又拿着今天的大米去及时售卖 赵老看他离去的背影越来越好奇 不凡的大米和果树 居然还用灵拳灌改 小子这个大王山我很是期待 你穿越到修仙世界 却不努力修炼天天想着种田搞基建 这不今天又拿着大王山种出的大米出来摆摊 一旁的卖鱼大叔也是满脸问好 不知道这个苏宇今天又要搞什么名堂 只见苏宇的摊位前赫然写着 大王山汉道一中品零食一金 现场主周二十下品零食一碗 看到这个价格大叔也是气得大骂 你明明可以去抢却非要给人家一碗粥 这也是让苏宇很是尴尬 大叔你说话也太难听了 我现场煮粥也是需要人力成果 不多时苏宇的粥已经煮好 飘香的味道也是引来的一大群 可听到价格后大家又对着苏宇大骂 这个价格你是在把大家都当傻子坑吗 这让苏宇很是无语 自己明码标价买卖全平自愿怎是坑人呢 人群中的卖鱼大叔再也忍不住 你这小子在我旁边这么搞 搞得都没人光顾我的生意了 来给我一碗看看凭啥能卖这么贵 听后苏宇也是自觉理会 那算我请大叔陪理算了 接过周的大叔也不废话直接一口闷下 这瞬间让他回到小时候那个幸福味道 看到大叔这个神情 旁边的人也是小声询问 你当这个拖多少钱一天 听到这话的大叔直接猛舔着碗里的剩饭 这周只因天上有 人间哪有几回文 说我是拖 吃屎吧你们 虽然知道刘大叔在帮他宣传 但是这样是不是太浮夸了 虽然刘大叔吃过周后一个劲的夸他 但是那表情那动作 街坊邻居们都觉得这个老刘肯定收钱了 明月楼的雅间之中 也有人注意到街道上聚集的人群 白家公子白小龙很有兴致看着苏宇煮的周 这么远的距离都能闻到香味必定不是房屋 随即带着手下往苏宇摊位走去 白家是四大米行之手 跟他们家抢生意真是有意思 白到苏宇的摊位后白小龙也是质问 谁给你的勇气在白家的地盘上卖高价大米 看到来这不善 苏宇也是跟刘大叔打拎这个小孩是谁啊 没想到这一问直接把白小龙给惹毛了 你才想 你全家都想 我乃白家白小龙 可苏宇不理会他的抗议 直接询问他是不是物价局了 不是 那你是城管 不是 那你是315 不是 听到都不是苏宇直接回嘴 既然啥都不是我卖我的大米关你屁事 看到苏宇这么不把他当回事 白小龙直接对着大家高喊 他的周那么香肯定是加了沉香 听到白小龙这个小孩子开始耍无赖 苏宇很是自信地告诉大家 既然大家觉得我的周有问题 那么大可请人来检查一番 白小龙听后也是让苏宇等着 自己一定把这条街的外公 十层的糖霸子进来 苏宇听后终于有点心虚了 毕竟自己抬外公一层刚刚入门 电客的供货韩大鹏就被人请过来 而苏宇也是像吃屎的一般 你妈我都要跑路 结果把韩大鹏给我叫过来 经常穷的只能吃白粥的都知道 闭口粥下肚直接灵气复苏 原本韩大鹏被白小龙请来找麻烦 却在看到苏宇后直接被吓得半死 于是果断馋媚地向苏宇解释 要是知道您要来卖粥 我肯定给你找了黄金位置 而且以苏公子的人品怎么会有问题 我先干上一碗给苏公子挣起 看到这一幕的白小龙 也是大骂这个韩大鹏 刚刚还收了自己那么多零食 现在这副样子 可韩大鹏可不管他那些 更是低声下气地询问苏宇 赵老现在何死 苏宇也没有隐瞒地告诉他在大王山 这时苏宇也是看到鬼鬼祟祟的白小龙 似乎在偷听两人谈话 看到被人发现的白小龙 更是恼羞成怒 怎么 韩大鹏买粥的钱就是非我的 我偷听一下都不行了吗 非我那么多钱 那个粥我也要喝 说完直接抢过粥 大口大口地喝了下去 刚喝几口的 他就感觉体内灵气爆发 身体更是如同在姐姐的怀抱里一般舒服 反应过来的 他直接丢出一个钱袋 告诉这里的大米 他全都买了 就在丢出钱袋的一瞬间 就是出白家家传身反白龙部 就在苏宇接过钱袋的那一刻 白小龙就抓住米袋跑开 生怕苏宇反悔一般 韩大鹏也是吐槽 要是白人外知道 他的儿子用油龙部去抢一袋大米 估计晦气的吐血 再回到家后的白小龙 就忍不住立刻煮起了大米 看到粮瓶内的姐姐赶紧 向他炫耀自己买的好东西 一个激动的功夫 就直接跳了过去 如同蜻蜓点水一般 白小雅看到白小龙后 也是很是吃惊 难道弟弟进击了不成 白小龙听后 也是立刻告诉白小雅 自己今天在集市上 吃了一个怪人的 中美小刀就禁忌了 看到自己弟弟 把那大米说得神乎其神 白小雅也是尝了一下 刚吃一口的 他就似乎疏通了 全身的血脉好书肠 与此同时 郡王府内的唐啸 正在被人嘲讽 花了二十颗中品 零食买了二十斤大米 说出去真是给人笑死 就在唐啸刚想反驳说 苏宇不会骗自己的时候 就被丫鬟告诉他 郡主叫他过去 大厅之中 郡主杨芷芸 看不出喜怒的神情询问 听说这大米 是你自作主张高价购买 听后的唐啸 连忙恭敬回忆 确实是小人 自作主张 为了帮自己一位兄弟 插架在自己的薪水里面扣 绝对不会私吞公款 郡主听后 只是淡淡地问 他那个兄弟是不是苏宇 这下的唐啸 以为郡主还在为苏宇 给他写情书 生气连忙求情 郡主 苏宇因为之前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看着苏宇给他写的情书 红球皇 只觉得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惊艳的诗词 但是书法总感觉是两个人写 而且还种出那般灵气的大米 真是一个有趣的人 苏宇真是好福气 只有一碗大米粥 就让两个大美女剑拔弩张 经过昨天白小龙的一阵闹腾 今天苏宇的摊位前 已经人满为患 郡主和白小雅 随便表面客客气气 但是内心已经问候对方一百次了 面对白小雅询问 郡主也是开心地告诉他 自己这次是为了我们郡王府的苏宇 那个孩子前几天私自离开 都没有经过我的同意 听到这的白小雅也是嘲笑 可是我怎么听说苏宇公子 是因为给你写了情书 被赶出郡王府 郡主姐姐你不但眼光差 还想靠这个狐村的大米可不行 听后的郡主本是土豪打人 不打脸接人 不接短的道理你不懂 看着两人火药味十足的样子唐笑 和白小龙姑不约而同地看向其他地方 本就紧张的局势又迎来不速之可 梁城武家的武长空 郡主也过来对着白小雅套近你 他可是有着外公巅峰的实力 而一书生模样的柳家柳思源 也是不甘人后 也赶紧对着白小雅胜 看到来人都围着白小雅钻 郡主也是气得牙痒痒 本郡主哪里比他差 眼看局势又准备升级 只见苏宇背着一袋大米 捏手捏脚的从人群中走 在摆好摊后 苏宇也是看清了眼前 有不少自己的老书人 不得不说这个武堂空虽说是个无止 但是还是一眼就看出来了 白小雅和郡主都是为了这小子的大米 随即拍拍胸膛命令是口吻 对着苏宇说到小子里那些大米我全包了 这个口气也是让苏宇觉得他很欠揍 于是决定提高价格吓死他 谢谢会顾一共四十种品零食 这也是气得武长空对着苏宇大骂 以特么相经的大米也用不了四十种品零食 顺便问候了十分钟的苏宇全家 看到武长空如此粗品 白小雅也是脸色微风轻声说了句下 看到苏宇让自己在白小雅面前丢人 武长空也是爆发出外公巅峰的实力 韩大鹏看到后也是在人群中高喊苏宇想起 可人实在太多了自己没办法很快赶过去 而这时的武长空状态全开 就连家族武学也已经用上了 毕竟在自己爱慕之人面前出手 真的很容易让人暴走 说时迟那时快 武家不传绝学破山拳已经往苏宇打了过去 唐孝也是吃不完啦 苏宇才外公一层这下死定 而苏宇也是病急乱投医 急忙使出系统送他重地用的播种技能 没想到一招就把武长空如同狗子一般高高击飞来的自由落体 众人看到苏宇还有如此手段也是吃惊故事 而武长空摔倒后也是懊恼万尊 今天丢人可是丢大发 一定是自己刚才轻敌 说完了他直接起身准备再次向苏宇发起进攻 看到这情况韩大鹏也是赶了上来劝的 武公子我这个小兄弟出来炸道不懂规矩 我待他向你道歉如何 而武长空此刻怒火中烧更是威胁 韩大鹏你可要想清楚 你我虽都是外公石藤但我可是巅峰 不要以为你是林耀阁的管事委不敢动 不嫌是大的柳思源听后也是火上浇油 长空中多虑 这韩大鹏前几天得罪了林耀阁的武圣单影大人已经被降职 本以为可以唬住武长空 现在反倒被人戳穿老底的韩大鹏也是不知如何是好 武长空此刻更是毫无顾虑地重新挥出一拳 韩大鹏和唐孝两人也是横讲一起的躲在苏宇面前 可苏宇还是很自信地再次使出播种技能 没想到外公巅峰的武长空再次狠狠地摔在苏宇面前 两次的打击武长空也是只能认罪 表示今天到此为止 晋级正式舞者后会再来向苏宇挑战 在武长空这世过后苏宇也是觉得反正都收出了两颗中品零食 一进了那干脆涨价算 虽然已经涨价 但是白小龙还是兴奋地直接告诉苏宇 给你五十中品零食全部卖给我 看到白家出手 郡主也是不甘示弱不断加到六十 不知为何这两个女人就是天生的不对付 直接你加我也加的把零食加到了二百还不肯罢休 看到事情已经发展到了没完没了地 苏宇也是为了不伤和气今天不卖大米 全部做成粥 想要喝粥的一碗似是零食自己丢进口袋里 反正今天热闹大家都看后了就一人买了一碗吃了几 又是熟悉的剧情 下去身体的灵气直接爆棍 武长空更是看着自己外溢的灵气喃喃自语 我只是吃了他一碗粥就这么晋级无准吗 穿越到异世界你不努力修炼却天天种田搞基建 这不足的一碗大米粥就引起暴动需要派兵镇压 看到武长空吃下大米粥后就直接晋级 柳思源就勾搭了他 你还没明白吗 那个大米粥可以无视修炼壁垒才可以让你轻松晋级 你看看你之前用了多少天才地宝都不能突破 老规矩我动脑子你动手 一起把剩下的大米粥全部抢过 达成协议后柳思源不管好意地走上苏语 你这个大米粥如此神气 怎么会在你这种小人物的手中 我可听说你只是被郡王府赶出的小才艺 该不会是你偷的 说完更是阴狠地对着人群起来 韩大鹏听说得罪了丹颖前辈被降职 人家丹颖可是武圣级强者寻常小事 想必不会放在心上 那么真相就是你和韩大鹏一起 偷了林药阁丹颖前辈的林宝大 听到柳思源这一顿分析 众人也是觉得很有道理 这种灵气充沛的大米怎么会在一个普通人水中 肯定是他们偷懒的 说完一群人冲向苏语两 无论是抢到大米粥 还是抓到他们拿去林药阁领赏 对他们来说都不亏 看到来人实在太多 韩大鹏也是用力把苏语抛飞 苏公子你赶紧先 在韩大鹏送走苏语后 就直接被武长空一拳打在脸上 郡主看到局面已经失控 连忙告诉唐孝快去兵马斯掉兵过来 看着韩大鹏在下面被人围殴 苏语也很是无奈 柳思源武长空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在郡主掉兵过来后 苏语也是扶着韩大鹏往大王山走去 坚持住 到了大王山我一定求赵老给你炼制丹药 刚说完的苏语就听到大王山传来爆炸的声音 看到大王山有事 苏语也是急急忙忙往回赶 只见赵老很是狼狈的趴在地上 而原本很是虚弱的韩大鹏 看到后一个剑步如飞的直接跑到赵老面前 想要扶起他 这也是让苏语大跌眼镜 感情这么老半天的重伤都是装的呀 果然人生如戏全靠眼睛 看着刚才重伤的韩大鹏 现在对着赵老献殷勤 苏语简直欲哭无泪 看到苏语回来后 小小也是告诉苏语赵老刚才是为了给自己演示五道 可不知道为何师父老人家一拳打在树上 那棵树居然纹丝不动 然后师父就被那股力量反弹了回去 看丹影前辈还在嘴硬说是自己大意的没有把握好力度 苏语也没有开穿 毕竟大王山的系统设定是任何东西都不会被破坏 说完的赵老也是丢给小小一瓶脆体单后就要回去休息 可还不等小小五热就把脆体单全顾送给苏语 苏语哥哥快吃 师父又给我丹药了 熟练接过丹药的苏语也是直接吃了起来 边吃还边埋怨今天的不够脆 是不是过期了 这直接把赵老记得快要吐起 欺人太甚欺人太甚 快给我吐出来 居然还好意思说我的丹药过期 可下一秒苏语做出更加杀人诛心的举动 直接把一颗脆体单喂给了小毛球询问是不是不够脆 而看到这一幕的赵老仿佛身体被掏空一般 脆体单拿来喂狗 我累了就这样 希望明天醒来地球已经毁灭了 看到赵老要死 韩大鹏也是赶紧跪下哀举 赵老我韩大鹏诚心来投 希望成为您的随从 看到韩大鹏的样子 赵老也只是轻轻的 想跟我混 我在大王山这里也是寄人篱下 拜山投你可找错人了 而苏语此刻也是似笑非笑地看着韩大鹏 韩大哥刚才你好像中伤吐血说什么来着 哦对了 说是只要能撑到见到赵老就行了 你穿越到一世界努力搞基建 今天大王山又是迎来新的成员 看着韩大鹏很是哀求的样子 苏语并没有立刻答应 到本性善良喜好拍马屁的时候 苏语露出不怀好意的坏响 这个不就是妥妥的狗腿货色吗 给你一个月的试用期 只要通过就允许你加入 很快韩大鹏就迎来在大王山的第一份工作耕地 可韩大鹏听到后也是满脸黑血 仿佛在说有没有搞错 我好歹也是武徒实诚的高手你让我来耕地 看到韩大鹏不情愿的神情 苏语也是在他面前展示了系统送的耕地技能 一出头下去也是把韩大鹏经的目瞪口该 虽然不情愿 但是为了可以追随赵老混点担忧 韩大鹏也是老老实实的在苏语之道下耕地起 然而辛苦劳作一天后 由于小茅屋没有多余的房间 韩大鹏又独自在门外迎乱 太欺负人了连狗都可以睡在里面 可第二天早上又让他开心不语 因为大王山的伙食居然是那个灵气充沛的大米粥 就在吃饭的时候 苏语也是听到有人在叫自己 回头看去只见白小龙和白小雅很是热情的跟他们打招 等他们靠近后苏语也是一脸疑惑 他们是怎么知道大王山的位置 白小龙看到后也是得意的告诉苏语 那天你跟韩大鹏说悄悄话的时候偷听 这时的白小雅也是赶紧道歉 是自己自作主张让弟弟带路过来打扰苏公子 关于这大王山的灵敏 我们白家想跟公子合作销售 听到是有钱可以赚 苏语也是让两位坐下慢慢详谈 坐下之后白小雅也是率先开口 经过前几天的风波 我想苏公子也不是很方便再去摆摊了吧 而且我们白家是四大米商之手 公子的大米灵气充沛 无需耗费时间炼化 更有帮助修行者突破的 以及壁垒的奇想 所以就算是卖上十中品 零食一斤都不为我 听到白小雅的分析 苏语也是对着系统大骂 你这斗系统大米这么多功效 你怎么不跟我说 虽然灵敏有诸多好处 但是白小雅也是建议先卖 五中品零食一斤打开销路 看到姐姐又开始了谈判模式 白小龙就开始了无聊的闲口 看到与自己年纪相仿的消息 白小龙不知为何有种心动的感觉 为了有共同的话题 也是对着毛球一顿夸赞 说完更是想要伸手去触摸小毛球 可小毛球哪里受得了 一个外人对自己指着点点 一阵狂吠就把白小龙吓得往回左上 不料正巧撞到小小稚嫩的胸膛前 双手更是紧紧抓住小小的仙仙玉手 这暧昧的姿势也是让小毛球满脸问好 心想你压的是不是故意的 剑客后两人也是发现他们姿势的不对 小小率先反应过来 踹开白小龙大喊 毛球快咬这个灯谱子 而白小龙也是欲不无类 自己怎么就变成灯谱子 在达成协议后 白小雅也是把一张紫金卡送到苏宇手上 这紫金卡等同一百上笔银食 就当白家的御妇 而苏宇接过后也是表示 给了几瓶林拳说是大王山的新品 另外现在零米的产量是50斤一天 每天都放在山脚下你们自己过来拿 刚聊完的两人也是看到白小龙狼被人影 面对苏宇的询问 小小只是支支吾吾吾的表示 是应该是他抢了小毛球的白米粥吃 听后的白小雅也是甘大无比 家门不幸 狗的粥都巧 而苏宇也是有些甘大 但总觉得哪里不对 毛球的早餐不是吃完了吗 可能觉得丢人 白小雅又随意客套一下就要下山回去 就在白小雅两人离开的一瞬间 系统的声音就响起 点刻到紫金卡一张折算金币一百万枚 现在为宿主开放幸运轮盘房间 看到这个奖励苏宇也是开心不已 虽然每个月都有免费的抽奖 但是这个可是只要有钱就没有次数限制 说完直接转动了起来 虽然需要十万金币一次 但是抽到技能书怎么都不亏 虽然技能书是抽到了 但是好像是本坎才技能书 这也是让苏宇自我安慰有总比没有强 这破系统是铁了心 要把自己往农场主这条路上的 虽然心有不甘 但苏宇又抽了一次 没想到这次抽到一栋大别墅 又让他燃起了希望 可剩下的八次都打了水漂 敢问阁下的抽奖系统 是不是企鹅家的 修先修什么先 兄弟们快来种田搞基建吧 在一百万金币都被系统坑完了之后 苏宇就虚脱的躺在椅子上 看到苏宇不开心 小小就立刻跑了过来安慰 更是拿出一筐 今天跟师傅下山买回来的灵药 看看有没有苏宇想要的 听后的苏宇也是摸摸着贴心小棉袄 要不是小小提醒自己 都快忘记了搜集灵药的任务 随着苏宇也出 系统的声音不断响起 检测到一级灵药 体质加一 鉴别到二级灵药 天赋加一 无论是系统的奖励 还是赵老对小小的偏爱 都让苏宇震惊不已 有师傅真好 想到师傅二字 苏宇也是灵机一动 对着赵老和韩大鹏大喊 你们过来一下我师傅来 苏宇这杂杂呼呼的 也是看得赵老一头雾死 自己身为武圣强者 明明没有感受到任何人的气息 可苏宇不管他们的疑问 他已经想到了 用师傅这个名头 把在系统那里 抽到的别墅拿出来 就在一炷香的工夫 韩大鹏就把小茅屋里面的东西 全部搬了出来 看到苏宇煞有其事的样子 赵老也是忍不住问道 你说你师傅过来了 我怎么一点感应都没有 当听到苏宇说自己的师傅 是在梦中过来 传授自己功法的时候 赵老二人都是一副 你看我像傻子妈的神情 当看到几人都不信 苏宇也是在他们面前 使用别墅使用卡 原本还正常的小木屋 就自动分解起来 这直接把赵老吓得一愣一愣了 这尼码是传说中的隔空分解 看到赵老激动的神情 苏宇也是得意的本事 淡定淡定都是一些小场面 但这更加让赵老两人吃惊 碰到没有碰到那么大的木屋 就分解没了 要是打在人身上那还得了 而苏宇看到木屋消失后 也是拿出别墅的图纸就摆放起来 随着苏宇的确定 一栋三层楼高的别墅 直接拔地而起 房子外面两台弱大的隔离 不由的让我好奇 隔离给了多少广告费 我每递出双倍 还没在隔空分解的震惊中 回过神来的两人 又看到这神级一般的虚空造物 已经颤抖地说不出话 为了把戏做得更加全面 在摆弄结束后 苏宇直接跪下高声大喊 恭送师傅 普尔一定在接再历 不给您老人家丢人 果然这一套下来 赵老两人也是深信不疑 连忙齐刷刷地跪下磕头恭送前辈 看着大家的样子 苏宇也是知道 这下大家都心安了 那么我们就一起 好好发展大王山吧 第二日的清晨 白小龙怀抱一堆 给小小买的礼物 独自往大王山走去 一想到小小他的脸上 就洋溢着幸福 可下一门 他就看到柳思源和武藏空 带着一大群人 不怀好意地看着自己 白小龙见状 也是立刻抱紧礼物 警惕地看着对方 这搞得柳思源很是尴尬 白公子你手上那点腌制水粉 还不至于劳烦 我们这么一大群人 听后的白小龙 也是明白这群人的目的是大王山 遭了小小还在山上 想这里的他 直接使出白加油龙部 无论怎么样 都必须通知小小他们 这速度也是让武藏空吐槽 这也太快了 根本追不上 柳思源听后也是比较无妨 他最近总是买一些女孩子的工具 看样子应该是看上大王山的姑娘 我就在他买的腌制水粉盒子 做了手点 听说他上次还在大王山被狗咬了 这次我就让他加深对狗的恐惧 跑快一些 随着柳思源的声音落下 无数恶犬朝着那香味追去 呵呵白家 你们想独吞大王山的大米 有那么容易吗 片刻过后 正在努力耕地的韩大鹏 也是听到不远处传来的救命声 随着声音方向看去 只见气喘吁吁的白小龙 被追上的五掌空一脚踢飞 韩大鹏看后 也是赶紧上前扶起白小龙 当听到武藏空和柳思源 带着一大群人 想打大王山灵敏主意的时候 韩大鹏也是脸上凝重的起来 可本来是汹汹的武藏空 看到韩大鹏这个样子 也是笑得喘不上气 以现在怎么跟着农夫一样 面对武藏空的嘲笑 韩大鹏也是不愿理会 大王山是私人地盘 没有得到邀请的各位请回吧 听到这话的武藏空更是得意 几天不见的手下败将硬气起来 说完就对着韩大鹏 使出加强版的破山拳 而这么大的动静 也是把苏玉惊醒 虽然为韩大鹏担心 但是已经吃了这么多天的 领宝大米应对起来 应该不是问题 果然韩大鹏看到攻击后 也是稳稳地使用出 这些天苏玉胶塌的更利技能 结果武藏空就这么 又生无可恋地摔到地上 还是这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 看到自己轻松的越级 打赢武藏空 韩大鹏此刻只想对着人群大喊 少侠修仙是没有前途的 快过来跟我种田吧 在鸡飞武藏空后 韩大鹏也是得意的嘲讽 还有谁 一而再再而三的打击 也是让武藏空很是郁闷 自己明明已经晋级舞者 看着韩大鹏很是嘚死的样子 又让他欺负打一处来 于是果断抓着身边的石头 区区一个小武徒也敢嘲笑我 没想到扔出的石头 正中韩大鹏的面对 看到这一幕的苏宇也是觉得好 看来韩大鹏对耕地技能并不俗信 也就是说刚才纯粹是侥幸 武藏空也是同时发现这个问题 脸色也是阴寒了下来 差点给你忽悠过去 韩大鹏听后也是嘴硬起来 不要脸的东西 我正说这话呢 居然不讲武德偷袭 此刻的武藏空也是一团怒 他可不愿意多说废话 一掌就把韩大鹏的锄头劈成两半 危机时刻 苏宇也是一脚踢了过 但并没有让武藏空受到什么伤害 很是轻松的推到人群面前 可苏宇就没那么好过 武徒一层的他这一脚直接踢了骨 但还是很有气势的挡在韩大鹏面前 这次带了那么多人武藏空果断 让他们探探苏宇的底 这个想法也是跟赵老不谋而合 他也是看出苏宇已经骨折 很想看看这个有着神秘师父的大王 有些什么底牌 可对于苏宇来说只要不是舞者 这些武徒来多少都是一样的结果 武藏空看后也是心有余悸 还好自己没有上去 要不然又要丢人了 可赵老也是看出苏宇在虚张声势 只要对面全部一起杀 苏宇肯定撑不住 柳思源也不愿意就这么回去 又对着武藏空建议放狗咬 他们在探探虚实 不多是一群和狼杂交的恶犬 全部被拉了过 看到这一幕的小小也是哀求赵老快点出事 可赵老还是想要再等等 他还想看看苏宇的底牌还有多少 可这时小毛球也是看着 突然出现在自己家的恶犬 乃生乃气旺旺的眼神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恶犬 全部都炸毛的加气味 如同见到什么恐怖的存在 一般逃了回去 这搞得小毛球很是无语 赵老也是失望的表示 多好的机会又没了 为了掩饰尴尬武藏空 也是表示刚才只是跟大家开玩笑 接下来我要跟苏公子比兵器 此棍名为麒麟破山棍 由千年金铜所制 党六尺七寸 看到对方拿出武器 苏宇也是手伸到身后召唤出砍柴刀 由于角度问题 这直接把白小龙吓得说不出来话 他居然从屁股里面抽出一本刀 不得不说系统出品必是精品 砍柴刀如同砍豆腐一般砍在棍子之上 直直顶在武藏空脑门前才停了下 这直接吓得武藏空连忙认输 苏公子你可千万不要手抖啊 而柳思源也是在旁边打圆场 我们只是过来讨教一二 苏公子早出人命就不好 看到柳思源的样子 苏宇也是对着他高喊一声 滚 还不等柳思源硬打 武藏空就率先答应 好嘞 就在众人惊呆的目光中跑了回去 这让苏宇瞬间感觉 怎么他的对手好像是一群逗逼 还不等苏宇下打株克令 柳思源就率先开口 苏公子我今天带着几大粮商过来 就是想跟你谈谈林里的生意 同时也是威胁 就靠白家白小雅一人独自精灵 要是出了什么意外那就可惜 而且为了一个白家得罪 整个粮城伤骨总归不太好吧 毕竟你们也是需要进城采购 各种物资的对吧 此刻苏宇的脚也是来到临界点 快要冲不住了 只能开口叫韩大鹏回去包扎伤吗 白小龙去搬椅子摆茶 韩大鹏回去的时候 苏宇也是让他去把放在冰箱里面的 二级疗伤灵拳拿过来 谈判桌子上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小心思 韩大鹏觉得苏宇是因为自己被打伤了 苏宇迫于压力才接受谈判 面对一群人的围攻 苏宇也是表示只能给出三层的缝给他们 面对对方的抱怨 苏宇也是喝下灵拳冷哼 等自己腿好 加上赵老和小毛球 只要他们赶搞事情呢 就怪不得他了 柳思源也是再次开口 苏公子我们三家米航 加上个五家只给三层不够分了 腿脚慢慢恢复的苏宇也是给他们建议 这有什么不好风的 五家又不是卖大米 把他踢出去不就可以了吗 听到这几人也是惊呆了 好一个二桃杀三世 这计策好歹 兄弟们种田的好处就是 只需要一碗米饭 就可以让赵老这种强者对你为命是从 当苏宇想用二桃杀三世离间五长空等 五长空装也不装的威胁 苏宇你是想跟我五家四破脸不成 可苏宇听后也是淡淡的 谈了谈手中的坦白刀 至于林里的分城大王山 想怎么分就怎么分 不服尽管过来便是 这把五长空噎的不敢吭声 但是柳思源皮笑肉不笑的提醒 苏公子虽然赢了五长空 但是他只是五家的小费 五家可是还有五师 甚至还有五将 听到他们想以施压人 苏宇也是微微一笑 赵老从今天开始米饭不限量 听到伙食从周升级到米饭还不限量 赵老这个武圣的气息 也忍不住往外冒 别树内传来很是威严的声音 何方萧小竟赶来我大王山撒野 对气息直接把五长空和柳思源 吓得直呼 这到底是什么境界的强准 知道踢到铁板的几人 也是赶紧攻身行李 是我们唐突了 就按苏公子说的办 我们这就告辞 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 苏宇也是叫住了他们 林里虽然只有三层 但是大王山的产品还有很多 想要成为大王山的苹果代理商 可以明天下午过来 反正苹果要成熟 多点人也可以更快地 打开大王山的知名度 给完好处又警告白家 是大王山的合作伙伴 我不希望他们在梁城 被你们刁难知道吗 这时的柳思源 哪里还有拒绝的勇气 无论苏宇说什么 都是一个劲的点头 在他们走后 苏宇也是转头告诉 韩大鹏你今天表现不错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大王山的正式弟子 这也是让韩大鹏激动不已 今天受了这么多伤 终于有了回报 红石一激动 也是把口中一直强忍的淤血喷出 这也是让苏宇感动不已 受了那么严重的伤 为了不让大王山的气势 落下风就强忍到现在 说完就伸手到身后 偷偷跟戏土 兑换了一瓶二级灵犬 这角度又把白小龙吓到 他又从屁股里拿出什么来 就在白小龙一样的目光中 苏宇把灵犬地给韩大鹏 把他喝了伤口很快就愈合了 这让白小龙一阵反归 到底要不要跟韩大鹏说呢 自己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苏宇可是从屁股里面拿出来了 苏宇的屁股到底是什么做的 可以装那么多东西 随着大鹏喝下灵犬 伤口也是在肉眼可见的肃骨背负 可看到韩大鹏津兢有味的样子 白小龙终于忍不住吐了钱 可刚吐完的他又震惊不已 只见苏宇拿出一颗脆体丹 送给了韩大鹏 说是正式入门的简历 虽然这个东西平时苏宇也拿来喂狗 但也不影响 这是普通人穷其一生也买不起的丹印 这也是让韩大鹏感动的直接跪下 当场就对着苏宇念诵了五千字的赞美 而脆体丹吃下的那一刻 卡在韩大鹏多年的瓶颈也被重开 韩大鹏也终于晋级舞者 旁边看着的白小龙又吃惊又纠结 这大王山有着奇怪的大 还有神器一般的各种文具 可以恢复伤势的灵犬 转正还送脆体丹 这待遇简直比公务员还要好 虽然那些东西都是从苏宇的屁股拿出来 但是现在不管 想完的白小龙就弱弱的对着苏宇问道 苏大王我也想加入大王山 哪怕从屁股那里拿出的东西吃一下又有何谎 听到有人要加入 苏宇也是让系统对白小龙进行了扫荡 当看到资质平庸智商一般 苏宇也是白白手告诉韩大鹏感交给你 同时用气做起 回到房间内的苏宇也是看起了系统商城 每个大门总被人过来打扰也不是个办法 于是苏宇果断在系统商城里面买了一个山门 由于苏宇最近在商城消费的比较多 系统难得大方的给他送了一本大王山心法匿集 这也让苏宇迫不及待的要学习起来 没想到系统又告诉他宿主体质不够四周灵气不足无法修炼 这又气得苏宇大骂 我说那你这波系统会这么好心 骂完了他果断拿出赵老炼制的丹药 灵气不够就用聚灵丹 体质不够就磕脆体干 说完把丹药猛的全部吃进去 就在他猛磕丹药的时候 发现身体一直流出黑色黏糊糊的液体 难道赵老的丹药已经过气变硬了 我去 这个古代人居然想从马桶里面打水喝 就在刚刚苏宇猛地吃下丹药后 不仅直接进击舞者还流出一堆黑色黏液 为了不臭到其他人 苏宇直接从家里飞出想找个胡锅习习 就在这时小小也是找到韩大鹏 询问怎么那么臭是不是马桶狗 这也是让韩大鹏想起白小龙 当来该不会是他不会用马桶 开门一看果然看到白小龙正在往马桶外打水 这也是让韩大鹏黑着脸 果然是你这个二五 听到背后的打骂声 苏宇只能无奈地表示白小龙对不起 这个顾委屈你背一下 由于这一张都是这种兄弟们不爱看的话 我只能跳过口速的方式告诉你们剧情 由于白小龙夜不归宿 白小雅的好姐妹奈兰云烟被家里递婚 偷偷过来投靠白小龙 所以白小雅邀请奈兰云三明天一起去大王山 一是寻找白小龙二是帮奈兰云梦 第二日苏宇也是换上了系统 喘破他们的大王山制服套装 这紧身裤痘痘鞋的样子 也是看得韩大鹏两人很是尴尬 看出几人一样的眼神 苏宇也是给他们一人弄上一套 要尴尬就大家一起尴尬 由于今天要装山门 苏宇忽悠大家说今天他的师父又要来 趁着大家不注意使用出了山门使用卡 眨眼的功夫一座气态的山门就平地而起 大家之前就见过苏宇的这种能力 只有白小龙一个人傻傻的在那男男的说道 虚空造物虚空造物 看到白小龙这么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大家也想不明白怎么就跟这伙变得了 而这时山门外也有一群人对着苏宇问好 今天是大王山苹果发布会 整个梁城的商户们都被柳次元叫了 看到这么多人来谈生意 赵老也是觉得无惧 说完就要回去睡觉 长空看到山门后也是心想着苏宇又在故弄玄虚 我就不走山门气死 白小雅也是在人群中向着那蓝云梦 介绍着苏宇和大王山的事物 也在这时不走山门的五长空 直接撞上了一堵空气墙 这让本来就对苏宇不对付的五长空 更是火冒三丈 直接运起五家的密集往墙上撞去 可下一秒就被无形的空气墙给弹飞 看到五长空这个样子 苏宇也很是头疼 这个家伙好好地活着不好 看到五长空被击飞 人群中一老者也是走得出来 五公子今天我就让你看看这钱花的物超所值 说完就指着大王山的牌匾说道 雕虫小记 那块牌匾就是这山门的阵营 只要破坏掉那块牌匾 这大王山就可以随意进入 这一幕也是让苏宇满脸问好 是不是只要跟五长空搭上关系的闹 都游得不正常 刚吐槽完五家一众人 就开启了五家七星和鸡记 这也是让在家冲泡奶茶的赵老 不游得多看了一眼 和鸡记嘛 有点意思 刚跑回来的五长空 看到官老连和鸡记都用上了 直呼这波文 和鸡记能可以让官老初级武师的 实力短期内升到高级武师 就连白小雅和奈兰云 也算得上天赋异理 唯一遗憾的是 你对上的可是大王山啊 果然如同赵老所说的那般 官老全力一击打在大王山的牌柄之上 片刻过后就传来震耳欲龙的爆炸声 等爆炸过后树叶飘落 没有丝毫观大师的影子 两久之后五长空 才在地上找到官老的一丝不量 那么大的一个人如今只剩这么点 赵老也是不由的感叹 真是越老越折腾 跟我一样好好活着 赛赛太阳喝喝奶茶不好吗 而苏宇也是猛的一拍手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那个人一整集都是官老官老的 连个名字都没有 所以就是个龙套需要早早下血 这话直接又把五长空气得吐血 我五加五十级强者被你说成龙套 不会种田养狗的修饰不是一个好的山大王 看到自己请的帮手被炸的渣都不剩的时候 五长空也是怒 可苏宇确实表示自己真的很无辜 毕竟从头到尾自己都没有动力 全程就这么静静的探计 五长空现在可不管这些 愤怒已经让他失去了理智 不巧的是小小此刻正站在所有人的前面 白小龙看到后也是惊呼小小快的开 可下一秒让五长空无比惧怕的播种技能已经和他弹飞 大王山的一群人看着这滑稽又搞笑的荧幕也是沉默不语 只有赵郎满意着喝着奶茶 我五圣的徒弟还不是一个小小的武者就可以欺负的 此刻只有白小龙很是无奈 整个大王山好像只有自己醉了 可在小小的眼里白小龙好像那时奋不顾身地冲过来真的好睡 五长空这边柳思源也是抱着他吐槽 今天早上自己只是蹲了坑出门迟一点你就搞成这样 无奈的柳思源也是对着苏玉攻势 苏大王请让我把五长空送回去治疗一下 看到柳思源给自己扣帽了 苏玉也是无所谓的表示他这样纯粹都是自整 想报仇尽管找我便是 在送走五长空几人后 苏玉也是带着大家来到苹果发布会现场 白小雅几人看着手中的苹果也是不知道会有什么作用 白小龙身为大王山的人还是率先吃了钱 这美味的口感也是让他心花怒放 苏玉看到后也是偷偷怪笑的后退姐 果然没多久白小龙就忍不住放出一个震耳欲聋的品 这也让白小龙想死的心都有 怎么丢脸的事都是我 而就在人群的嘲笑中一胖子也是抓着苹果大喊 这个东西居然可以自单独 听到这话的苏玉也是满意的点点头终于遇到的失货了 对于舞者来说几乎所有人都刻过丹药 是要就有三分毒 这个东西居然可以解单独 就在人群的惊呼声中 苏玉也更是嘚瑟起 怎么样我大王山的产品很厉害吧 而这次系统也是提示苏玉发现绝顶资质无者一名 建议宿主速速将奈兰云梦收入大王山 看到大王山目前的两个弟子的资质 苏玉也是觉得不该错过这个绝顶资质 想到这里的苏玉直接告诉奈兰云梦 加入我大王山怎么样 只要你答应我就给你三层的苹果销售分层 看着自己手中的苹果 白小雅和奈兰云梦都觉得苏玉舍得下这么大的手笔肯定是看上自己 奈兰云梦此刻也是纠结无补 他不仅遭受硝烟的追杀 回去也会被和欢中的少主玩弄致死 如果有了苹果三层的分层应该可以启动少主截杀硝烟了 想到这里奈兰云梦也是直接跪下 弟子奈兰云梦拜见苏大王 就在奈兰云梦跪下的那一刻 系统也是显示出了他们解人的信息 看到已经成功收服奈兰云梦 苏玉也是告别 在这等我一下 我去给你准备点见面礼 这里没有奶牙了 你可以喝着玩 灵犬一到三级 可以补充灵气恢复伤势 还有解敌 大王山的腰排 就是你遇到危险的时候 可以用来呼救 在接过东西过后 奈兰云梦也是感动不明 但还是告诉苏玉 自己需要回家处理一些事情后 才可以过来 此刻和欢中的少主 正在奈兰云梦的家中不悦地置问 那个奈兰云梦 侧夜未归难不成是跑吗 虽然我一直都在种田养狗 但是不代表我大王山的人 可以随便被欺负 奈兰云梦刚回到家中 就被继母殴打 并表示你这个贱女人 不好好服侍和欢中少主 跑去加入什么大王山 紧急时刻 苏玉提着砍柴刀赶过来 大王山的人 是什么阿摩阿果都能欺负的吗 直接给了继母一个大阻 奈兰云梦可是大王山 第一个顶级资质 打坏了可怎么办 今天无论谁阻拦 他苏玉都要把奈兰云梦带回去 说完手伸向身后 对系统召唤铁棒给奈兰云梦防身 可在身后的奈兰云梦 和白小龙又看成 苏玉从屁股里面掏东西 这苏大王的屁股是白宝带领 虽然心里不舒服 但是这个铁棒是真的好用 继母看到形势不太对 果断用出了暗器鬼影独针 本以为结束战局的一击 却被苏玉全部挡下 这让他满脸不可置信 他自己就是中品武者 独针更是下品名气 怎么可能被一把铠开刀挡下 就在他愣神之际 苏玉就飞身上前 给了他狠狠一击 这也让继母怨恨无比 以这个年轻人不讲武德 专门打人脸上 看到继母怨毒的询问 你的老东西是不是在一旁 看我被打 纳兰雄只能轻轻叹起 你们救了人就跑那该多好 看到自己父亲要出生 纳兰云梦也是叮嘱苏玉 我父亲有意绝技 配合他的宝刀堪比 高阶武士的权力一击 苏玉听后也是认真起 同时也询问纳兰云梦 你告诉我这些 你就不担心你爹的安危吗 纳兰云梦听后惨然一笑 纳兰家的所有人 除了我爷爷都不值得了 这时内兰雄也拿来宝刀 此为我内兰家的 镇宅之宝五环砍水刀 配合我的独门武技 苏大王你未必等一下 这让本来就生气的 继母牙齿都咬断几根 赶紧的给我一刀砍死他 就在这时 来中毒在床的内兰爷爷 拿着解毒灵权推门走不出来 这直接把继母吓呆了 老东西你儿子可在门后呢 说完连忙过去 看看门后的那兰雄怎么样呢 那兰雄也是觉得 在刚刚开门的那一刻 黑白无常已经在向自己走 老爷子看后也是无奈 这个倒霉儿子几十岁了 还喜欢在门后耍大刀 苏宇这边也是尴尬的询问 那个我们还打不打 这时继母也是恶人先告状 爹 那些人都是跟硝烟一虎 来祸害我们内兰家的 可刚说完就迎来一个大嘴巴 打完的老爷子 就是对苏宇行了一礼 感谢苏大王的灵权 这一幕也是让奈兰云梦 真正见识到了 大王山产物的功效 他本还以为 就是普通的营用手 老爷子谢过之后 再次拜谢苏宇 可以前来解救自己的孙女 继母看到后 也是气得对着老爷子大骂 你是不是老胡同 他就是跟硝烟一伍 都把我打成这样了 你还不快点 而习图报处 刚说完又迎来一个大嘴巴 这看的大王山的众人 诸心里一凉 果然是暴脾气的武士级人物 还喜欢打人物 那兰雄看到也是轻声询问 爹 你这是为何 听后的老爷子 也是怒视着自己的 为何 那就问问你这个贱人 我为何重伤了 那兰雄 你真是去了一个好戏 灵雅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继母听后也是惊慌失色 爹 你要我解释什么 重伤你的是硝烟 大家都看到 老爷子听后也是沉默起来 硝烟那孩子 对那兰家有怨气 但是我知道他不会下死神 说完又对着那兰云梦说道 你是不是怪爷爷 刚才没有救你 爷爷不是怕了硝烟 也不是不救你 你以后会明白的 硝烟是爷爷好友的 最后一丝血脉 爷爷不能下死神 你和他的娃娃亲 也是因为这个 没想到现在闹成这个 说完一身杀气 看向继母灵雅 你这个恶夫 自从嫁入我那兰家 就不得安生 与何欢宗串通给我下来 看到自己的丑事都被戳穿 灵雅也是赶紧求饶 一时鬼迷心窍 老爷子作为长辈 不好意思说什么 只能摆摆手 对着那兰雪 你自己娶的女人 自己处理 说完就带着苏宇 等人去客房休息 明天大家好好聊一聊 此刻身灵深处的 硝烟气喘吁吁 高阶武士果然厉害 无视我一个 刚入门武士可以比 何欢宗少主听到这话 也是得意气 知道就好 乖乖投降少受一点罪 可让硝烟像一个 只会跟女人黑黑黑的人 投降他怎么会愿意 这次戒子中的老爷爷 也是开口 小子把身体主动权给我 分分钟我吸干他 硝烟并不想交出身体主动权 于是果断使用出了 普通三千 边跑边海 有本事来追我 追到了我就给你黑黑黑 谁告诉你们 种田养狗的 就不是好的山大王了 次日一大清早 奈兰老爷子就命人 装了几大马车的 生活物资送给苏宇他们 毕竟大王山山门刚刚开业 物资还是短缺的 这简直让苏宇又开心又尴尬 不知道的还以为 是奈兰云梦的嫁妆呢 虽然知道苏宇他们 可以赶过来 就奈兰云梦肯定不会亏待他 但是老爷子还是露出 诚恳的表情哀求苏宇 看着苏宇他们远去 老爷子也是下令 从今天开始 奈兰家开始闭门谢客 全部好好修炼 再回到梁城之后 不知道今天为何热闹非凡 林耀阁的门口 更是聚集大量 特殊服饰的人群 片刻过后 韩大鹏也是打听回来 原来是林耀阁一颗林耀生病 那些都是冲着赏金过来的 炼药师和炼丹师 苏宇也是奇怪 询问怎么没有林耀师呢 这让韩大鹏很是尴尬 毕竟林耀师在那群人眼里 就是个高级的采药人而已 这让苏宇看着自己手中的徽章 觉得这群人 简直是赤裸裸的骑士 毕竟自己还有长期 收集林耀的任务 说什么都要去见识一下 说完就告诉白小龙 先带着那蓝云梦回大王山 自己带着韩大鹏 就来到了林耀阁 他非要拿下这个奖励部 大厅之中等苏宇他们进来的时候 早就已经人满为怀 身为一心炼丹师的林天看到 只是林耀师的苏宇被安排 和自己平起平坐 也是阴阳怪气气 看到这人这么针对自己 苏宇也是气不打击出来 韩大鹏也是赶紧打圆场 我们是赵老介绍管 林耀阁的管事 听到赵老的名头 也是赶紧安排入座 林天虽然内心不喜 也没听说过这附近 有什么姓赵的炼丹师 但是身为炼丹师的身份 他还是需要保持应有的寒养 可苏宇就没这么好的脾气 韩大鹏只能在身后 连忙安慰淡定淡定 我们是来领奖录 看到大家都克制住管事 赶紧抱拳表示感谢 同时也是告诉大家 这次邀请大家前来 是因为林耀阁的五级 林耀血无花病 只要能救好血无花的 可以在林耀阁内 任选三株林耀 听到这个奖励 苏宇也是知道 这林耀阁真是下了血 同时可以进入药园 那不是说自己 可以把林耀都摸一点 这么好的机会 他无论如何都要拿下 和一旁的林天 更是自信地表示 自己的针灸之术 肯定可以针到病毒 听完这话 苏宇直接把喝下的茶水 都喷了出来 一压的想给植物来针灸 这是人想出的事吗 这也让林天直接不干了 我只是质疑一下 你小小的林耀师 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 你居然如此的羞辱于我 苏宇也是自觉 理亏茶水都喷到人家脸上了 连忙给人一边擦拭一边解释 确实是我部落广文 第一次听说给植物针灸 没想到这直接让林天 觉得苏宇是在挖苦自己 对着苏宇发动攻击 这也是让苏宇急忙 拿出武器抵挡 这人火气怎么这么大 苏宇是挡住 可剩下的银针 全部飞向刚拿出 血舞花的林耀阁管氏 不仅是人被扎到了 就连血舞花都被扎了几根 管氏刚刚出来 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这么搞 房间内的所有人 看到这一幕心中都知道出事 就在大家接住张管氏之际 韩大鹏也是眼疾手快 稳稳接住血舞花 剩下的人也是立刻拱手 表示突然想起家中 还有急事就先走 林天和苏宇也是 你看我我看 你想问对方现在该怎么办 不管怎么样 两人总算想起了要先救人 张管氏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询问林耀怎么样了 韩大鹏也是赶紧安慰 没事的 你晕倒的那一刻就不有接住 只是被林炼丹尸扎了几针 好像比之前更加违密 听到这话的张管氏又晕了过去 他真的好想不要再醒过来 两酒过后醒来的张管氏 也是任命一般询问 二人现在该怎么办 林天和苏宇坐在下面 此刻也是大气都不敢哭 只敢小声相互埋怨 看到几人都不说话 张管氏的声音也是从房间内传来 我话就放在这里 今天要是这血舞花活不成 我们四个就不要活着离开这个房间了 林天看到事已至此 也是提议不如让我试试我的木灵回春真 张管氏也是捏捏眉头试试就试试吧 反正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在得到允许后 林天也是对着血舞花扎起了针灸 看着气势果然有模有样 宛如一个老中医 在林天的一番花里胡哨的针灸下 血舞花果然焕发出了生机 看到危机解除 林天和张管氏宛如没事发生 一般来上一波商业互吹 可没过多久 血舞花就长出黑斑迅速违靡 看到苏宇相看至上的眼神 林天也是恼怒 我也拿着我一心炼丹师的荣誉放手一搏了 麻烦你给点尊重好不好 看到他这个样子 苏宇也是叹了一口气 再怎么放手一搏也不能给植物港针灸 随后让系统掉出林天的信息面 当看到资质终上可加入大王山的时候 苏宇也是吐槽这种过色也能加入大王山 看到苏宇对着自己一下摇头一下叹气的 林天也气得火冒三丈 你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苏宇看后也不再理他 直接和几人继续研究血舞花 片刻过后苏宇也是拿出 从系统那里换来的化肥 给血舞花施肥顺便翻翻 张管事也是觉得就这么翻几下 就能救血舞花你是不是在逗 苏宇也是不确定 只能尴尬地表示说明书上是这么些 没过多久就在众人惊叹的眼神中 血舞花的黑斑慢慢脱落恢复生机 这等神迹也是让林天目瞪口呆 这金克拉化肥真乃神无疑 现在苏宇治好了血舞花 那不是说自己搞出这么多事 接下来一年要在林耀阁 当奴隶炼丹还展 想到这里林天直接抱住苏宇的大腿 苏大王求包养 求你带我回大王山 随便给个长老当当就行了 这直接让苏宇怨恶无比 什么货色也想跟赵老平起平坐 就在几人打闹之际 张管事直接偷偷把金克拉化肥塞入衣服里 这直接让苏宇看待了 喜欢就送你好了 真的没必要把金克拉塞入衣服里面吧 随后张管事带着苏宇来到药园参观 韩大鹏也是大骂这个 刚想加入大王山 就想祈祷自己头上当长老的林天不要脸 药园的吴长老看到这么快 就把血雾花质好也是开心不已 连连夸赞苏宇好本事 药园里面三级的灵药随便选三珠带回去 可苏宇并不着急选取灵药 对着所有灵药就摸了一个遍 吴老看后也是多次提醒三级灵药在那边 有人欢喜有人愁 林天看着苏宇的背影 也是感叹自己晋级二星炼丹师的希望就这么有 本来如果他可以拿到奖励 就会用三珠三个灵药换取一珠四级灵药 只要用一颗四级灵药炼成丹药自己 就可以晋级二星炼丹师 苏宇听后也是询问系统 林天是不是真的有二星炼丹师的实力 得到的却是肯定的答复 苏宇这才发现原来林天真的有点东西 看到苏宇止目不许 吴老也是有些微怒 苏宇微笑询问能不能换成灵石 这直接让吴老直接忍不住 自己的宝贝被人看不起 还想用灵石来比较价值 苏宇看后直接把身前的一颗灵药连根拔出 这些不是危言所听 你所谓的宝贝根本活不了多久 你看看这些灵药的根部都已经长了黑斑 症状跟血雾花完全一样 只是五级的血雾花比较敏感罢了 你们的土壤有问题 吴老听后也是脸色阴暗 这些症状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那就是药原的这些土壤都种植过地狱花 随后跟大家解释 地狱花是一个血香海的黑恶势力 种植出来控制人心的东西 一旦染上地狱花就会沦为血香海的奴隶 种植过地狱花的土壤 看起来确实是灵气充沛的样子 但是却无法为植物提供灵气 还会出现枯萎和黑斑 苏宇听后也是想起 这不就是地球上的鸦片吗 吴老此刻更是忧心 这些土壤都能流通进灵药格 可见血香海种植了海量的地狱花 看来他们这次是准备有大动作 想到这里吴老也是询问苏宇大王山那些金克拉化肥 能不能出售一些给灵药格 价格方面好说 听到这灵天再次抱着苏宇的大佬 大佬球包也 千万不要留我在这里当独立 下午回大王山的路上 苏宇很是不解自己已经帮灵天免除了债务这家伙 为什么还非要跟他们回大王山 灵天也很是不要脸的表示 就是你帮我免除了债务 所以你现在就是我的债主 我这个人很讲信用的没还清 你之前我会在大王山当个长老 不会走的 看到苏宇皱眉 灵天也是表示 我可是一心炼丹是保证你不会亏 而且我还是高阶舞者一手银针甩的 更是出声入话 偶尔给你当当保镖也是没问题的 就在两人聊天之际 远处传来一声大喊鬼影毒针 灵天也是眼中放光 居然在我面前用毒针偷袭 说完也是直接甩出自己的绝绝生死针 想让对方看看什么是关公面前耍大刀 果然生死针把对面的鬼影毒针叮叮当当的全部击录 灵天这时也是狠狠装了一波 在本恋单式面前耍毒针就是这个下场 而苏宇此刻脸色上了 你是不是少丢了两根 对方的两根毒针插你身上了 看到是这么一个二火 苏宇也是无脸 我要你个憨憨合用 而此刻灵雅也是微笑地跟着苏宇打招呼 小混蛋我今天找来了帮手看你怎么办 你本是一个安心种田养狗的庄家汉 可总有修饰喜欢招惹你 这不在回大王山的路上 灵雅就带着人偷袭了苏宇几人 可刚偷袭成功他们就后悔了 毕竟看到灵天额头上的一星恋单式标志 这时灵大也是率先道歉 这位大师这是我们和大王山的恩怨 还请你行个方便 日后我灵家一定奉上一份大礼 没想到灵天倒是挺讲义气 直接表示自己是大王山的炼丹长老 高贵的炼丹师是不会做出叛逃这种事 听到这话的灵家两兄弟也是直接拿出武器 想要来的一不做二不休 灵雅看后也是心虚起来 大哥二哥我们不是过来对付苏宇的吗 杀炼丹师是不是不太好 听到这话的灵大也是怒斥 要不是你误伤到他 我需要斩草出根吗 你要是早点毒死那兰老爷子也就没这么多事 看到二人散发出的气势 灵天也是直呼不好 但是两个终极武师 韩大鹏更是叫大家小心那两双拳套是中品武器 还不等苏宇几人摆好防御姿态 灵家两兄弟就朝着几人杀了过来 实力上的差距也是让苏宇几人难以招架 只有灵天凭借生死针法勉强抵倒 可也没过几回和韩大鹏就率先被人打飞连手臂也已经骨折 苏宇和灵天也是吃力不已 再这么下去真的是凶多吉识 这时的灵家两兄弟也是在清理拳套上灵天扎他们的毒针 二弟那个苏宇的砍柴刀居然可以挡住我的攻击 等一下你要小心一点 趁着这个空挡苏宇也是让系统赶紧把自己放在购物车很久的砍柴刀法买过来 看着被扣除的500万金帝苏宇此刻虽然肉疼 但是同好不送你 就在双方又准备大战之时 灵天连忙大喊都等下 家父乃中州郡二星高阶炼丹师 两位可否给个面子行个方点 灵大此刻也是皮笑肉不笑 大人我们这里只是东州的小地方 你说的那些我们都没听过 看到人家没什么反应 灵天又搬出自己的师门是中州的圣丹门 五圣丹影之一的赵五圣就是我的师爷 听到那个丹影也姓赵 苏宇赶紧询问那个是不是脾气很怪 而且动不动就发 韩大鹏也是补充把整个脑袋就连胡子都编成小变子的赵 看到两人描述的这么精准 莫非二人也认识师祖不成 灵大听后也是更加确定斩草出根的想法 随后叫上灵二这次务必搞定他们 要不然灵家肯定承受不住五圣的怒 这也是把灵天吓尿 本来还以为可以用拟头吓吓他 没想到反而弄巧成拙 就在两人冲到跟前之际 苏宇也是用出砍柴刀 看到灵大被砍伤 灵二也是急忙把他往后用力拉出砍柴刀的攻击范围 好过一劫的灵大也是惊恐的看着苏宇 好古怪的一把砍柴刀 居然一刀就把自己的中品灵器给砍碎 苏宇此刻也如同虚拖一般的一边询问系统怎么回事 感觉自己随时会晕倒 一边警告灵家几人现在收手还来得及 而系统也是告诉他砍柴刀在大王山境内可以做到乌乌不砍 但是离开大王山只能发挥出比中品灵器更强一点的威力罢了 刚才那一招已经抽走你一半的灵器 灵二也是告诉灵大苏宇在一直流汗 想来刚才那招对他消耗也不低 我们趁着他虚拖再来一次 灵大也是心知没有回头路灵器被毁 灵家跟何欢宗的交易也被苏宇搞砸了 拿不下大王山灵家根本无力赔偿何欢宗 稍微调整过后又和灵二发动了最后的攻击 生死存亡就在这一刻 苏宇也是真的怒了 为什么要这样逼我 随后用力一击砍出最后一刀 烟雾散去苏宇静静地站在原地 这是他第一次杀人 灵大也是轻声询问苏宇 一刀两命 剩下的灵雅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 可口放过自己的妹子 第一次杀人的苏宇头也没回 放心 我没有杀人的习惯 只要他不要再来招容我 看到这边的事情已经解决了 苏宇也是被两人抬回大王山 刚到大王山的那一刻 就传来灵天不可置信的声音 太太太师祖 您怎么在这里 赵老此刻也是坐在堂椅上悠闲地询问 怎么 我到哪里云游还需要跟你报备不成 这直接吓得灵天跪下解释不是那个意思 同时心里大骂苏宇和韩大鹏这两二货 肯定是知道不意瞒着自己 灵天四处看看大王山的人 师祖这大王山是你的势力吗 迎来的却是赵老摇摇头 不要多想 我只是大王山的一个恋丹长老 但是你怎么跟苏宇那小子混一起了 这一问直接把灵天的大脑快干冒烟了 这怎么回答呀 我要是说我是过来当大王山的恋丹长老 跟你平起平坐 不是给师祖一巴掌拍死 而这时韩大鹏也是过来见兮兮地告诉赵老 您听我说 事情是这样 你敢相信眼前这只小狗居然是大王山的最高站立吗 面对赵老的询问 韩大鹏也是见兮兮地把一路上跟灵天的丑事都说了出来 赵老也是没让大家失望就对着灵天一顿猛打 什么货色也想当大王山的恋丹长老 看到赵老生气 小小也是懂事的拿来奶茶 当看到自己的宝贝徒弟赵老马上又换上另外一副面孔 灵天看到小小喊赵老师父也是不紧 士祖你不早就不收徒弟了 这直接让赵老更是气愤 怎么 我收个徒弟还需要你同意不成 还不快快过来行李教师书组 这让灵天想死的心都用 按辈分这不是要五体头地才行 小小也是无奈 怎么莫名其妙就有个比自己小的独孙 虽然不情愿 但是灵天还是老老实实地跪拜起来 拜见师叔祖 小小看后也是让他赶紧起身 而韩大鹏在一旁甚是得意 让你压得嘚死 看着小辈们的闹道 赵老忧心地狱发现是这五周大陆又不得安生了 自己身为五圣也是该去肩负自己的责任 看到赵老要走 小小也是连忙询问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 白小龙和内蓝云梦也是担忧赵老 白小龙也是激动的提示 还有那个硝烟 纳兰云梦也是担心 还有何欢宗的少主和他背后的势力 这听的灵天满脸黑血 怎么感觉自己是来送死 一个只有武师的势力还招惹这么多敌人 师祖这个时候还要等 看到大家这么忧心 苏语也是抱起小毛球 谁说赵老是大王山的最高战力 赵老听后也是脸色阴冷下的 苏语你平时没大没小就算 只要小小开心我都无所谓 但是你现在说五圣不如一条图 真当你能承受五圣的怒火 说完爆发出五圣的气势 是把周围众人震的东倒西歪 小小看到赵老生气也是连忙安慰 苏语哥哥只是一时苦 苏语看后也是不以为意 小毛球在面前赵老的气势并没有威胁到他 这也让赵老觉得很没面 今天一定要给苏语和那只土狗 知道什么叫五圣的威严 苏语也是没惯的他 更是直言只要打赢小毛球 就给他一把杯奶 这直接让赵老兴奋的非要跟苏语击掌为事 要不然他不是很相信苏语的人体 看到小小开始担心起小毛球 赵老也是让他放宽心 自己一个五圣难道还会为难一只土狗不成 苏语不都废物 直接把小毛球放在桌子上 赵老左看右看也没发现有什么特别之处 为了不让小小伤心 他还是觉得轻轻碰一下就好了 说完果然轻轻挥手 倒下把小狗狗 这让小毛球一脸问好 赵老则是一脸不可思议 他虽然没用上什么力气 但是这个力道一个成年人也得了 随后又用出五图似曾跟白小龙一样的力气 看着小毛球还是纹丝不动 白小龙也是无欲 我果然连狗都不如 随着力道越来越大 小毛球也跟赵老硬刚了起来 看到力量已经达到五世纪 大家也是呆呆地看着平时可爱的小毛球 看着不拿出点真本是一人一狗就要耗在这里 赵老也是用出自己的成名绝技 单气九冲第一式 本以为可以结束战斗的招式就被小毛球一整拍飞 甚至还对赵老发出你行不行啊细狗的见晓 这让赵老直接忍不了 区区一只土狗也敢挑战晚生的威严 直接使出单气九冲第九世 小毛球这次没敢再拖大 猛地吸了一口气 强大的能量对撞也是把周围都震动起 再抵抗一下后赵老支撑不住被小毛球击飞 临走还大喊着绝对是一只胜兽 看着击飞赵老的小毛球 大家好像第一次认识一般 白小龙更是直接跪下 多谢狗也当初不杀之恩 收了一辈子的仙 到头来打不过一只小土狗 在被小毛球击败过后赵老很是不甘 堂堂五圣居然沦落到被一只狗欺负 可第二天带着偷学来的打狗棒法 也是没能逃脱被击飞的命运 第三天的捕兽家也是如此 第四天一身是伤得赵老很是屈辱 临天也是劝的 师祖要不算了 您不是还要去云游拯救世界吗 这直接让赵老不愿意 毕竟大仇未爆他很是不甘心 临天看着小毛球也是安慰 你不是说他试吃胜兽吗 打不过很正常 可赵老不管 同样都是圣级凭什么自己打不过他 回后拿出炼制的菊花残满地上 你只要拿着这个塞入小毛球 算了你拿去给小毛球吃下也行 这样我的大仇得报 临天看后当场实话 这老东西现在都毫无节操了 一边是师祖一边是圣兽小毛球 自己哪边都会死啊 可在赵老的淫威之下 临天不得不屈服 可没走出几步用来遮挡深情的树枝 就被飞来的剑气砍盖 看着断掉的树枝 临天也是觉得自己倒霉到家了 于是对着剑气飞来的方向 大骂哪个混蛋在找死 可顺着方向看去 只见地上躺的好几个人影 硝烟浑身杀气 还发出哥哥的怪性 这就是你们所求援的大王山嘛 那边那个异星恋丹 是傻兮兮的弱的狠 临天也是弱弱的询问 那个傻兮兮的是在说我吧 硝烟不理会临天 又是对着赵老嘲讽 还有那个蹲在草里 拿着树枝的老婆 你是在出宫吗 简直毫无廉耻可言 随后又往里面走得进去 这两个断手的垃圾也在啊 手无腹肌之力的小女孩 还有一只土狗 硝烟边走边嘲讽 你们惺惺念念的大王山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啊 那个拿着砍柴刀的少年呢 让他出来 看到没人回应 硝烟又抓着 内兰家的一人嘲讽 这就准备断起来 老夫我还没吸过瘾 纳兰云梦此刻再也忍不了 拿着武器就向硝烟冲了过去 可硝烟只是轻轻一倒 就把奈兰云梦 震飞十几米远 一个苍老的声音 从硝烟的口里发出 纳兰云梦就凭你那中品武者的实力 还是老实呆着 要不是答应硝烟 那个小家伙不能杀你 就凭你敢对我出手 现在已经伸手一出 纳兰老爷子也是 让纳兰云梦不要轻举妄动 硝烟吞噬我们几个的灵气 无限接近五将水平 纳兰云梦没有说话 只是地上一瓶三级灵犬 随后让纳兰老爷子安心 不说他现在只是接近五将 哪怕硝烟现在是武王 在大王山也先不起什么浪花 这让硝烟甚是觉得好笑 一群老弱病残 还不如自己杀上和欢宗来的爽快 而此刻大王山一众人 都放下自己手头的是 定定看着硝烟 硝烟有种背后发凉的感觉 这群人怎么感觉 像看智障一样看着自己 赵老率先爆发出武圣的威压 说我是蹲路边 拿数只出弓 故知廉耻的糟老头是吧 硝烟也是心智不好 武圣的威压压的 自己动弹不得 大王山众人看后 也是魔拳擦掌 废物老弱病残是吧 说完大家一个劲的 潮硝烟冲了过去 没过几分钟 刚才还不可一世的 硝烟就吐血倒地 这动静也是把在睡午觉的 苏宇吵起 他还以为是赵老和小毛球 闹得没完 抬眼看去只见硝烟 倒在地上自言自语 看到了吧 这就是你心心念念的奈兰云梦 你想放过他到头来 踏上你最深 大家看着硝烟自言自语 还以为他被打赏 片刻后硝烟又狂笑起来 多谢你奈兰云梦 你刚才的权力 一击让硝烟彻底死心了 这时系统也是告诉苏宇 检测到大量能量聚集 对方快要突破 气息越来越浓烈 硝烟慢慢做起 现在起这具身体 完全由我掌控 潜力无限气韵无双的气韵之子 突破武将不是简简单单 奈兰云梦也是看出 此刻的硝烟已经被人附身 此刻硝烟似乎有些癫狂 我不但已经掌控身体 还继承了硝烟意外获得的 一伙青魂炎 可以灼烧精神力吞噬灵气 在他面前 你们的招式都是个效果 而系统此刻 也是对苏宇 发出收集青魂炎的任务 那兰云梦也是紧盯着硝烟 你到底是谁 硝烟此刻开心不已 忘了跟你们介绍 我叫魂佬一直寄宿在硝烟的戒指里面 但是现在这具身体是我 听到这话的那兰云梦 对着硝烟大喊 退婚是我后妈琳雅的主意 我一直都没答应 硝烟你是个男人就给我醒过来 听到这话的硝烟稍微有了一丝意识 云梦你们快走 跟他对上你们会死 我去 硝烟居然被暴打的自己都不认识了 在稍微有一丝清醒过后 硝烟也是对着那兰云梦喊道快走 可刚说完的他就被魂佬压制住 拿到身体控制权的魂佬 也是散发出邪恶的坏效 你们这里所有人的灵气都是我 听后照老也是慢慢地走不出来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 单气九冲第一势 说完一道强大的能量 就朝硝烟打了过去 打完还很嘚瑟地对着那兰云梦炫耀 小姑娘你的情郎被邪恶附体 又掌握十大一伙之一的清魂炎 我必须下重手你可不要怪我 不过你放心他现在无限接近五将 我已经下调灵气最多就是了残废 不用谢我 可刚嘚瑟完硝烟就发出嘲讽的坏效 五胜就是厉害差点没挡住 要不是我有清魂炎和吞噬功法还真的残废 随后更是肆无忌惮起来 多谢老头子 你灵气的味道好得很 我很轻易就突破 看着硝烟越打越厉害 苏语也是抱怨你行不行啊赵老 这直接让赵老爆发 拿自己的灵气去反哺自身 让堂堂一个五胜被人质疑 打不过一条土狗还打不过你一个小小武将吗 爆发过后赵老直接化身成一个黑色能量团 直接朝硝烟冲杀过去 搞不定你我直接不活 果然圣怒的五胜之威不是现在硝烟一个武将可以抵挡 攻击一套跟着一套根本没给硝烟喘喘息的机会 五胜的攻击也是让硝烟忍不住口服鲜血 苏语此刻也被赵老的残暴惊吓到了 对硝烟身为小说主角到处穿越到别人的漫画里面 不会这么没了吧 即便这么惨了赵老还是没有收手的意思 对着硝烟又释放了最强大招规派气功 看着下面天东地裂的爆炸 赵老也是认证自己的猜想 只要不是故意攻击大王山的本体 那么攻击就不会被反弹 看着赵老的DF2连 那兰云梦也是留下颤火的泪水 硝烟对不起 你犯下的罪孽太多 而且我也没有能力救下 可身后的那兰老爷子 却告诉他那个硝烟不一定死得了 就在那兰老爷子说完的时候 一只血手就在废墟里面伸出 硝烟一伸一伙包围全身慢慢爬起 好疼好疼 稍微调整过后硝烟大笑起 不愧是武圣的灵气差点把我给撑爆了 这灵气真是够近 看着硝烟的样子 那兰老爷子也是惊恐的自语 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怎么打都打不死 硝烟看到大家的惊恐后也是得意起来 我有青魂炎护体不但打不死 还会越打越强 那个老头你要不要再打一下 我已经武将中底 赵老听后也是脸色阴沉 苏宇看到也是劝道你灵气已经忽结 还是不要上 硝烟看到赵老不为所动更是得意 你也打了这么久 我不理上网来一下怎么都说不过去 赵老此刻内心极度煎熬 手臂受伤加上灵气忽结 面对硝烟的挑衅五圣的尊严不能逃避 看到赵老还敢应战 硝烟也是直接打出青魂炎 想要一击吞噬五圣的灵气晋级 苏宇看到这攻击也是准备想要出手 毕竟现在的赵老可能已经没有灵气抵挡 就在大家都在担心之际 赵老一把抓过小毛球 狗哥看你 而小毛球也没有让他失望 把青魂炎的能量都吸了进去 这让赵老开心不已 狗哥你果然没给我们圣级丢脸 可没吃多久 苏宇就让小毛球捅下 那个青魂炎自己还要收服吗 可不能就被小毛球给吃光了 这也让硝烟很是气愤 当着他的面说要收服他的青魂炎 真是不把他放在眼里 于是硝烟趁着这个喘息机会 释放出自己压箱底的技能 他要让这个狂妄自大的家伙 知道什么是青魂炎 苏宇还是如同一如既往的淡定 我要用小毛球一下算我输 果然就在攻击到达的那一刻 苏宇轻松的单手接下 我确实不知道什么是青魂炎 但你是对系统一无所知 只要没有特殊说明 系统让我收取的物体 我都可以徒手皆知 烟雾散去 大家惊叹地看着单手抓住青魂炎的苏宇 这个家伙什么时候这么猛呢 硝烟更是不敢置信 这东西就是五圣都不敢应接 况且已经灵魂绑定 其他人更是不可能掌控 听到还有这种说法 苏宇也是告诉系统给青魂炎解绑 就在大家更加不可思议的目光中 苏宇把解绑成功的青魂炎 收回自己的体内 这让魂佬差点直接当场吐死 自己刚掌握不到一刻中 硝烟继承的青魂炎就被人收走了 赵老也是吃惊不已 他发现苏宇身上的秘密实在太多了 魂佬平复了一下心情 召唤着远处的武器 释放出了硝烟的专属技能火动3000 朝着苏宇杀了过去 把青魂炎还给我你这个混蛋 看到硝烟这么激动 苏宇也是默默地拿出砍柴刀 一招破甲断金就朝着硝烟挥了过去 硝烟的门板大刀也随着断裂 看着自己的上品营气被那砍柴刀击碎 硝烟也是傻傻地询问你到底是谁 徒手接青魂炎又回我兵器 面对询问 苏宇还是那么的淡定 大王珊珊大王苏宇 在大王珊我可是无敌的 看到苏宇还要装 硝烟也是想要跟他拼了 没想到直接就被赵老一脚给弹飞 活动3000是吧 吞是心法是吧 一虎是吧 配合起来因我这个五圣是吧 老夫纯五圣级力量输出你吞是给我看看 有没有炼体功法耐不耐作 看到赵老又发火 奈兰云梦上前轻轻地祈求 苏大王 还不等奈兰云梦说完 苏宇就告诉赵老留他一条命 此刻被打的妈妈都不认识的 硝烟也是求饶 老爷子不要打 那个魂老已经被打晕绝了 我现在是硝烟 赵老思索片刻后又坏笑起来 那又如何 我又不认识 一个种田养狗的大王珊 到底是什么样的势力 可以把硝烟打成这样 奈兰云家也是看着大王珊 暴打硝烟发出感叹 为了搞清来龙去脉 苏宇也是拉着白小龙八卦 据白小龙了解 奈兰家和硝家本来是世交 几年前 硝老爷子替奈兰老爷子挡刀去世 才开始墨落 硝烟从小寄居在奈兰家门下 家族衰败多少有点自卑 两家都是以武力家 纳兰云梦很早就展露出天赋 而硝烟反而是废柴一个 连最基本的武徒都入不了名 虽然寄人篱下 但是原本硝烟在奈兰家过得还算不错 直到几年后 奈兰云梦的生命去世 纳兰云梦也从那时候性格冷淡 许多不再和硝烟说话 继母琳雅到来后 更是安排硝烟住进柴房 不仅取消他们两人的婚约 更是把硝烟当作吓人一样式 在一个血液硝烟偷偷离家出走 再回来就是这样的 白小龙越说越上头 完全没有注意到后面过来的那兰云梦 看着白小龙被拖进小树林 苏宇很想知道硝烟消失后的故事 于是他对着硝烟一货着魂老询问 你俩谁给我讲讲后面的故事 听到这话的硝烟就要破破大骂 可看到苏宇慢慢的拿出砍柴刀后 就急忙解释刚才那个是魂老 我现在变回来 我讲给你听 红奈兰家出走后 硝烟就被林雅派人追杀 心灰意冷的硝烟只好跳下悬崖 没想到山崖下面有着一处天然的火灵泉 硝烟就是在那里把火洞三千修炼到大场 而且还在里面发现了林雅和上品灵气门板大刀 之后杀向奈兰家苏宇也是知道 一直都在被何欢宗少主追杀 在快被杀死的时候 让魂老控制了身体 魂老直接带着何欢宗少主杀到那篮家 那篮家被迫来大王山求援 硝烟也就跟了过来 听后苏宇也是觉得 气韵之子就是不一样掉落山崖能捡到宝 其他人也只能摔死 系统更是提醒 如果宿主没有出现 那么硝烟肯定是他的第一选 非考虑解绑魂老让其加入大王山 听后的苏宇也是对着硝烟笑道 虽然你打到这里 但是无冤无仇我下不了手 你要愿意就留下不愿意就算了 这让硝烟一愣 当初他要是也这么豁达 也不会跟那篮云梦搞成这样 还杀了那么多人 这时不远处也是传来 白小龙被暴打的声音 苏宇看后也是给硝烟竖起大拇指 这样的那篮云梦以后有得你受 硝烟也不接话 毕竟是自己的未婚妻 只能改口就算你不杀我 我体内的魂老也会不断蚕食我的灵 听后苏宇直接在系统里面 拿出吸尘器卡片 对着硝烟就是狂吸起来 没多久魂老就被吸尘器 压缩成了高品质的魂巾 服用可以提高灵魂力量 看到这个魂巾 小毛球也是跑过来 疯狂地对着苏宇摇尾 看到小毛球这么喜欢 苏宇直接丢给了他 看着小毛球静静有味的样子 硝烟也是感叹大王山的恐怖 夜晚内篮一家 也是向苏宇请求 让他们在大王山山脚建房子 也在大家吃饭的时候 地下室的门被打开 那篮云梦偷拿了苏宇的钥匙 打开硝烟的笼子 你走吧 除非你有能力 让那篮家原谅你 要不就不要再回来 那篮云梦不知道的是 他和硝烟温情的告别 被楼上的几个人 全部看在眼里 苏宇也是郁闷的要求 自己明明就暗示的 那么明显 让那篮云梦要求硝烟 加入大王山 怎么就会搞成这样 白小龙看到苏宇抓耳挠腮的 还以为苏宇看上那篮云梦 见不得人家偷拿钥匙 去放了晴郎 这让苏宇直接飞下 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整天不好好修炼 天天学人家八卦 抱打白小龙后 苏宇气的回到房间 刚想喝一杯奶茶 压压惊 却看到半空的冰箱里面 只有一封信 赵老直言奶茶 自己全部拿走 现在有小毛球坐镇 自己很放心 第二天那篮雄 也是找到那篮云梦 质问怎么可以把硝烟放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 在等着拿他尝诺 听着他们争吵 正在被自己徒孙 教自己炼丹的小小 也是头疼脑胀 大王山好像又恢复了平静 每个人都在忙着修炼提升实力 只有苏宇在喝着肥沾水感叹 怎么之前找他麻烦的 五长空和柳思源都不来了 他不知道的是 此刻柳思源正在找五长空商量 怎么搞垮大王山报复苏宇 这个柳思源又来怂恿五长空 对大王山出手了 可五长空对着他 就是一顿嘲讽 现在自己是五家的家主 自己感谢苏宇还来不及 那怎么可能去跟大王山作对 没人找麻烦的苏宇 在大王山也是无聊透的 于是他决定把这个月的钱 全部用来抽奖好好课金一波 没想到一向黑脸的苏宇 这次居然人品大爆发 延续抽中宁兵楼 耀田还有丹顶 这让苏宇觉得系统 真的让他在种田的路上 越走越远 说好的天下第一宗门圣地 现在不但需要种田 还需要开餐馆 迎客这怎么能在同行面前抬得起 于是苏宇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看到苏宇做个甩手掌柜 大家也无可耐 小小拿着苏宇留给他的 大王山丹顶卡片一时 也不知道如何使用 林天则是分到了耀田的卡 并嘱咐他早点种出 灵药升级二星炼丹尸 韩大鹏拿到的是铁藏 苏宇希望他拿着这个 可以早点晋级武施 纳兰与孟泽负责管理 大王山的迎宾楼 看到大家都能得到一些遗产 白小龙也是沮丧不已 苏宇只是叮嘱他要多加修炼 争取早日正式加入大王山 林天第一次见系统的召唤卡片 看着苏宇叮嘱的 只需要大声喊出 弟子仅尊师祖 法指这个使用方法深表怀疑 但还是抵挡不了 耀田的诱惑使用了解 看到耀田真的被召唤出来 林天直接被吓得惊呼 真的是虚空造物 真的是神级高手 不但如此灵药上面 还凝聚出耀云 这可是顶级耀田 才会凝聚出来的东西 这大王山也太豪横了吧 说完赶紧跪地 小的不该质疑师子 小的以后一定为大王山 鞠躬尽瘁死而后 小小看到林天的举动 也是开心的飞起 自己没有加入大王山之前 也是这么大惊小怪 韩大鹏自从拿到铁棍后 就爱不释手 忽然想起了赵老那时候 自创的棍子 本能的就脱口而出 打狗棍子 第一是狐狗拿命来 这直接气得小毛球 追着他满山跑 小小看着他们打了 本是虔诚地拿出卡片 喊出己尊师祖法指 看着眼前这个炼丹炉 小小内心无比欢喜 林天却是忍不住颤抖 这大王山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势力 那个炼丹炉灵气逼人 最低也是上天灵气 还自带一朵灯 纳兰云梦看到 大家都召唤出自己的东西 赶紧询问白小龙 这个位置行不行 可白小龙却是一脸的委屈 我就是个渣渣 纳兰云梦也没理会他 使用召唤卡召唤迎宾楼 没想到这个酒楼 还附送了基本菜 山脚下正常重建的那篮家 看到大王山 突然拔地而起的房子 也感叹着势力的神奇 而此刻的苏语 来到了他游历 这世界的第一站清风 这清风在东周俊猛方 是一个巨大的侠谷 自成一访世界 正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这里变成了各种野兽的天堂 中心位置甚至有着 六阶巅峰实力堪比武王的魔兽 苏语此次前来一方面 想历练一番顺便做做系统的收集任务 看到这里的生态 苏语对收集种子和野兽诱胆的任务 很有信心 可下一秒他就感觉到有什么不对 纳兰云梦给他的地图上面 明明标注了这里是个鱼塘 然而自己在这里转了好几圈了 不要说池塘就是一滴水的魔 正在兰云梦的画画水平 果然不能相信 刚把地图丢在地上的苏语 又似乎觉得哪里不对劲 一只巨大的猎豹赫然出现在他的面前 要不是苏语躲闪及时 这部漫画就可以下线了 躲开攻击后 苏语连忙询问系统灵兽诱宰的任务 也是摸一下就行 可系统告诉他 灵兽诱宰的收集 需要触摸额头5秒 或者对视20秒 即可生疼诱宰资料堂 这个要求让苏语哄是绝望 这种大型猫科动物 不要收摸一下或者对视 但凡失误一秒钟 就会直接下想 想到这里苏语让系统 帮他兑换一些强力胶带 拿到胶带后 又开始嘚瑟地挑衅起了猎豹 趁着猎豹攻击的瞬间 苏语把强力胶带粘在猎豹的后背 就在落地的一瞬间猎豹 就感觉到满清十大酷刑的滋味 苏语则是露出得意的坏笑 好好体会一下猫科动物的噩梦 猎豹也是一动不动 感觉背后一直被人拿捏一板 苏语可不想就这么放过他 于是拿着胶带 想要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 这直接把猎豹吓得魂都飞出来了 此刻山谷内有几人 正在看着苏语的景色 熊大 应该是一个富家公子哥 带着他的宠物猫往我们这里走 名为熊大的男子 听后也是满脸的饥妇 一人一猫也敢闯我青风谷 真是不把我们青风谷三雄放在眼里 此山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此路过 留下买路彩 可刚装完一波的青风谷三雄 就直接被吓尿了 对着他们迎面走来的是獠牙舍利 刚刚还想收点买路前的青风谷三雄 就被直接拍飞 熊大也是抱怨 这就是你口中的富家公子哥 带来的小猫吗 就这几人准备相互抱怨的功 苏语飞速从他们身上走过 看着被三人阻挡 撞在山坡上的獠牙舍利 苏语连忙安慰小猫不要害怕 这把青风谷三雄看呆了 把三阶妖兽獠牙舍利当小猫 苏语没有理会几人的眼光 趁着獠牙舍利昏迷 赶紧摸摸上去完成系统任务 五秒过后 苏语尊到系统的提示 三级魔兽獠牙舍利资料卡 生成宿主体制加三 符合竞技条件 看到系统任务完成 苏语赶紧帮獠牙舍利拔出胶带 疼醒的獠牙舍利再次落荒而逃 今天真的太憋屈了 这让苏语很无奈系统 买的胶带粘性也太强了吧 这时身后的熊老三头顶 正有胶带掉落 苏语看着那个稀疏的脑袋 急忙大喊别撕 没想到还是慢了一步 熊老三紧剩的三根头发 被连根拔起 这让秃顶最后的绝匠 被彻底击溃 面对熊老三的不怀好意 苏语也没打算惯着 直接和熊老三硬拼了起来 一击过后 苏语暗叹这个熊老三 看起来瘦瘦弱弱的 可力气大的出奇 熊老三也是震惊这个家伙 明明刚进击武士 居然可以接下自己的攻击 他更加吃惊的是 那把砍柴刀 居然把自己的铁锤给打碎了 于是告诉苏语 这山头是他们搁几个罩子 留下砍柴刀就可以走 苏语听后很是无奈 自己就是个山大王 没想到被同行打击了 连忙询问同行能不能免败 熊大听后很是讥较 一个武士出街的同行 说出去真是丢人 要不是自己等人 有着严格的职业操守 说什么都要弄死你 听到又是因为实力被鄙视 苏语连忙询问系统 能不能现在帮自己进击 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 苏语直接晋升到武士中阶 看到苏语这操作 三人也是满脸冷汗 这玩意可以随便压制 自己等军莫不是大势力的天之骄子 但是三打一还走的话 真是对不起山贼 这么了不起的职业 于是熊二在上防守头部 熊老三在后保护后防 青松鼓三熊 开启了他们的合体战斗人士 这直接把苏语吓得逃跑 大喊妈妈有几个精神病人跑出来 良久只见森林深处传来 苏语大喊破甲断惊 和强大的撞击声 声音停息过后 苏语坐在树桩上喝着灵犬 熊大最先恢复过来赶紧求饶 他觉得苏语的砍柴刀太过诡异 这几年打劫的身家买来的 中土人气被狠稀巴烂 熊老三此刻无比绝望 打又打不过 最后几根头发还被人拔了 还不如死算 熊大看着熊老三绝望的神情 也心疼不已 无奈形势比人强 自己也无能为力 苏语看后也很是无奈 毕竟头发断了不可再生 就在苏语正打算怎么处置 这几人的时候 一旁传来野兽的嘶吼声 抬头看去只见不远处的山上 占满了三间魔兽獵牢牙蛇利 这慢山的牢牙蛇利出来寻仇了 苏语看到后直接撒腿就跑 只剩被打得不能动弹的 清风谷三雄独自在原地等死 此刻苏语内心也是无比煎熬 只能不断安慰自己 他们是强盗 但想想他们好像说过 只要财物的一半并不伤人性命 还是很有职业操守 而且獠牙蛇利也是自己招惹过来的 难道真的要见死不救吗 獠牙蛇利此刻早已把 清风谷三雄团团围住 对他们来说人类都没什么区别 苏语最终还是没能狠下心 见死不救 一见面苏语就来个 天女丧花漫天的交代 同时也给几人送上灵拳 还没等几人反应过来 苏语又掏出了绳索 直接把三人套住拼命奔跑 这阵是我觉得清风谷三个 还是觉得死了可以轻松一点 果然不出所料 摆脱獠牙蛇利后的三人 只剩下半条命 苏语则是盘算着 今天什么都没干 就在系统那里花了一百多精力 满了灵拳和交代 想到这里的苏语脸色一黑 都是因为这三人搞得 自己今天亏大发 想到这里就要离去 毕竟就他们几人出来 已经人之意尽 看到苏语要走 雄大挣扎起身 大王请楼布 看到苏语的疑问 雄大连忙跪下 承蒙大王不气被我们打劫 还冒死就像我 以后出生入死 稀听蹲电 听后苏语也是一脸嫌弃 我是个山大王 没错 但是从来没有做过 打家劫舍的事 我不做土匪也不收土匪 雄大这事赶紧发誓 虽然一直在清风谷从事打劫 但从来没有伤过人命 而且收取的一半财务 更准确的来说 是在清风谷的 护卫费清洁费水店里 虽然价格归 但是服务周到 这让苏语很是无语 看来强制消费这个东西 在哪个世界都有 既然自己要在清风谷 历练一段时间 那么先来个试用期 收下几人也不是不可以 就在双方准备达成意向的时候 熊老三直接起身拒绝 我不愿意 自己花了无数天才地宝 才留下的三个头发就这么美 真的没脸跟你们一起奔赴那个人 越说越气的坐在地上 他虽然救了我们 但是我的头发也是被打毁 听到熊老三对三个头发那么执着 苏语直接拿着马克笔 在他头上画了三画 没想到如此敷衍的画工 就能把熊老三对着镜子一顿臭美 就这样几个土匪和一个山大王 很快就统一了战线 这几人也是上头 立马就给苏语安排上了轿子 没想到一路上叽叽哇哇的 他们就被野风群给钉上 被钉得满头包的熊家三兄弟 不明白野野风群 不是在红树岭妈 怎么跑到这里 没过多久就连三级的角蛇王 也出现在这地步 逃过角蛇王又遇到金刚大星星 每次苏语都是摸完就跑得最快 搞得熊家三兄弟被折腾得不行 夜晚的篝火旁 三兄弟正在讨论 是不是投靠了个假大王 几天下来要是没有这些灵犬 早就死瞧瞧 可苏语自顾自地看着地步 他已经出武师初级 晋级到了武师高级 附近的魔兽也都被摸了一点 现在只能去找四级魔兽 但是没有晋级武将自己又打不过 可不找四级魔兽自己又不能晋级武将 这就是悖论 就在苏语想怎么怎么破局的时候 草丛出现一个黑色的身影 苏语还跟着大家打去 这外形该不会是太敌熊吗 可熊大看清后 哆哆嗦嗦地告诉他应该是四级大帝暴熊 听到这话的苏语又开始逃跑模式 这让熊老三直接吐槽 苏大王还是一如既往的快 慢一步的熊家三兄弟就没这么好运 一掌一个的被拍得很是可怜 就在他们再次绝望之际 苏语回来了 可平时视如破竹的破甲断金 并没有对大帝暴熊造成什么伤害 熊老三看到苏语回来 很是得意地告诉大帝暴熊你的死气道 完全没有看到苏语此刻已经被吓得脸色苍白 他的权力破甲断金也只是给大帝暴熊弄了点皮外伤 这让大帝暴熊更加狂怒不已 苏语只能对着几人大喊你们快走 我只能支撑上一段时间 没想到这三个憨憨居然讲起了一起 说什么都要报答苏语的再次救命之恩 这次一定要让他们电吼 苏大王你快走吧 苏语听后直接呆住 这就是传说中的猪队友吗 直接把我给气乐了 森林中此刻不断地传来苏语的大骂声 拉着懂不懂啊 蛇皮走位 带着几个不肯先走的猪队友 苏语只能边跑边让系统抽脚 结果毛洞没有抽到 收了他们真是倒了八辈子没有 无奈他们几个还一直喊着苏语先走 下辈子再给苏大王安前马后 苏语此刻也是无比纠结要不要独自逃跑 毕竟自己真的没有能力救下他们 可下一秒大帝暴雄就没一口咬住 这又又又来了一只更大只的 五阶魔兽风铃狼王 当出现的那一刻清风鼓三人瑟瑟发抖 这东区的霸主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就连苏语也觉得这是要挂了的节奏呢 刚才把自己差点打死的大帝暴雄 就这么被眼前这个风铃狼王一口吞下 自己可没有任何一点反抗的心思 就在绝望之际 月空中突然出现一声暴怒 灭出哪里跑 只见来人脸色冰冷淡淡地说了一句冰连诀 周围瞬间气温阴冷 无数寒冰朝着风铃狼王攻击过去 风铃狼王不愧是五阶魔兽 强大的防御力并没有吃了太多亏 来人在月光的照耀下显无比强悍与美丽 苏语几个也在一旁讨论女子的实力 这五阶魔兽没有上体武器和武将中毒的实力 应该破不了 就在几人觉得有救的攻击 女子就被风铃狼王一尾巴申飞 重重地撞在后面的小山之上 看着撞击的力量 地旁的苏语都感觉到疼 可没想到的是这样的打击女子居然可以站起来 难道武将的防御都这么高的吗 女子挣扎站起来后脸色更加阴暗 灭处 本来我只想取那样东西 没想到你居然敢反抗伤我 那我也不必留你性命 熊大看着风铃狼王告诉大家 风铃狼王气喘吁吁的样子 好像状态也不太好过 好像风铃狼王看出女子的杀意 于是猛吸一口气想要一招定胜负 女子看后也不慌 还想用杀招 真当我冰连圣宫绝学当板上 说完直接拿出冰连灵魂 苏语看后也起了心思 我要巧了 出个门就能碰到一 怕不是把我当成硝烟了 激动片刻后苏语就打消了念头 不说那个一伙的威力 就看着女子跟风铃狼王打得有来有 自己就不可能打得过他 就在苏语胡思乱想的攻击 风铃狼王已经准备完毕 女子也很是自信的把冰连灵魂放在身前 在一人一狼发出攻击的那一刻 仿佛世界都寂静了一般 苏语几人赶紧抱头趴在地上 爆炸过后地面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 苏语几人等于波散去慢慢起身 怎么样了谁隐了 只见女子敌挺地站在原地目视前方 而风铃狼王的脑袋却被冰冻住 不久冰块破碎整个狼头掉了下来 五间魔兽风铃狼王就这么被人斩杀 女子果然苦苦如斯 熊大爷在这时提议我们偷偷地溜走 这样的强者就是动动手指都能捏死我们 就在苏语准备跟三人溜走的时候 系统突然告诉他请注意 宿主已经被杀起锁定 果然看去女子很是冰冷的 询问你们就想这么走吗 苏语听后赶紧解释自己几人路过打酱油的 看到女侠的神采才留下目的一二 可女子却还是冷冷地看着他们 你们一个个的面目争鸣 怕不是这清风骨的骨髓强盗 这气得熊老三就指着他大骂 老子这么清秀帅气 以这个臭娘们怎么说话 这气得苏语几人对着熊老三就是疯狂输出 这是什么玩意 打完给女子投去真挚的目光 美女不要误会 这个家伙有病 出来的急没带药 还请放我们回去给他拿药 可女子还只是冷冷地看着他们一动不动 几秒后鲜血从他口里送走出 杀气也在那一刻瞬间消失 已穿越到异世界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岛基建 这不碰到魔兽还需要美女出手相救 才能逃过一命 可女子也是因为打斗吐血晕了过去 熊老三建议趁着他晕倒快点跑 苏语不顾几人的反对 执意要给女子施救 熊大狠是无奈 一个要成为山大王的男人 怎么能如此心慈手忍 而熊二猜测可能是苏大王 想把他救活抓回去当压战主人 苏语脸色越听越难看 这几个没节操的家伙这样都不能消停 于是赶忙对着醒过来的女子道歉 陛下 按照你的要求已经把他们全部绑起来 他们几人从事山贼行业 多年一时赶不了这些职业习惯 还请你不要介意 可女子不理会苏语 还是自顾自的看着月亮 苏语看后更是尴尬 虽说女子受伤 但是醒来的她还是可以轻松制服他们几 作为21世纪大好今年的苏语 又做不到见死不救 两久过后女子才悠悠地看着苏语 你这个人很有意思 叫你把他们绑起来 你就绑了一点土匪头子的奥迹都没有 好像名声脸面这些对你来说一点都不重要 但是我猜你肯定给他们打的是活节 这听的苏语直冒冷汗 这女子心真的好心 还有他们一直对我无言慧语 是想把我气得再次吐血 但是这些我根本不在意 我吐血也不是被风骑狼王所伤 只是我那招的回事 我现在醒了对付你们几个武士措措有余 苏语此刻心里有谱说不出 那三人哪里是什么心理战术 就是纯粹的嘴剑耳 看到女子又凝聚的杀意 苏语把手伸到后背给熊家三人做了手势 最近的熊老三使劲看了苏语的手势 但是看不清楚 只能小声地告诉两人准备有动作 但是不知道苏大王的意思 这听的熊大和熊二想死的心都有 老说你眼神有问题审美更有问题 不知如何是好的几人商量 逼不动也不动 一切都有苏大王 这集的苏语想骂人 这几人怎么还不跑 女子在上面看着几人的小动作冷笑一声 你们尽管动手看看能不能伤到我 看到几人安分后告诉他 你们帮我做件事就放你们安全离开 听到这么简单就能解决危机的苏语连忙一口答应 助人为乐一直都是我们做山贼的公子 看到苏语答应女子告诉他 此物在风骑狼王腹部旗下三尺的地方 苏语听后胯下凉嗖嗖的 女侠你确定是那个位置吗 听到苏语的话 女子联盟拿起武器 果然是一群强盗 那单是我 你们敢打他的主意是不是不行 熊家几人联盟解释都是误会 马上照做马上照做 说完几人和苏语就来到风骑狼王腹部三尺的地方 女子忽然看到熊家三兄弟状态有点不对 只见几人对着风骑狼王腹下就说好错好大 女子也发现身体传来的躁荣 知道不好他果断朝着苏语攻击过去 baby你们居然下痒 苏语在触摸风骑狼王后也是告诉系统 快给我禁机武将 全力挡下女子的攻击 关键时刻禁机武将 这让女子更加确定苏语几人一早就涂抹布 说完又气得不行 这让苏语也气愤起 什么苦 狐匪下药不应该是蒙汉药吗 采花贼才下春药 说完又指着熊家底 你见过给自己人下春药的吗 而且还是几个大老 可女子倒在地上心如死灰 你们这种伎俩我在宗门见过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自己人又怎么样 说完留下泪水只恨自己心慈手软 没有早点杀了你 结果沦落到这个田地 就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 这女人的脑没露气的苏语脑子疼 只能喝瓶三级灵犬紧如仙 喝完又丢三瓶给熊家三人 快喝完戒备起来情况有点不动 再拿出最后一瓶系统告诉苏语 金币余额不足请宿主通知 金币都在对战大地暴雄的时候花光了 但是苏语还是把最后一瓶三级灵犬拿给女子 没想到女子用出最后的力气把灵犬打开 看着最后一瓶灵犬被这么浪费 苏语也是大骂你干嘛 可女子却是满脸泪水 下了春药还不够 你个卑鄙无耻的山贼还想下其他药 这气得苏语直接走开 好心你当驴干肥 反正最后一瓶了 你就自己留下发春嘛 你穿越到异世界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导基建 这不想要给美女解读 还被人当成下药的淫贼 这也气得苏语大骂在救你我就是不 你就留在这里自己发春吧 看到苏语气的离开 女子才觉得难道自己真的误会他了吗 也在这时山上传来了和欢宗新少主安无天的冷笑 冷时是本少主为你调制的春要怎么样 身为冰联圣宫的圣女被一群肮脏的山贼亵渎自卫如何 需不需要本少主来拯救你 刚说完的安无天就看到熊老三在对着风气狼王附下三指的地方挖着什么病兴奋的大喊我的大宝贝 这直接把安无天吐晕了过去 这山贼到底什么呢 醒来的安无天连忙问手下这山贼都是什么口味 放着那么美丽的圣女不动 对着一只野兽兴奋起来 想到这里的安无天立刻告诉手下 我实在受不了了 立刻杀了这群山贼和冷湿湿 要最严酷的方式 说完的几人立刻冲下山去 见面就和苏语对拼了几 可紧紧一击 安无天就发现自己手中的长剑居然出现了裂剧 这可是自己寄人少主之位时宗门赏赐的上品名气 这气得安无天吩咐两个高阶武士 随从一起上杀了苏语 苏语急忙招架并让熊大他们快跑 这个安无天太不要脸了 身为高级武将还要拉人一起 群殴自己这个初级武将 熊家三人听到苏语的话立刻拔腿就跑 完全不顾躺地上的冷湿湿 这气得苏语直接竖起终止 你们这几个混蛋打仗不行逃跑倒是快 至少也该把冷湿湿抱走 也在苏语出神的功夫脸颊被划伤 没想到看到苏语有危险的熊大 他立刻拿着冷湿湿的宝剑就冲了 感动我们家大王我弄死你们这帮混蛋 熊老三在远处看着战局对着熊老二说道 怎么办 看样子大哥和苏大王完全被人压着的 熊老二看后立刻准备上前 老三你把那个女的拖走 当好我去帮大哥和苏大王 由于没有武器 熊老二直接搬起旁边的石头就加入战场 可冷湿湿还在怒骂 滚开你们这群肮脏的强盗不要碰我 熊老三更加不耐烦 要不是苏大王的命令 他才不愿意救这个女人 同时熊老三想到对方一个武将中阶 和两个武师高阶 自己这边苏大王是武将出阶 大哥二哥都是武师中阶 武器也只有两把 他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他看向冷湿湿说到那些人 明显就是冲着你 所以我们不管你的话 跑跑应该是没问题 听到这话的冷湿湿也冷笑大骂起来 强盗就是卑鄙 这就想把我交出去吧 杀了我吧 不杀了我 以后我不会放过你们了 可熊老三也对着他吵狠 什么强盗强盗的 苏大王救你几次 既然苏大王让我们救你 那么我肯定会救你 三级解毒灵拳已经被你梦泊了 但是我这里还有半瓶二级灵拳 你喝了可以恢复一下伤势我们的跑步 能不能逃过这节看你自己 听到这话的冷湿湿瞳孔真大 从他搁之窝拿出来的水还被他喝了半点 我宁愿死也不喝 而熊老三可没耐心惯理他 强行把灵拳给冷湿湿惯了下去 搞定冷湿湿后熊老三起身 好了 你自己在这里恢复吧 我也要去帮忙哦 此刻战场上也迎来了短暂的停歇 安无天看着全部被砍碎的武器 对着苏宇说道 小子把你的砍柴刀给我这件事 我就当成误了 那个女人留下你们可以走 看着苏宇几人遍体鳞伤的又笑了起 当然你想继续打也没问题 虽然我们的武器都被打碎了 但是实力的差距 灵气的差距你应该很清楚 苏宇听后冷笑起来 用女人的命来换自己离开 这种是本大王可做不出的 但你以为你是谁啊 说杀就杀说放住 冷诗诗此刻也在慢慢恢复 他心里似乎知道苏宇不会把他交出去 安无天还在威胁跟自己作对 就是跟和欢中作对 可苏宇已经拿出清魂岩 这东西可以吸食对手的灵气 对于苏宇来说 这东西跟吸血没啥区别 作为21世纪有志青年的 他心里接受不了 但是作为底牌保命还是很好用的 看到清魂岩的那一刻 安无天立刻让手下后退 已是萧炎 杀了我大哥的萧炎 冷诗诗看到苏宇拿出清魂岩 也是知道苏宇想对付自己的话 完全可以用清魂岩来伏击 苏宇此刻很是愉悦 萧炎你就帮我背这个锅吧 安无天惊恐片刻后冷笑起来 你以为就你有底牌 我大哥就是大意了 没想到你会有清魂岩这种东西 冷诗诗看到安无天的状态后立刻大喊 不好 他要用那招了 已穿越到异世界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岛基建 这不拿出清魂岩本以为绝地翻盘的 你却被人嘲笑 难道只有你有底牌吗 只见安无天一声怒喝 大欢喜 无界浮屠 说完苏宇几人看到天空中立刻一变 宛如西天极乐世界 看到苏宇呆滞的眼神安无天笑了 武将出街根本学不了精神类功法 只能被无界浮屠耗光精神力而死 除非能有人打断他的施法 或者离开自己武藏距离 要不然全部都要等死 就连他的两个随从都要立刻运转和欢中的秘书 但也只能抵抗骗他 也是是虽说离得远些 加上高阶武将的实力 但是本身受伤 加上中了春药 相信也抵挡不了多久 看到局势全部被自己掌握 安无天得意的笑了起 实力高法宝强又怎么样 出来混的最重要的是需要有脑 说完走向苏宇 你说何必呢 本来你只需要给我砍柴刀 可你为了个女人逼我用出这招 真是个冲动的年轻人 嘲笑完就要伸手去拿苏宇的刀 现在砍柴刀还不是给我 刚接触到砍柴刀的那一刻 苏宇就醒过来大喊有小偷啊 这一惊呼直接下的安无天中断施法 你怎么不受影响 苏宇也是奇怪什么影响 刚才我看的入迷算不算影响 冷时是一边庆幸苏宇打断技能 释放赶紧运工疗伤 一边也在好奇 为什么苏宇不受影响 苏宇看着安无天赞叹 虽然你人比不准 但是不得不说 刚才你的线条走势 那些人物体态 真的很有艺术成分 你只要在这方面努力 肯定能成为大艺术家 这听的安无天一头误手 艺术家是什么东西 难道还能比我的少主之位高不少 听到这问题的苏宇认真的思索后 告诉安无天 艺术家大概就是画画唱歌跳舞 非常厉害的舞法 这直接把安无天气的当场出现 随后散发出浑身的恶意 以成功激怒 居然把本少主比不化是歌姬之流 我会让你为你的傲慢 藐视付出英勇的代价 这转变让苏宇很是莫名其妙 自己不是在夸他吗 还不等苏宇反应过来 安无天已经飞到身前 重重的一拳就把苏宇给打飞 这力量让苏宇直接撞在后面的小山之上 苏宇更是直接被捏住脖子 你让我这个偏偏白衣少年 露出我最讨厌的八坏腹肌 你知道这后果多严重吗 小小出击武将居然可以抵挡我的无界腹肌 难道你对双修和欢的理解比我高不成 你不是要就冷失师吗 我当着你面对他发泄最原始的欲望 这才能解我心头之恨 感觉到不对的两个随从立刻冲 少主那招禁术并不完整 风险很大 可以为时已晚 大欢喜 禁术 探魂 你穿越到异世界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搞基建 这不就被人使用探魂术 想看看你脑子里面都是啥东西 系统也在第一时间触发保护机制 你获得了短暂的安全 可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苏宇询问系统 他这么想看 那么能不能只对他开放一部分权限 听到可以后苏宇露出邪恶的坏性 安无天你不是要看和欢之术吗 我前世珍藏4K高清五马 各位导博老师的创始神作就让你看个够 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和欢之术 从来没有听说过 在整整几百个T珍藏影像输送完成后 安无天头冒青烟显然已经超出他的承受范 苏宇看后很吃得意 作为和欢宗少主 你死在这种神迹之下也算死得气 看着安无天七笑流血 两个护卫担心不已 还以为是尽数反噬的原因 在两个护卫的搀扶之下 安无天并没有倒下 这下的苏宇冷汗直流 这家伙这样都死不了了 现在的他已经没有钱买灵权恢复伤势 实力又打不过 难道今天真的要栽在这里 说完两人都缓缓走向对方 就在苏宇想要素死一搏的那一刻 安无天直接跪下 招闻道 稀可死 猥亵消失传道 说完更是五体投地 虽然现在的我只能体会万福之一 但是余下的我不封印在脑海里慢慢体会 这转变也让苏宇觉得莫名其妙 无知的我居然敢对消失出手 简直就是丧尽天良 无论消失做出如何处罚我都无怨无 苏宇听后呆愣言明 不知道如何接下安无天的话 只能安慰自己反正自己抱的是消炎的名头 已经远远超出我的范围 哪怕是宗主也不能忘记向对 消失对我的传道 确实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磕头就能原谅你 从今天起从我而下 和欢宗全部要对消失之失礼 若有不从者杀无赦 越说越激动的安无天继续说道 我要回去刺亡杀架 杀光那帮愚昧无知的邪教徒 他们根本不配用和欢宗这个名字 我要以全新的理念建立新的和欢宗 听到安无天这话 两个护卫也是被吓上 这下闹这么大的 安无天立刻让他们闭嘴 随我回去建立全面的和欢宗 只有那样才配得上消失的和欢大道 走了几步突然回头 临行前消失可还有主 苏语只能给他打气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 直到安无天一直走远 苏语都还没反应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过总算是有惊无醒的故事 以后一定要努力修炼 不可能每次都这么好的运气 可没多久旁边就算来阴阳怪奇的生意 原来苏大王还会和欢大闹 消炎又是谁啊 我们坐等几时 本还很生气的苏语听后直接为民 我根本不知道安无天在说什么 我发誓我还是个储男 更不知道什么和欢之术 这么说你们信不信 还不等熊家三人说话 冷诗诗就捂着胸头妩媚的说道 不信 这让苏语直接又吓尿了 一个恢复伤势中了春耀行动自如的高级武将 我这是准备被强了吗 已穿越到异世界不好好修炼天天种田搞基建 这下好了准备被一个吃了春耀的高级武将 雷女强请绕 这傲人的高峰 挺翘的双臀 但苏语还是准备誓死不从 自己知道的都是理论知识实践的话 还是有点心虚 冷冷诗诗此刻 春耀发作他可忍受不了拒绝自己的男子 直接把苏语这个拒绝自己双修的男子打 无论是身材样貌还是实力武技 自己哪里让这个男人看不上 既然他不愿意那么自己高级武将的实力 用强野未尝过 苏语被剑顶住脖子的那一刻 他真的后悔没有好好修理 所以他冒险说出新业的台词缓解一下气氛 当这把剑离我的喉咙只剩0.0001公分的时候 我爱上了这位拿剑的女子 如果非要给这份爱加上期限的话 那么我希望是一万年 还不等苏语给自己这段演技打分的时候 就被冷诗诗抓着脑袋快速离去 冷诗诗此刻只想带着苏语找着山洞走下 熊家三兄弟开着飞走的两人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只能跟着方向爬上山头 他们很想救下他们的苏大王 可山洞里面传来各种交喘和反抗的声音又让他们动摇 明天过后是不是该喊冷诗诗叫做夫人 苏语看着晕了过去的冷诗诗 不由地感叹着你的脸皮这么厚的麻绸的我手多疼 两久后苏语还是对着冷诗诗大喊快醒醒 不要以为这样装晕我就会对你走了 冷诗诗很是无语的睁开眼睛 自己这么给机会 难道真的要自己去强暴一个男人吗 想完挣扎的起身 我没想到你没有趁人之威 苏语很是无奈 什么叫自己没有趁人之威 自己才是被抓来的受害者 要是以后传出去自己被个女的抓去强暴 那还怎么在江湖上混 看到苏语扭扭捏捏的样子 冷诗诗直接开口 我亲爱的苏大王 你在和欢之术的理解上 可以让安无天认你为师 何必不作较词呢 看着冷诗诗暴露的身材和诱人的声音 苏语连忙捏住喷出的鼻血 我只是理论知识比较渊薄 并没有实践过 你可以理解为我天赋异比 听后冷诗诗更加诱人的 爬到苏语的身边抓着他的裤子 如果我自愿跟你实践一次你愿意 这话一出 苏语的鼻血再也止不住 但还是猛地推开冷诗诗 大胆邀你 这可是你自找的 不要怪我不懂怜香西月 冷诗诗看后冷哼一声 男人 为了宗门 为了师父自己都不能死在这里 只能便宜他 想到这里流下泪水 等解毒后杀了他 自己回去宗门完成宗门的任务 就自尽为他尝命 本还在往冷诗诗上扑去的苏语 看到他流下的泪水 后也下了一击灵 他哭了 他根本就不是自愿的 于是苏语果断跑出山洞 21世纪的核心价值观 就是不能趁人之危 跑出山洞后 又找不到河流降下温 万般无奈的苏语 看到不远处有着一块大石头 举起石头 就往胯下疯狂的砸了下去 两久后才拖着流血的下体 慢慢走回山洞 这等危险动作 兄弟们可不要乱学 山洞内看着回来的苏语 冷尸是可是不解 既然你宁死不从 为何要回来 现在的我还能压制住不幸 但是等下我压制不住的时候 以你的实力一样反抗不了 这厅的苏语脸色煞白 我只是回来拿一下衣服 你不要再搞我了呀 你穿越到一世界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倒基建 这不就要被个中了春药的美女强暴 而苏语赶紧穿好裤子 有什么办法赶紧说出来 这厅的冷尸是咬牙切齿心里大骂 有便宜你不站等下也很你哭 只需要你不给我灵气 我就可以运转冰魂绝把毒排出体外 还不等他说完 苏语就一掌拍在他后背 团公是吧 我在电视上看过 这几动让冷尸是直接反手给他来了一巴掌 传公手对手就可以 你先我衣服干嘛 苏语也很是无奈 自己才修炼几个月并不清楚 以为跟电视上的一样 冷尸是并不相信苏语的鬼话 一个和欢双修之术 登踪造极的武将连常识都不懂这是骗识 肚气还没多久苏语就大喊饶命了 我准备成人干了 可冷尸是告诉他这个停不下来 自己刚才就要跟你说了 你自己打断 你我本来灵气消耗的就剩下不多 但是你身上有青魂炎 我才想要跟你试一试 山洞外的熊家三兄弟听到苏语一直在喊求饶 快要成人干了也是冷汗直流 这圣女这么猛的吗 就在几人面红耳尸之际 熊大听到苏语喊 他快进来帮忙自己快要顶得住 熊老二和熊老三都是暗骂禽兽 你们玩得这么花骂 熊大不理会两人的嘲讽 你们两个手好动口 苏大王也真是的 这种事还要帮忙 一进到洞内熊大就被青魂炎包裹全身 熊老二熊老三听得苏语的夸赞不由得更加汗颜 熊大你真的好猛 不愧是我麾下第一猛 一个小时后洞内又传来苏语呼喊熊二的声音 熊大躲在黑暗处瑟瑟瑟发抖 大王叫你呢 快去享受吧 山洞外熊老三看着自己的大哥也抱怨 大哥你要懂得节制 才一个小时你都快成人干了都 本着不能是自己一个受害者的想法对着熊老三说的 其中奥妙言语无法表达 一定要自己去领悟体会 放心吧 等一下就到你 又一个小时后里面传来了苏语叫熊老三换人的声音 熊老二虚弱的扶着墙被青魂岩整整吸了一个小时 而熊老三早已饥渴难耐 苏语看着跑进来的熊老三 怎么这么快我的青魂岩还没丢过去吗 看到苏语和冷诗诗穿着整整齐齐的在传功 熊老三知道自己被两个大哥骗了 冷诗诗看到这个强行为自己磕下他剩下半瓶灵泉的熊老三也是怒不可 直接把苏语推开对着熊老三用出了裂兵斩 强大的威力把熊老三给撞的七零八落飞出洞外 熊大和熊二看着这么快就出来的熊老三也搞不清什么状况 熊大赶紧询问你是不是说了什么难听的话 或者做了什么不演的动作 熊老三听后想了想都没有 自己一进去就被打不错了 应该是之前自己为了救他强行给他为了灵雪 熊大听后说到那就没事了 你那手还当落了风气狼王那 灵泉自己喝了半瓶还放在嘎吱窝 这听的熊老三爆磨 我当时是在救人 有问题 山洞内的苏宇盯着冷湿湿 所以你刚才是骗我 双手是可以拿开的 被苏宇这么问冷湿湿心跳越来越快 不知道怎么跟苏宇解释这个问题 苏宇看他心虚更加抱怨 你看看你把我都快吸成人干了 你要灵气你跟我说 我让我的小弟们都进来给你吸个狗 听得苏宇一直抱怨冷湿湿的暴脾气也上来 跳起就给苏宇来上一脚 除了你 我不想被其他男人碰到行不行 说出来后冷湿湿就后果了 怎么就一不小心说出来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搞基建 这不对着美女抱怨就被踢上一脚 冷湿湿更是直言 除了你之外 我不想被其他男人碰到 一不小心说出心里话的冷湿湿 面红耳湿不知如何是好 苏宇听后很是满意的点点头 难得你这么有眼光 我就勉为其难的原谅你 少女心被人戳破的冷湿湿 恼怒的对着苏宇说了声嘴 苏宇立刻麻溜的跑了没意 就连衣服也不要 第二日中午 熊家三人都在暴露 苏大王我们至于这么狼狈吗 连夜跑路现在是又困又冷 苏宇也是长叹一口声 我们是在逃命能够狼狈吗 我连衣服都没拿呢 趁那个女魔头没有反悔 有多远跑不远 本准备继续抱怨的几人 突然默不作声看着树上 只见全胜状态下的冷湿湿 提着宝剑冷冷看着他们起 熊家三人连忙跪地 宫颖女侠 看到几人的举动 苏宇也是狠狠咽了咽口水 这女人果真阴魂不散 就在苏宇的惊恶中 一袋衣服丢了过来 冷湿湿告诉苏宇 你的衣服全部都洗好 随后不理会苏宇 冷冷地询问熊家三人 为什么要逃跑 这下的几人连忙解释 只是出来散散步 看到这边竹子 比较特别想要给女侠 你做个教育 说完几人真的过去倒不了情 没多久一张崭新的 VAP豪华教育就被做了出来 冷湿湿也不客气地 直接做了上去 同时也告诉几人 自己还没想好去哪里 就先跟着你 更是要求苏宇 路途无聊给女王 我唱歌助住行 这让苏宇忍不冷 自己三番五次地救你 你还让我唱歌助行 熊大看后立刻劝他 苏大王好男不跟女动 况且我们也打不过他 初期床头吵架床卫阁 听到他们的议论 冷湿湿脸色阴冷 爆发出强大威压 昨晚的是谁再提一句就去死 看到苏宇还不肯救他 冷湿湿也是传音告诉他 这就生气了 昨天我可是被你们 气得吐血好几次 今天收个利息 给我唱歌歌就委屈了 更要命的是 系统告诉苏宇 现在冷湿湿是全胜状态 处于晋级边缘 反抗成功率为零 逃跑成功率基本为零 苏宇此刻就像吃了食一般 从来没觉得钱有这么重要 就连买一瓶灵权的钱都没有 随后任命一般微笑地 对着冷湿湿说到 吴就是唱歌吗 包女王满意 清风古片就在苏宇大王 叫我来寻山的歌声中结束 几天后苏宇回到大王山山门 对着里面就是虚弱的锅儿 35张紫金塔地底苏宇 分别是白小雅负责的零米两张 苹果18张 纳兰加的苹果12张 迎宾楼三张 看着手上的钱苏宇泪流满面 看来还是需要扩张水稻的面积 苹果有十亩水稻 才有一亩怪不得这么少 温馨提示一张紫金塔 等于一百上品零食 等于一万中品零食 等于一百万下品零食 也就是说苏宇现在可以兑换 三千五百万金币 这样的财力让身后几人都目的马带 苏大王这是在赤裸裸的炫富 明天这时也提着两大麻袋上起来 苏大王这是上个月 我和小小师叔组炼制的丹药 小小师叔组说 你有需要就给你留下来 说完打开给苏宇查看 炼制的有点多 大部分都是一二品的 就拿着麻袋装的 狗也喜欢吃大部分给他当零食了 还有一些成分好的 用特制玉盒装好 所在别墅保险柜里 冷时是几人 又再次被苏宇的豪汉给惊打 这么多有单运单气的丹药 那个狗也不会是条狗吧 丹药给狗当零食吃 请问大王山还缺狗吗 已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稿基建 这部大王山上个月 种地的收入 就连兵连圣公圣女冷食室都被惊倒 大王山的丹药更是多到拿来喂狗 苏宇吃着临天拿来的丹药 也不由得赞叹味道 并没有比赵老炼制的差多 听到夸奖的临天很是开心 不过自己可不敢跟师祖 这些都是因为大王山的药田 有药云还有神级炼丹炉的原因 这段时间不仅自己晋级了二星炼丹师 就连小小吃书族也晋级一星炼丹师了 这个消息让苏宇很是开心 小小真棒 小毛球看家也做得很好 丹药我们一人一半 熊家三兄弟听后被这苏宇的豪横惊倒 真的拿丹药喂狗了 但是冷食师的注意力 都在小小为什么会脸红上 这是临天弱弱的问小苏宇 我这个试用期你看是不是 不等明天说完的苏宇就点点头 很不错 可以转正 看到临天卫可以转正兴高采烈的样子 冷食师也是冷哼 这个二星炼丹师这么好骗的吗 居然还有试用期这种东西 看到后面过来的临天都能转正 白小龙急忙询问苏宇 那我呢 一旁的那蓝鱼梦也跟着求情 他最近很努力的搞卫生 而且也晋级为了舞者 听到那蓝鱼梦的话 苏宇才反应过来那蓝鱼梦原来穿了女服装 真是太好看了 完全没注意到身后就要冒烟的冷食师 听到苏宇的夸奖那蓝鱼梦羞红的低下了头 一旁的白小龙又趁机邀功 怎么样在我的教导下 鱼梦姐才愿意穿上 看到又有人脸红 雄家三兄弟连忙安慰就要抱走的冷食师 在外面我们要给苏大王一点面子 不就是收几个后宫骂在我们心中 你还是最大的脸 看到苏宇终于清闲 韩大鹏赶紧过来汇报 上个月大王山一切安好 就连鱼堂也被清理出来 这不由的让苏宇发了 他不说自己都忘记了还有鱼堂 连忙敷衍起来 不错不错 要给你夹奖 这听的韩大鹏很是无奈 不带这样的感 看到韩大鹏不是画大笔这套 苏宇赶紧安慰等我闭关出来 一定给你找一套好点的棍子 说完忍不住跑回别墅 我忍不住要闭关客金了 门口那三个憨憨你安排一下 留下来看大门 回到房间的苏宇突然想起 是不是忘记了什么人 想想又算了客金要紧 与此同时 山门外的空气突然安静下来 冷湿湿冷冷的 看着苏宇离开的方向 熊家三兄弟也是紧紧的 盯着冷湿湿的右手 生怕他突然拔电 小小和奈兰云梦 也静静的看着眼前这个女子 熊家三兄弟看着这尴尬的 一幕一动也不敢动 韩大鹏率先打破 压抑的气氛开跑 你们三个憨憨 苏大王叫我过来 安排你们当门卫 当看到韩大鹏 只是一个舞者的时候 熊大很是不以为意 这样的弱姬 这边几人也是抱怨 你这若鸡还跑最前面 现在想救你也打不过呀 于是就在双方的克制中 两边又回到原位对吧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倒基建 就连武王级人物 都在大王山扫地看门 苏宇的两帮手下 都很克制隔着围墙对骂 冷失失看着吵吵闹闹的局势 忍不住爆发起来 苏宇你不要太过分 回来之后就把我晾在这里 小小则是抱着小毛球 没有感受到这高阶武将的威压 但奈兰云梦却是 立刻摆出战斗之态 与此同时 大王山迎兵楼门前扫地的 两位老者也立刻爆发出 武王的气势回应 小女娃 来者是客 没有什么是一顿大王山美食解决不了 冷失失感受着这切切实实的 武王竟威压心思 这阵山寨怎么会有两尊武王 无论如何武王的面子 还是要是不好吃 我就把这里拆了 我兵连圣躬还不会被两尊武王吓的 小小和奈兰云梦听后汗影起 上次说拆大王山的坟头草都快长出来了 当冷失失几人看到迎兵楼 居然是琉璃座的 又再次被大王山给嚎到了 门口两位扫地的老者 更过有若无地散发出武王的气势 冷失失看后也是心有意计 扫地都用武王嘛 刚才自己是不是有点拖大了 可下一秒冷失失看到 那兰云梦对着两位老者呵斥 你俩在摆什么造型 地都扫干净了没有 这让瘦子很是难为情 云梦姑娘 在外人面前能不能给我和胖子一点面子 一旁的胖子也是附和给点面子 给点面子 可那兰云梦却是告诉他们要面子 也不是不可以 先把大王山的钱还了 听到那兰云梦的话 二人瞬间围米下 白小龙就伸出钢材的手指 两位大爷工作不到位 这怎么能叫一尘不染 这让两位武王忍不了 口也打不过算了 云梦姑娘是大厨 一个小跑堂虎鸡也来欺负 冷失失落座后 看着外面扫地的两人武王忍不住询问 给两位前辈安排这样的工作有点不妥 那兰云梦却很是无奈 自己也很想他们早点离开 可他们就是赖在这里混吃混喝 冷失失听后也没再说什么 他很想知道 为什么大王山能这么不屑两位武王 他们的底气到底是什么 片刻后白小龙给几人上茶 这茶水虽然是用大王山的灵犬炮制的精品 但免费送给大家品尝 吃食的价格表在墙上 我们是限点限做的 白小龙说完 大家都齐刷刷地看向墙上的价格 冷失失直接忍不住 你们这黑的也太过分了吧 一个馒头一中品零食 难道你们的馒头是零食做的不成 白小龙听后赶紧解释 这位姐姐不要随意攻击大王山的东西会被反镇的 你刚才只是激动没有复法 但是以后要小心一点 我们的美食绝对对得起价 这时冷失失也是发现自己武将的一掌 也没有拍碎着桌子还震着自己手旁 这大王山太过古怪 山前有阵法 武王及前辈所地 自己还是看看再说 看着墙上的菜单有个牙说的 十个馒头四碗米饭 四个煎鸡蛋 四碗鸡丝腻 白小龙刚想说话就被冷失失瞪了回去 只能指向奈兰云梦 现在有请我们大王山的主厨为大家现场制作 两位武王看着奈兰云梦也是赞叹 云梦姑娘的这门功夫越来越熟练了 要不是大王山的专属功法真想学一学 在他们眼里奈兰云梦的活面手法都蕴含着天地治理 做个菜都用这么豪横的功法 真是让人羡慕嫉妒狠 已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搞基建 这不就连饭馆都搞得有模有样 冷失失看着面前的饭菜也不由得低 这么贵就做成这样了 无论怎么样付过钱的还是需要尝一下的 就在养下去的内衣 冷失失猛地睁开眼睛 这味道让他想起了 小时候师父给的吃的冰山雪莲 他也从师兄的口中得知 那是师父用来续命所用的灵物 如果服用天山雪莲大长老 也许有机会冲击武功之锦 这样寿命又可以多上一甲子 听到自己的师父活不了几年 冷失失急忙往后跑 想到这里的冷失失泪流满了 这味道居然能让自己想起冰山雪莲的味道 等他稍微恢复心情后 就发现盘子里面的馒头已经空空如影 这让冷失失不由的大骂 你们三个魂当我才吃了一口 就不能给我留点 门外的瘦子舞王 看着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 边流口嘶冰抱 真是一群土包子 要慢慢吃才能对得起这些名物 可胖子却戳穿 他第一次吃到这些美食的时候 你比他们还不堪 一眼我一语两人 莫名其妙的就打了起 而房间内的憨憨三人组熊老三 正在吃着面条 就突破到了终极武师 熊大和熊二看着老三 也呆呆告诉大家 自己也突破到高级武师了 冷失失看着他们都突破 自己的瓶颈也在松动 是不是再吃多一点 就可以晋级武王了 随后冷失失又发现 这里的食物灵气吸收为100% 而且憨憨三人组突破 完全没有阻碍 也就是说可以无视避雷 想到这的冷失失立刻起身 同样的食物再来一桌 可白小龙却过来要求 他先把上一桌的钱结一下 这让冷失失很是想象 哪里有没吃饱就要客人结账的 白小龙听后也很是无奈 这是迎宾楼的规矩 先给钱后上台 我看你们是苏大王的朋友 才破例子 姐姐不要让我为难 这把冷失失气得又拍桌子 这什么破大王山规矩怎么这么多 但为了禁忌他人 直接把钱袋丢给白小龙 快点再上一桌 白小龙接过钱袋 不理会气呼呼的冷失失 很认真的数了起来 片刻后很严肃的问向冷失失 这位姐姐这里只有32块中品零食 和10块下品零食 就连上一桌的饭钱都不够 冷失失突然想起 好像确实没那么多钱 自己身为圣女的阅历 只有20中品零食 在大王山吃一顿饭都不够 但是还是硬着头皮 说到会不会是你数错 看到这的憨憨三人组 突然机灵一般 把自己口袋的零食 也拿不来想凑一凑 看这一桌子的碎银子 白小龙很是无奈着完全不够了 你们吃饭之前不看自己钱包吗 这听的冷失失又羞又猛 就凭我和你们苏大王的关系 奢账不可以吗 难道还怕我堂堂 兵连圣公圣名赖账不成 听到要奢账 白小龙指了指门口扫地的两位武王 那两位就是想奢账最后成了那样 冷失失听后立刻拿起宝剑 这是自己师父送给自己的 一想也不要想 看到被冷失失拒绝 白小龙又看向冷失失的项链 你这项链不错 也可以抵押 这直接把冷失失气的把桌子掀起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白小龙看后也被吓到 干嘛 你这人要干嘛 两位老家伙有人要闹事了 听到里面求救的声音 两位武王爆发出全部气势 终于有人闹事了吗 今天总算能吃个饱饭了 冷失失这时也拿出了一会儿 敢打自己海岚项链的主意 胖链立刻认出冷失失的身份大喊 冷失失助手不知者无罪 可为时已晚 冰莲 盐粉 已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倒击剑 这不居然又有人来大王山倒是了 就在冷失失掏出冰莲一伙的时候 受刺武王知道不好 连忙接住就要攻击到大王山的一伙 接住得一瞬间立刻催动灵气风应起 但也只能坚持片刻就推向一旁 胖子这东西太冰了 你帮个宝 胖子看后连忙把冰莲一伙谈开大骂 说得好像我就能顶覆云 看着一伙飞向厨房的方向胖武王就后悔了 这云梦大厨还在里面 那蓝云梦看着冰莲一伙飞过来也是惊呼不好 自己根本就躲不开了 于是只能把手伸到抽屉下 把高压锅给拿了出来接住冰莲一伙 接住的瞬间顺便打起了太极用来缓冲泄力 感受到已经没有冲击力后 那蓝云梦的高压锅放在灶台之上 这下的瘦子武王大声告诉他 自己的封印坚持不了多久就会爆炸了 没想到那蓝云梦听后直接拿盖子盖上 这下的瘦子武王大骂 这样更会爆炸的好不好 而那蓝云梦却是淡定的开启抽油烟机说道 放心好了 一切交对我处理 说完还不忘打开燃气 既然这么冰就开火好了 两位武王刚想说这下完了 下一秒无数水汽就从锅里散出 看到这一幕两位武王也很是费解 居然没被炸成碎片 这到底是什么锅 冷诗诗和憨憨三人组也是目瞪口呆 看到雾气这么大 纳蓝云梦也是告诉大家稍微等一下 抽油烟机很快就可以把水汽都给抽走 看着大家不敢置信的眼神 白小龙也是小声嘲笑 想炸大王山的固有资产做梦吧 冷诗诗也是感叹好厉害的雏娘和波 这时两位武王才对冷诗诗说道 诗诗你差点惹出大火 看到两人这么叫自己 冷诗诗才认出这是自己的胖瘦两位伯伯 可是他们不是在中州的将军府任职吗 听到冷诗诗的疑问 两位武王也立刻汗颜 此时说了话长 看到两位伯伯如此狼狈 冷诗诗再次提起宝剑 竟敢如此怠慢两位伯伯 我一定要给他们讨个功半 这下的两位武王连忙安慰别冲动 别冲动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白小龙看后很是无奈 这叫什么话 是他们吃饭赖仗就连将军府的令牌也压在这里 只能留下扫地了 又不是我们第一的 冷诗诗听后也是好奇 两位伯伯的实力居然震不住大王山 这说的两位武王都害你 说起来都是累啊 白小龙这时在一旁无情地戳穿他 他们又不是没事故 被狗爷无情镇压了 刚说完的白小龙就迎来了二老的怒呼 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 闹腾过后那蓝鱼梦告诉几人 这位姐姐的账记在我那蓝家账面上 我先带他去休息 这突然的转变也让冷诗诗有点莫名其妙 白小龙也是发出疑问 这是为什么呀 那蓝鱼梦头也不回地告诉大家 因为我感觉到他跟我以前一样 都不是为自己而活 我难道是为了自己要犯钱吗 说完问向一旁的憨憨三人 你们明白怎么回事吗 看到三人直摇头 白小龙又问向两位武王 得到的依旧是不明白 在带冷诗诗到达房间后 那蓝鱼梦也告诉他 这位姐姐你先好好休息 有什么事你告诉我和小龙就行 其他的事等苏大王出关再说吧 在感谢那蓝鱼梦过后 冷诗诗也关上房门 他觉得需要住上几天看看 大王山到底是什么样的地方 同时他也发现大王山的装饰 跟他以往遇到的都不同 就连玉桶都有冷水和热水 怎么又到这种兄弟们不喜欢看的环节 不好意思 我只能先不跟了独自观摩一下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动田稿基建 就连卫生间你都装了冷热水 这让冷诗诗这种圣女 都忍不住在里面沐浴一番 两位武王在白小龙的要求下 向大家介绍起了冷诗诗的身世 冰联圣公大长老觉得 自己没有潜力冲击武尊 就把宗门赏赐的天山雪莲 用来给冷诗诗提升资质 当得知天山雪莲是自己师父续命 所用冷诗诗也后悟不已 因为没有天山雪莲冷诗诗的师父 游进灯窟只剩十数年的寿命 冷诗诗从那时就时常偷偷跑出去 猎杀魔兽或取妖丹给师父续命 我们也是在那里碰到的诗诗 那一年他八岁就是高级舞者 一个小女娃拖着比自己还高的剑 站在一堆魔兽尸体旁 手里紧紧握着刚出魔兽身上挖出的妖丹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当看到他脖子上的海岚项链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他应该放弃了 属于圣女该有的修炼资源 要不今天以诗诗的天赋 早就应该是武王了 当看到我们的注意力 在他的海岚项链之上 加上我们身上的强盗服饰 诗诗的脸色立刻阴冷下来 你们能想象得到吗 他就以高级舞者的实力 拿着剑一网无钱的王 我们两个终极武士杀了过来 那年他只有八岁 差点月级把我们两个终极武士给弹死 这听得大家面面相许 冷诗诗的天赋这么高的吗 同时大家也很好奇 为什么两位武王当时会穿强盗的衣服 两位武王告诉大家 当时是在执行将军府的卧底任务 好跟将军府对那伙强盗里 应外合将他们全部绞杀 诗诗在打败他们后 终究没法发下手杀人 就拿着绳子套住他们脖子 拉回兵连圣宫 这场景让憨憨三人组 想起苏语在獠牙舍利口中 救他们的时候 也是用绳子套住脖子 在到达兵连圣宫后 两位武王才得以见到他的师父 拿着将军府的令牌 最终才能解除误 解除误会后 他的师父命令诗诗任我们为伯 并调用兵连圣宫的势力 帮我们完成任务 从始至终我们都不知道 诗诗为何放弃圣女的资源 换取海岚项链 但必然不会是因为好看 听到这的奈兰云梦 知道白小龙刚刚想要冷诗诗的 海岚项链是多么作死的行为 后来在大长老的知识下 也是查明白 那伙山贼背后的势力 就是何欢宗 这也引发了他们的宗门大战 诗诗也经历了那场战斗 他觉得同门的死都是因为他 所以他一直都活在自责当中 所以在诗诗的世界里有三个禁忌 魔兽内丹 海岚项链 何欢宗 大家听后也被冷诗诗的经历 心疼到流泪 说完两位武王看向憨憨三人组 说说你们的来历 我们很是好奇你们三位是强盗出身 居然可以安全地跟诗诗来到这里 听着这的三人组 连忙表示自己三人能活着过来 完全是因为被威武不凡的苏大王多次所救 所以拜入苏大王麾下 小小听后则是好奇 他们是怎么和冷诗诗混一起 熊二刚刚脱口而出的夫人二字 被他硬生生吞了回去 这些人都好八卦 不想说说漏嘴真的会被夫人灭口 只能简单说了几人 与冷姑娘一起对付何欢宗 然后就顺路一起过来 这听的白小龙很是无语 这么说来诗诗姑娘和苏大王也没啥关系 总不能因为他身世可怜 就能吃饭不给钱吧 熊大听后冷汗都出来了 只能用两个大拇指比划 他们大概应该是这个关系 说完熊大赶紧白白手 我没有证据胡乱猜测 而且我什么也没说 另外两人也疯狂点头 对对什么都没说 听到这话的兽武王就点点头 我是过来人我明白 说完露出得意的坏想 如果诗诗真的和苏大王奈啥 我们是他的伯伯 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是不是从今往后吃饭不用给钱了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搞基建 就连两大武王级强者 为了吃上大王山的美食 就想送上圣女 可白小龙却拿着大王山的员工守则 义正言辞地拒绝 你们自称是赵老推荐馆 也见识过狗爷的厉害 除非苏大王亲自开口 要不然他们可不敢违反 员工守则的规定 一想起赵老说 跟狗爷是好兄弟 他们就来气 这家伙哪里跟狗爷是什么好兄弟 一提他狗爷养得更凶 于是两位武王只能把气 撒在白小龙身上 什么员工守则 我看就是你吃的最多 听后的白小龙一脸自豪 员工守则每餐 食中品临时的标准 超过部分我都有买的 我白家占大王山灵里 销售七层和苹果两层的份额 就是有钱 纳兰云梦也表示 我那兰家占苹果销售的三层 自己还是大厨吃不起吗 小小则是一脸无辜 我平时吃的很少员工餐就够了 小毛球对着他们就是汪汪掉 本狗爷吃点走吧 难道还受员工守则管制不成 韩大鹏也表示 不要看我了 灵里和苹果都是我送的 劳动型员工餐补会比较多 而且销售出去也有分成 我喊某人饭钱也是不缺的 明天则是一脸看天 我身为二星炼丹师掌管药员和炼丹 有分成不说 单凭二星炼丹师的身份多吃点怎么了 憨憨三人组也举手表述 刚来不清楚 吃点剩饭就可以 听到大家都说的合情合理 两位武王只能诉苦 说了半天你们就是歧视我两室扫地的 歧视临时工 饭也不给吃饱 歧视老人 白小龙听后也是坏笑 少在这扣帽子 不过你们没有钱 还想在这吃饭也不是不可以 这下的二老一激励 该不会是想招揽我们吧 我们可是将军府的人 虽然口水横流 但是二老还是义正言辞心 想让我们背叛将军府加入大王山 你也太小看我们胖瘦双雄了 看着他们口水都掉了一滴 白小龙连忙让他们打死 大王山有狗爷作证要你弹把 说完坏笑起来 赵老不是让你们给苏大王带话吗 现在苏大王闭关 你们先告诉我 等他出来我再转告他 我不仅给你们清账 还请你们吃多一顿酒 听到这的二老连忙忍住口舌 我们是奉赵老法指 没见到苏大王之前 坚决不会说出一个字 不过有一句是可以说的 就是赵老说白小龙那个废物 还想追自己的关门弟子 要是再骚扰小小 就给我狠狠地收拾他 顺便给他练练 这直接把白小龙气得站起 我说你们怎么有事没事都打我一顿 受武王听后也很无奈 要不呢 难道你以为我们两位武王 还会跟你一个小舞者见识故城 再说了我们可都收着力 帮你练题你就偷笑 可白小龙不服啊 什么年代的还搞包办婚姻这趟 现在年轻人都是自由恋爱对吧 小小 当众说出这话也让小小脸色微服 对着二老就来一句他皮右眼 得到命令的二老也不含乎 躺起座椅板凳就直接上去招 大王山迎宾楼传出的求救声 远远都能听到 苏语克金一天也被饿得开门出来 看着门口贴心的准备师 和他好吃腥味 这些小弟还是蛮贴心的嘛 与此同时他还是依然觉得 自己是不是忘了什么事 随后还是关上了门 管他了 想不起就算了 继续克金继续修炼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搞基建 剩余冷诗诗在大王山住下 后睡的格外安心 清晨门外的动静 把冷诗诗给惊醒 连忙拿起宝剑护在身前 门外的奈兰云梦听到 动静赶紧安慰 诗诗姐是我 我来给你送早饭的 听到是奈兰云梦 冷诗诗才尴尬得小脸微红 自己也太过紧张了吧 开门之后 冷诗诗赶紧告诉那兰云梦 自己下去吃就行 不用这么麻烦 就在冷诗诗刚说完 他就看到小小抱着小毛球 探出脑袋熊 诗诗姐 你是不是苏玉哥哥的女朋友 那兰云梦有不好意思的解释 对不起了诗诗姐 小小师姐一大早就要过来 问这个事我也拦不住她 这下的冷诗诗 连忙摆手广石不是不是 同时也好奇 这个小小这么小的年纪 贝克这么大 就在几个小女孩 还在八卦的时候 小毛球好像发现什么东西 随后跳出小小的怀抱 往房间内跑进去 看着小毛球跑进房间 小小也在后面大喊 小毛球你怎么可以 随便进入女孩子房间 看着小毛球还不错 小小也是大声呵斥 在不听话就把你关进笼子里 这时小毛球也是找到 自己发现的东西叼了起来 看到冷诗诗的脸色变了 那兰云梦觉得里面 是不是装了啥贵重物品 没想到刚收完 就看到一颗魔兽内干 从袋子里面掉了出来 这把小小和奈兰云梦下的话 都说不利损 该不会是诗诗姐给的师傅 收集着魔兽内干吧 下一秒就看到冷诗诗 提着武器追着 雕走魔兽内干的小毛球 看到这一幕的两人 知道这是要出大事 也在两人的担心中 迎宾楼传来一声爆炸声 小毛球完好无损地 叼着魔兽内干跑出 两位武王早早地 就在扫地看到这突然的爆炸 还以为小毛球 又去厨房偷吃闹出的动作 下一刻又看到冷诗诗 提着宝剑大骂 狗贼把我的东西关闭 看着这一人一狗 两人也是摸不着头脑 随着小小和奈兰云梦 也跑了出去追着两人而去 两人看后还相互打去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有活力 可下一秒就听到小小的声音盘来 小毛球抢了诗诗姐的魔兽内丹 听到这话的二老赶紧大喊 诗诗冷静 狗也冷静 这让在看大门的憨憨三人组 很是好奇迎宾楼 一大早的怎么这么热闹 大王山后山之中 冷诗诗多次使用出了冰连斩 可每次都被小毛球轻松躲过 多次的攻击让冷诗诗 看出自己根本没办法 击准这只奇怪的谷口 同时剑气也根本 砍不动路边的石头很好 想到这里冷诗诗 再次朝着石头劈砍过去 这让冷诗诗发现 只要不用灵气 纯靠力量攻击的话 大王山就一切如常 随后他就运转灵气 对着大王山攻击 他想知道灵气攻击会是什么效果 就在他攻击完的一瞬间 刚才打出的灵气就反弹回来 让冷诗诗吃惊的是 这种故意的灵气攻击 居然无法躲避反弹 这大王山真是个神奇的地方 与此同时 胖瘦武王也打过 诗诗你打过那只狗 万事好商量 听到两人的话 冷诗诗并没有理解 他觉得只要不主动攻击 大王山本体就不会遭受反弹 看着还在逃跑的小毛球 冷诗诗冷恒 不管你是何物 偷我内单如同杀我父母 比速度的话 你还快得过我这一招吗 说完大鹤一声 冰连诀 冰刺 这一击小毛球虽然躲开 但是装着魔兽内单的袋子 也不击穿 冷诗诗飞速上前 接过准备掉落的魔兽内单 与此同时 小毛球也一爪子踩在掉落 在他身旁的魔兽内单上 小毛球此刻双目通红地 看着冷诗诗 已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岛基建 大王山护山神兽 小毛球这次真的怒 看到小毛球的攻击姿态 冷诗诗丝毫不惧 冰连诀 看着冷诗诗周围一动的莲花 胖瘦两位武王连忙惊呼 不好他要使用那招了 可为是已晚 冷诗诗口中清吐出一个字 灭 就在冷诗诗说完的那一刻 一股磅礴的能量 就从他体内冲出 朝着小毛球攻击过去 面对着毁天灭地的能量 小毛球张开大肚 把所有能量都吸了进去 瞬间变成了一只小皮球 冷诗诗和两大武王 看着这一幕 感觉到滑稽和不可思议 随后冷诗诗还是淡淡于想 灭字诀可没这么简单 就在他说完的瞬间 小毛球被冰封住了全身 看着这一幕的两大武王 难难自语 难道诗诗这招的威力 已经达到他师父的水平了吗 奈兰云梦和小小看到这一幕 不由地担心起了小毛球 也没过多久 小毛球就在大家眼前 很是轻松地破开封印 这让冷诗诗很是无力 冰连诀灭已经是他的最强一阶 看着小毛球很是开心地 突然停下动作 冷诗诗看着小毛球也在担心起 他要是攻击过来我该怎么办 可小毛球深思片刻后 就眼冒金光满嘴口水地 看着冷诗诗 疯狂摇着尾巴汪汪汪地冲向冷诗诗 然后没到半路 就被一只手给拎了起来 冷诗诗这时才敢偷偷看了一眼 这只土狗的气势实在太过恐怖 只见小小单手抓着小毛球 就是一顿较远 你抢了诗诗姐的东西还凶他 你再这样我就打你批评 这探的冷诗诗很是不紧 小小不是武师初级吗 怎么就能单手压制一只圣兽 大王山的一切都这么的不服和常语 这时那蓝鱼梦也走了过来道歉 对不起啊诗诗姐 小毛球最近可能是单要和饭菜 吃多了想放放口 但是他不知道魔兽内丹对你的重要性 冷诗诗听后也没多说什么 毕竟拿回来就行了 可冷诗诗不知道的是 他们几人是怎么知道 魔兽内丹对于自己很重要 自己可没跟他们说过呢 听到冷诗诗的疑惑 那蓝鱼梦告诉他是 是昨天跟两位武王闲聊的时候得知的 就在几人还要闲聊的时候 大王山另一边又传来爆炸声 只见灵天边拍身上的灰尘边暴流 你们一大清早的都不能安定 这好好的一炉单要炸火 小小看后连忙询问 自己这个徒孙有没有事 冷诗诗也很是不解的询问 你们这里的房子都很奇怪 而且这么大的爆炸声 没有影响到闭关的苏语 当听到大王山的房子 都有结界冷诗诗 又发现那个炼丹炉居然是上品银器 说完一直看着灵天 和小小身后的炼丹炉 不可能不管 你们一个一星炼丹师 一个二星炼丹师 怎么可能用上品银器的炼丹炉 当冷诗诗靠近后 又很是认真地查看一番 才相信这是真的 这大王山总会有这么珍贵的房子 要知道上品银器的炼丹炉 在外面就是三星炼丹师 都不一定能永远 随后冷诗诗又猛地探向小小 刚才灵天说你掌握灯火是真的吗 小小听后立刻展示出自己的灯火 诗诗解你土哭了 冷诗诗看后不由得叹气 小小你要是一位三星炼丹师那该多好 小小听后张大眼睛看着冷诗诗 他不知道为何冷诗诗一下高兴一下伤心 诗诗姐虽然我只是一星炼丹师 但是我的师父就是拥有丹魂三星炼丹师了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岗基建 就连大王山的土狗都是圣兽级别的存在 当冷诗诗得知小小的师父 就是五圣丹以后 还是忍不住想确定一下 这听得小小很是纳闷 师父有这么厉害吗 自己一直以为就是个怪老虎 虽然心中已经可以确定 但是冷诗诗又问向两位武王 两位伯伯真的就是那位拥有五圣实力的三星炼丹师吧 看到冷诗诗这么势态 两位武王只能尴尬地告诉小小的师父 确实就是赵五圣 我们两人就是过来帮他传话的 听到这的冷诗诗直接抱向小小 小小妹妹求求你把姐姐引荐给你的师父 姐姐想求他帮忙炼制一枚丹药 这一看的两位武王很是莫名其妙 诗诗啊 你没听到我们刚才说的吗 我们是过来替赵五圣传话的 他现在在中州将军府 你要引见赵五圣的话 等过几天跟我们回去就行了呀 看着冷诗诗慌了心神的样子 小小莲芒安慰 诗诗姐 我师父很好说话的 实在不行的话 我到时候帮你去求他就可以了 这是灵天也听出的所以然 冷姑娘你该不会是想请我师祖炼制七品的兵莲破障丹吧 这颗丹药确实可以让兵系功法者突破五尊的概率提升80% 可后面的话直接让冷诗诗想哭了起来 我师祖确实可以凭借自身的丹火和大王山的上品炼丹炉炼制子丹药 可是这颗丹药的主要天山雪莲该去哪里弄来 这听的冷诗诗哭坐在地上 天山雪莲十年前被我吃了一颗 宗门内的又没长出来 这么多年我找遍各处药阁和拍卖行都没有一点消息 这看的灵天赶紧安慰 你们宗门要是有种子的话可以拿来这里种 大王山有顶级药田 可冷诗诗实在不信师父可以等到天山雪莲成熟 就算大王山有顶级药田 还有这么一大片的药云 这看的冷诗诗浑身颤抖 他在中州顶级炼丹势力圣丹门里的药田看到过药云只是小小一片 大王山到底是什么可怕的存在 看后冷诗诗终于惊喜地问向灵天 这么大片的药云大王山真的愿意拿来帮我种植天山雪莲吗 多少年可以成熟 说完不好意思地询问灵天名字 灵天听后拱手势力自我介绍 在下灵天赵武圣是我太师祖 以大王山的药云数量来看种植天山雪莲可以提升速度30倍 大概三年多就可以成熟了 听后的冷诗诗突然贪软跪在地上 三年而已的话 师父 你有救了 说完毫无顾忌地放声大哭 师父啊 我终于有办法救你们 这看的灵天不知所措 冷姑娘不知你们冰莲圣公可还有种 冷诗诗听后猛地拿出她的海岸项链 种子我一直戴在身上 打开之后只见一颗天山雪莲的种子被一块极品冰破灵水包裹着 冷诗诗向众人介绍 这海岸项链有着独特隔绝灵气和空气的能力 加上极品冰破灵水的宝物 这种子才能保存至今 我愿用这两件宝物换赵老出手一次 灵天也被冷诗诗这么大手笔金宝 海岸项链和冰破灵水对修炼没有什么作用 但是对于炼丹师来说就是无价之宝 两位武王看到冷诗诗的举动 也终于明白这个孩子当初用圣女之位所有资源换来海岸项链的用意 看到师父终于有救 冷诗诗公身请求大家一定要为他在赵老面前美言几句 就连小毛球都旺旺回应 好像在说一定会让自己的赵小弟出手帮你 可灵天看后陷入沉思 师祖出手应该问题不大 但是借用药田上品炼丹炉这些还是需要看看苏大王的意思 已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天天种田岛基建 冰联圣宫圣女冷诗诗终于在大王山找到可以拯救自己师父的办法 可小小又无奈地告诉他可惜你不是苏玉哥哥的女朋友 要不然这事就好办了 看着冷诗诗失落的神情 明天连忙安慰我们先问下再说吧 可当失落几秒过后冷诗诗就兴奋起来 为了救师父做他女朋友也不是不可以 对就是为了救师父 这听的小小和小毛球又蹦又走 好像已经是一家人了一本 与此同事房间内的苏玉还在闭关疯狂课金 仅仅三天他就从武将出击晋升到了武将终极 可看了大王山的人员列表发现除了他自己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这让苏玉想起了属于边外人员的硝烟 这让正在打怪捡装备的硝烟猛打喷嚏 虽然苏玉没有硝烟那种气愈 但是这次课金也搞了不少好东西 把抽到的卡片收好之后 苏玉伸个懒腰是时候出去跟大家见面 拿着一杯可乐出门的苏玉还在想着 这段时间自己的小弟弟有没有写自己 他就看到自己的头号狗腿子小毛球正在对冷诗诗摇尾起来 只见冷诗诗用冰连灵火冻住魔兽内感 就像逗自己的小狗一般扔给小毛球 冷诗诗看着小毛球吃得开心很是欣慰 毕竟没有小毛球的打闹 他也不能在大王山找到就自己师父的方法 这看着苏玉粗意大法 终于想起了自己一直想不起来的是冷诗诗这个女人 欺负自己的小弟弟他抬轿子就算了 现在回到大王山又调戏自己的看门土狗 正与小毛球玩得开心的冷诗诗忽然感到一阵敌意 停止了手中的动力 小小也是弱弱的询问一旁的那栏云梦 苏玉哥哥怎么好像很生气的样子 看到欢笑声突然停止 正在地里干活的韩大鹏几人也纷纷看了过来 就连看门的憨憨三人组也在小声议论 这对冤家不会又要吵架了 苏玉大喊一声过来 把小毛球吓得瑟瑟发走 看了看冷诗诗后 小毛球还是飞快地跑到苏玉身边 小小和奈兰云梦看后 也赶紧对着冷诗诗说了声对不起 跟着小毛球往苏玉身边走去 憨憨三人组也在路过冷诗诗身边小声道歉 夫人对不住了 你还没过门呢 我们现在要先听苏大王的 就在一群人都站到苏玉的身后 忙着问向憨憨三人组 他们不是一对吗 怎么一出关就要吵架 冷诗诗也感到莫名其妙 看着苏玉一言不发 最后苏玉率先中气十足地说了句冷姑娘 冷诗诗看到苏玉严肃的神情不由的心虚起来 不就是前几天当着你的手下强迫你唱歌吗 干嘛这么凶啊 可下一秒就看到苏玉变成一个二活一般哀求 冷姑娘不是说好的分道扬镳吗 你怎么趁着我闭关在我大王山镇谋朝篡位 这让冷诗诗一脸娇羞在心里大骂 我还不是你的人的篡什么位 苏玉看到冷诗诗不说话 又看向他身后的两位武王 那两位是你宗门的武王吧 什么时候过来的 怎么长得这么猥琐 看到苏玉没得震惊 冷诗诗只能尴尬地表示 这就是苏大王的代可之道 这听的苏玉很是无奈 我并没有邀请你过来做客 相识一场有什么事你就说吧 听到苏玉的话冷诗诗直接伸脚锁出 苏大王借药圆一用 这搞得苏玉很是尴尬 这女人不按套路出牌 先生大意 请借药圆一用 看到冷诗诗这么震惊的苏玉不由羞愧起来 只能红着脸告诉中药材这种是我答应你 看到苏玉这么爽快 冷诗诗也不再犹豫地拿出天山雪莲的种子 就在苏玉接触到种子的一瞬间系统声音就响起 解锁气机灵药天山雪莲种子 宿主所有属性上限加7 宿主晋级高级武将 感受到身体大幅度提升 苏玉率先反应过来 天山雪莲这等宝物需要的种植条件肯定是极其苛刻的 你没有来过大王山你是怎么知道这里可以种植 是不是早就对大王山涂抹布 看到两人没两句又要吵起来 小小急忙跑向苏玉 在苏玉的耳边就诉说着这几天的经过 苏玉听后连忙不好意思地向冷诗诗道歉 冷诗诗听后只能苦笑起来 没关系的 我能理解 苏玉看后一边拿种子丢给灵天 一边询问被误会你不是应该生气吗 听到这话的冷诗诗失落起来 生气总会有一点 但是因为诗你就没关系 之前我也误会过你 这听的苏玉很是莫名其妙 为什么是因为我 那其他人呢 灵天这时也凑上起来 苏大王这个种子会用到我们全部的药芸 我们自己的药材就保证不了 还不等苏玉回答 冷诗诗就笑了起来 要是其他人的话我就拔剑卡了再说 这下的苏玉对着灵天就是一剑 你还管什么其他药材 快去给这位姑奶奶重赏 早点把她送走吧 灵天被踢的也是委屈 设置好去灵法阵后抱怨 有个喜怒无常的大王小啰啰也不好吧 当一切都弄好后 法阵和耀芸就开始模拟天山雪莲需要的关键 灵天看到耀芸和法阵正常运行 很是满意的点点头 这样的话三年后应该就能成熟了 冷诗诗看后突然发问 你们耀芸虽好但是没有防护的话 会不会发生意外 还不等她说完 灵天就让冷诗诗放心 大王山的产业都是有节节保护的 耀芸目前只有她自己和小小 还有苏大王三人可以进入 听到这话的冷诗诗 再次被大王山的神奇惊讶了 苏语这时才想起 冷姑娘你不是来到大王山 才知道有要员吗 为何之前你一定要跟着我过来 冷诗诗听得面红耳赤在心里暗骂 难道非要我说出因为喜欢你吗 看着冷诗诗微微恼目 一言不发地看着她 苏语连忙白板手没事没事随口问我 两位武王是给赵老传来什么话 听到话风忽然转到自己这边 胖武王急忙表示你们年轻人先聊 少女心事被人戳穿的冷诗诗告诉苏语 我来大王山确实有事 说完很是认真地看了苏语一眼 就是杀了你 苏语听后很是无奈 自己一味地忍让 就是想让这姑奶奶早点离开 没想到对方蹬鼻子上了 想到这里苏语不装了 直接拿出抽到的大王山炎武场 使用的瞬间凭空出现的砖块 就快速积累起来 这让第一次看到的憨憨三人组惊掉了下来 去空造武 这是神级高手才会的 冷诗诗身后的两武王 也想起了赵老对他们的盯准 大王山师祖是神级强者 去空造武就是他留下的神级 冷诗诗看后认真地打量着苏语 神级高手的诗口 武圣丹尹当长老 二星炼丹诗只是辈分最低的小弟 强到离谱的土狗 要原炼丹炉各种山门禁忌 大王山到底是什么样的事 还未等冷诗诗回过神来 苏语的声音就响起 无关人等立刻退出炎武场 以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岛基建 面对冷诗诗的挑战 苏语二话没说直接接下 同时苏语率先攻击 直接召唤出巨大的火墙 挡在身前朝着冷诗诗冲了过去 白小龙看得惊呼 难道是苏大王晋级武将后的新招式吗 简直帅爆 同时苏语也在心里得意起 自己在把清魂炎附着在武器上 无论冷诗诗是被清魂炎击中 还是被自己挥出的破甲断金打动 都会被吸取灵气实力受损 冷诗诗看到苏语上来就是全方位的攻击 短暂的沉默后冷诗诗缓缓地溢上眼 手中武器更是被他直接丢弃 苏语看后更是得意的坏笑 认输吧你这么好看的破甲 可下一秒他就吓得鼻孔冲开 你倒是挡一下呀 这是要出人命了 就在砍柴刀已经砍断了诗诗耳环之际 苏语急得对着系统大喊把武器都收回去 虽然武器及时被收回 但这一幕也把苏语吓得浑身颤红 强行收招的反噬阵的苏语更是嘴角一血 冷诗诗看后小脸微红 我就知道无论什么情况下你都不会伤害我 这搞得苏语更是无语 你扭扭捏捏的我看得很不习惯 同时更加猛烈的反噬突如其来 就连刚刚抓住的冷诗诗耳环也掉了出去 看着掉落在地上的耳环 冷诗诗也在好奇是什么时候被他拿走 想到这个冷诗诗更加娇羞 捡起耳环直接推给苏语 既然你想要就给你当定情信物好了 这么多人看着你要好好收好 这听的苏语直接想死的心都有了 是你硬推给 同时冷诗诗告诉他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要告诉他 坏消息就是这三年自己还需要去猎杀魔兽获取内端点事 所以不能陪在你身边 这个坏消息听的苏语直接感谢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如来佛祖观世音菩萨三清祖师御皇大帝 可冷诗诗看过来又把他吓得呆在原地 看到苏语不再动弹冷诗诗又告诉他 好消息就是由于我在决斗中输给了你 按照兵连圣工的传统就是我必须要嫁灵 这听的苏语再次吐血 无命休矣 这算什么好消息了 这看的冷诗诗连忙上去询问是不是太高兴内伤压不住 我来帮你吧 这举动下的苏语连忙后退 你不要过来 哪里有这么离谱的规矩 读书少你不要骗我 胖瘦五王看后连忙作证 确实有这规矩 你小子就偷着乐部 同时也在庆幸有这层关系 那么大王山以后的饭菜不是 想完都笑了起来 小小看后也很是开心 那我三年后不是有个嫂 全场的人都在高兴 只有苏语独自伤心 我的人生算完了 第二天清晨的大王山 苏语对着山下就大喊 小心点 不要死在外面 你还要回来拿药吗 冷诗诗听后微微回眸一笑 三年 等我三年 回来就嫁给你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搞基建 就连未婚妻为了照顾你的面子 都要隐藏自身修为 在远离大王山后 冷诗诗直接晋级成为年仅18的五王 这让胖瘦五王须精异常 要不是兵连圣公培训过的马匹 他们这不免引起一阵骚乱 毕竟这马背之上的 都是运回去给赵老的奶茶和肥宅快乐水 这让胖瘦五王很是纳闷 说什么替他传话 让大王山小心血香海这个组织 看到大王山的实力和狗爷后 终于明白原来是赵老的奶茶 喝光了让他们回来去 也在这使兵连圣公的弟子 向冷诗诗领动 良诚的柳家准备联合 林家对大王山冻死 奇怪的是 一直跟大王山有恩怨的梁家 去暗礼不动 这听的冷诗诗紧皱眸眉头 自己才没走多远了 就有人敢打自己魏弘夫的主 于是安排甲祖前伏在大王山附近 暗杀各种找大王山麻烦的探户 李祖拿着魔兽内单送回东门 并告诉师父自己这段时间先不回去 说完浑身散发出强烈的杀意 自己带着丙祖和两大五王前去 会会赶找大王山麻烦的两大家族 不把他们五十以上的修为 全给费了不解自己心头之客 几天后苏玉正在钓鱼 就看到许久不见的唐孝大哥 亲自过来找自己 看到唐孝难得来一趟 苏玉亲自带他参观大王山目前的产业 这把唐孝给警告 才几个月不见苏玉真的 闯出了自己的一品天地 苏玉看后也向唐孝发出邀请 唐大哥只要你能来 你想要什么职位都可以 唐孝文言只能培下 我是郡主府的家仆和你不一样 你只是去打工的 可以想走就走 苏玉听后更是不以为意 这个好办 我去求郡主府把你的卖身器赎回来 大王山的面子郡主府应该会给你 唐孝听后微笑的拒绝 还是算了 郡主府对我有恩 哪能说走就主 再说也因为你的关系 我在郡主府也是外门的管事 过得也算不错 听到唐孝升官 苏玉笑着让他请客 唐孝二话不说直接答应 只要不是在苏玉的迎宾楼 梁城任意酒楼随便去吃上一个月 闲聊半天 唐孝终于拿出郡主府的情体 郡主二十岁生日请苏大王赏着脸 去参加他的生日宴会 看到唐孝亲自出马 苏玉本应给这个面子 可他还是找来下属商议一番 大厅之中 白小龙急切地询问苏玉干嘛不去 要知道外面郡主府的情帖 可是能卖到十张紫金卡一张 韩大鹏也是点点头认同 白小龙说得不错 而且苏大王不是也说过 师祖要求你把大王山扬名立万吗 这是个好机会干嘛不去 苏玉听后也满是尴尬 主要是去钱东家那里心里有点回应 而且跟郡主也有点小误会 白小龙一脸坏笑我懂一样 是不是偷看郡主洗澡被赶出来 气得苏玉上去就是两个脑瓜蹦 是写情书写情书 你一天天的脑子里面都是些什么东西 这看得韩大鹏哈哈大笑 苏大王大可不必 现在你归为高级武将 更是大王山的山大王 以前那些就随风去 没想到几人的谈话被小小他们听到 原来苏玉哥哥还给人写过情书 我要告诉诗诗姐姐 小小和那兰鱼梦越说越紧静 哥哥你到底是喜欢诗诗姐还是喜欢郡主 这问得苏玉直接往外跑去 今天我还没寻山呢 你们先聊 白小龙看后也是欲哭无泪 啥也没参谋出来 也不知道去不去 还白白爱顿答 只有唐笑脸色肃然 苏玉啊 听大哥劝可千万不要喜欢郡主 他的身份不久待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搞基建 就连郡主过个生日都要邀请你这个山大王 郡主府内 丫鬟告诉郡主唐笑已经把情帖送到 这是大王山送来的新饮品 系统里面买的冰沙和肥宅快乐水 丫鬟就抱怨 虽说大王山出品的东西都很好 但是苏玉他卖给我们的价格也太高 听到丫鬟还在抱怨苏玉以前 只是郡主府的一个喜思 郡主就给他一个脑瓜蹦子 苏玉现在是高级武将 岂是你一个丫鬟可以富庶 这让丫鬟开始委屈 苏玉之前被人重伤 也是我们郡主府不留余地的折磨 现在难道就不能给老东家打个折磨 郡主姐姐你这么维护 她是不是因为那封情书啊 结果这让郡主更加恼羞 我只是欣赏他的文采 是对文学的尊重好不好 打闹完郡主开始惆怅起来 我的心里只有萧哥哥 可萧哥哥心里只有武道 那封情书要是萧哥哥写的该多好 如同郡主的心情一般 天空开始暗淡变神雷鸣 没过多久就吓起了唐伯大爷 林家林雅无助地哭坐在地上 林家完了 终极武士以上修为全部被人废点 柳家柳思源也吃傻地喝着闷酒复合 是啊 废了全废了 我柳家也全废了 说完很是绝望 你我两家只是开始谋划还未实施 他们居然磕头认错的机会都不 说完似乎下了决定一番阴狠起来 还有最后一步棋 林雅看着柳思源不由的皱眉 你在说什么胡话 你我两家连个武士都没有了 他们可是有着三尊武王 其中两尊还是中州将军府 柳思源听后慢慢走了出来 单要灌出来的武王也叫武王 不是顶着将军府的名头 我还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我们去投靠那位大人了 此刻外面响起了一声惊雷 如同击中林雅的内心一般 用了那个东西牵连甚大 而且投靠那位大人 你以为就会有好结果吗 柳思源这时也越发阴狠 自古成王败寇 如若不成 那么我们两家都已经没有武士的家族 还是烟消云散吧 次日清晨 苏宇在大王山又向系统购买了 石墓水稻和石墓果园 这看的白小龙揉了揉老腰 这么多地要跟到什么时候 这听的苏宇也反应过 对啊 大王山现在田地越来越多了 人手严重不足 是时候扩张人手 随后苏宇回到房间进入系统空间 先把剩下的钱继续克星再说 看了看系统 苏宇又哀求有没有什么新玩意 自己最近的抽卡和转盘运气太差 坑了苏宇一大波前的系统 这次很是大方的让苏宇升级系统 开始呱呱乐 刚拿到系统买来的呱呱乐 苏宇还是很兴奋 可没走几步他的冷汗 就忍不住的影响 这特么的都是谢谢会顾 感觉不对劲的苏宇越刮越快 再次刮了几十张过后 苏宇终于忍不住 系统你是不是在玩我 连续几十张都是谢谢会顾 连个安慰奖都没有 无奈的苏宇只能召集中人 事情就是这么的情况 我已经把大王山赚来的所有钱 在此时那里求来了一些灵符 只要你们刮到除了谢谢会顾以外的东西 我都重重有赏 还不等苏宇说完这个需要一些天赋 才可以刮中 小小就告诉他自己刮到 苏宇拿来一看只见是大王山音响几个大子 已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天天种田岗基建 重的灵药居然跟颗白菜长得一个样 在拿到系统买来的呱呱乐后 除了苏宇每个人都抽到各种各样的东西 白小龙不仅抽到了大王山弟子的练功房和挨打技能书 爱做菜的那兰云梦 则是抽到砍柴刀和酿酒技能书 而韩大鹏则是镰刀 还有大王山合计阵 林天是大王山弟子厢房 还有韩玉床 这兴奋的苏宇直呼小子们万岁 今天我要亲自下厨给你们做几个小菜 几天后的大王山药人 苏宇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灵药带去给郡主当一屋 没想到林天指着一颗白菜模样 告诉苏宇这是五级灵药寻梦话 生日验诵这个不显眼也不寒称刚好 生日当天郡主早早就在门口欢迎大家的道理 苍狼王子很是腻外的喊着郡主指引妹妹 这让郡主很是无奈 苍狼师兄还是请教我全名为好 苍狼王子听后只能微笑也是尴尬 指引妹妹之前的提亲是我太过唐突了 但是我对你的心意日月肯定 说完直接命令一众世家宗门送上自己奇珍一笔 小丫鬟看后也直呼不好 还没来得及拦了这个人怎么又这样 这下是也把苏宇和白小龙吓到了 王族就是不一样 里面很多奇珍都是宗门压乡底的宝贝就这么多送 白小龙这时提醒 苏大王这些宗门世家姿态都放得这么低 所有礼物都收成带苍狼王子送上 你这个情敌也太强大了 刚说完就迎来苏宇的报答 我都说了那情书是个误 苏宇二人闹出的动静也迎来苍狼王子的注意 这下的苏宇二人赶紧装作若无其事的在吃东西 没想到两人谈论情书没注意到坐在前面的两位胖兽武王 这让苏宇很是尴尬 莫非二位是代表将军府过来赴宴的 胖兽武王也不答话 直言一定要把听到的消息告诉老师师 看到二位这么明显的意图 苏宇只好咬牙说出宴请 二位尝尝大王山最新推出的集品烧烤一顿 这听得二老没开眼睛 苏大王太客气了 放心好了我们二老从来不参合你们年轻人的事 同时兽武王告诉苏宇 不要被苍狼王子的财大气粗吓到 这家伙每次都要化蛇天族一般 刚说完就听到苍狼王子对着苏宇高喊 听说这位苏公子也是郡主的爱慕者 不知道这次宴会你送上什么难 该不会是自己种的瓜果蔬菜 这听得苏宇很是无奈 果然是化蛇天族 你已经是全场费量的宰了干嘛还非要踩我一下 既然被人当众指出 苏宇只能硬着头皮带着白小龙送上自己的礼物 苏宇一边跟着郡主打招呼 一边低声叮嘱白小龙赶紧放到一边走 郡主也看出苏宇的窘货 连忙道歉今日之事绝非自己的意愿 看到白小龙已经放下 苏宇也没继续跟郡主客套的意思 连忙催促他快点 而苍狼王子怎么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 这位苏大王听说你的大王山可全是好公子 想来这次的礼物也极其珍贵了 不给大家长长见识 郡主见状连忙脸色阴冷下来 苍狼你不要太过分 苍狼王子听后是淡定 至于妹妹你这话说的 我们大家都好奇苏大王的礼物是什么吧 而且万一他图谋不轨我们也好做个见证 这让郡主再也忍不住 苏宇来历我郡王府之根之地 你不要在这里挑拨离间 看到双方就要闹得不愉快 苏宇直接打开礼物 我大王山准备的礼物是自己种的五吉林药玄梦花 当想要说送礼物都是心意 不是为了攀比苏宇就惊奇地发现自己的大白菜怎么开花了 大厅中的众人看后议论纷纷 玄梦花会开花吗 怎么没听说过 苏宇和白小龙相互看了看 玄梦花会开花吗 是不是被人掉包了 苍狼王子也向身旁的管家询问玄梦花是否会开花 在得到从未听说后直接向苏宇发难 哪里来的山贼拿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郡王府招摇撞天 简直不把王府放在沿路 这话一出让本还想被苏宇解围的胖瘦武王也不敢出声了 毕竟把问题上升到对王族不尽的作派上 而这时人群中一老准开口 年轻人不识货可不要乱说 已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天天种田岛基建 就连种出的大白菜都被人当成奇珍异博 看到人群中的嘲笑 林药阁的吴格老直接出来呵斥年轻人不识货 更是直接来到郡主面前行李 郡主这株玄梦花是否能割爱 多少钱都好说 众人看到林药阁的吴格老都这么说 那么这颗林药必定是玄梦花无疑 但是为什么开花呢 苏宇听到人群的议论果断伸手去触摸玄梦花的叶 触摸到的一瞬间系统就告诉苏宇 这是玄梦花变异后的浮生子 直接使用可以助言一个甲子 由于变异概率太低鲜有人质 一众人也在吴格老的介绍下知道 这是可以助言一个甲子的浮生果后正经故意 纵这种神物也太大手笔 一群老妇女听后更是疯狂起来 是很是淡然的翘起二郎腿坐下 苍狼王子怎么样 小弟我送的这个礼物是不是最合适郡主 虽然心中不甘 但是苍狼王子也不得不承认 浮生果是任何女生都梦寐以求的东西 郡主更是小脸红的扑通扑通的 怎么办 礼物太贵重了 但是我真的好想要 苏宇这是再次向我表白吗 但是我喜欢的是萧哥哥呀 怎么办怎么办 苏宇看着郡主脸红心里就觉得不好 你脸红个什么劲子 吴格老也小声询问 郡主这个浮生果可否 不等吴格老说完 小丫鬟就不断把盒子盖上 郡主看到这举动 也暗暗对着小丫鬟夸赞一番做得好 苏宇则是看着苍狼王子身边的狗头军师 现场教学 接下来该怎么办忍不住的 这种人能活得过一级吗 果然经过教学的苍狼王子干咳了几声 浮生果这种东西虽然珍贵 但是五周大陆以武雷尊 不能帮助修炼的东西 终究还是差了点意思 说完瞬间自信起来 我这里有一副武尊级武道字帖 本想作为礼物送给郡主 但是宴会上送出的话 怕大家难以承受 随后有些不怀好意的看向苏宇 我怕此物威压过重伤到郡主 不如苏大王帮我送上鲁盒 丢开的瞬间更是开怀大笑 不好意思绳子断了 苏大王可要接好 胖兽武王看后也知道不好 苏大王只有高级武将的实力 肯定承受不了 两个一起出手 应该可以抵挡一半的威压 可白小龙这个二傻子 还是小小无尊 你怎么还站在前方一动不动啊 看着飞来的自帖 系统告诉苏宇 这是五道高手凝聚的自己意境和感 岛星坚固和武道相似者 可以从中获得感悟 岛星不坚固者会被威压碾压 长时间凝视更会走火入魔 苍狼王子这事很是别意 山上重地的也想跟我抢女 给我好好跪下来 小如感受到自帖的威压 第一时间挡在郡主面前 郡主强忍的不是小声询问 小如你挡不住吗 小如只是咬着牙全力抵挡 挡不住也要挡 在郡王府里怎么能让别人笑 看着小如这认真的神情 郡主很吃心味 小如的实力又长了很多呢 与此同时场中的苏宇 正被五道自帖正面对着 苍狼王子几人已经得意起来 被压得不能动了 可不等他们得意几秒 苏宇就很是轻易的把自帖收了起来 这看着苍狼王子几人目瞪口呆 他看他不是个武将而已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岛基建 就连武尊级自帖也不能拿你这个山野村夫分毫 大王山的腰带都给他传来一份力了 看到这里白小龙很是开心 难道这就是我大王山的底蕴吗 苏宇看着白小龙没有跪下 果断走得过来夸奖一份 你小子好让人 没给大王山丢人 放手两位武王看着白小龙嘚死了 心中顿时觉得下次暴打白小龙的时候 可以加大力道 苍狼王子看到苏宇真的拿捏了五道自帖 想着过去把自帖拿回来 但是被师爷拦住了 这么多人看着着实丢不起这个人 就在两人纠结的功夫 苏宇已经拿着自帖来到郡主面前 郡主也是知道这种宝物 肯定是苍狼这个混蛋偷偷拿出来的 苍王爷要是过来登门随 要自己多办还是需要送回去 但是想到五道自帖被苍狼拿来 要五阳威一把过后 又要乖乖皇回去 怎么想的都不舒服 这边师爷也是打着同样的主意 安慰苍狼王子 没事没事这种宝物回去 我跟王爷说说你不懂事 王爷会亲自过来要回去的 最多也就挨顿漫 想到这里的郡主直接对着苏宇说道 苏大王送上胡生果这种奇珍 我感激不尽 这五道自帖对小女子来说也是无用 送给大王山算是回礼 苏宇本想拒绝 但是想想用来锻炼大王山的弟子也是不错 苏宇接过的同时郡主小时候提醒 苏大王接过此物一定要小心苍狼 苏宇听后也没在意 无论自己收不收下这礼物那家伙 应该都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看着二人拿着自己的五道自帖 你浓我浓的样子 更是气得苍狼就要发飙 师爷赶紧在一旁暗住 王子以后再想办 毕竟没有正当的理由 把自帖抢回来也不好事 王府的面子可丢不得 说完会心一笑 下面就看在下帮你先夺回面子 安抚好苍狼王子后果断站了出来 在下汉文愿令有才 今日是郡主生日特辞准备几幅对子 为生日宴会增添几分文气 就在大家都在喝彩的时候 白小龙和苏宇提高声音大声议论 你说这人是不是有病 跑人家生日宴会上对对子 这是做对的意思 苏宇听后连忙点头附和 对啊对啊 你说老寿星过大寿就算了 人家郡主一个小姑娘家 跑人家宴会上对对子算什么事 你说他们是不是就想让郡主难堪 同时也让自己在这宴会上扬名 人群中听到苏宇二人的对话 也纷纷议论起 对啊 谁参加的小姑娘家生日宴还准备对 真是孤名钓鱼之辈小聪明 也不看看场合 郡主听着人群的议论 脸色越来越难看 但是又不好发作 而场中的师爷 听着大家的议论也不知如何是好 下去也不是 继续对对子更加不适 无奈只能吐出一口老血 我特么的装晕算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搞基建 郡主生日宴上 更是把胖子失业气得老眼昏花 苍狼王子看到自己的狗头军事 吐血倒地连忙上前查看一二 虽然失业并无大碍 但是这个面子今天算是丢大了 苏宇看到苍狼这个样子 反倒无所谓起 看你这个样子就准备使用武力了 放马过来吧 苍狼王子听后也不顾计 让身边的高大男子托去抖篷 大强该你出手 随着抖篷脱去 只见一位面庞清秀貌比攀安的 兽人族黑体部落首领之子 出现在大家的眼前 看到大强的样子 众人纷纷议论 这西州边界的兽人族 会出现在这里 郡主看到大强的一瞬间也甘心起 兽人族怎么会变成苍狼的奴仆了 要知道自己的父皇和苍王爷 都在一同镇守西州 抵抗兽人族 人群中有人更是纷纷后妥 这兽人族听说生性凶残 苍狼王子你怎么能把他们随意带在身边 苍狼王子看着众人背下的脸色 苍白的模样很是别人 生性凶残又如何 还不是乖乖被我苍狼府收服 听到苍狼王子这话 大家又在小声议论 这苍狼府连兽人族都能收服 那不是说他们实力 就要跟中州的将军府差不多 苏语这时小声对着白小龙 询问这兽人族风平如何 这把白小龙问猛 你这么看得起我 我只是个小地方地主家的傻 这话直接引来 胖兽武王的一顿报答 怎么你还骄傲上了不成 教育白小龙过后 胖兽武王才告诉苏语 人人都说兽人族凶残 都是以鹅传鹅霸 真正的兽人族 其实都是很可能 兽人族并不能修炼 他们的变强的方式 靠猎杀魔兽 获取鲜血强化自身的战纹 兽人族强大的防御力 和丛林生存能力 也让他们更加愿意 前往森林深处猎杀魔兽 而人族发现 跟随兽人族的狩猎路线 可以更安全地进入森林深处 所以两族经常因为 森林深处的狩猎场 大大出手 这中间谁对谁错 我二人也不好说 但是西周边境的兽人族 经常暴动报复人族 被苍王府收了 应该算好事吧 这听的苏语很不是滋味 但是他觉得 以苍王这嚣张跋扈的性格 苍王府收了兽人族 真的算好事吗 随着议论声慢慢停息 苍王王子很是得意地问向苏语 怎么样苏大王 敢不敢跟我这奴仆较量 听到这个郡主 立刻上前告诉苏语 千万不能答应 兽人族都哼 还不等郡主说完 苍王王子满是威胁的语气 指云妹妹 郡王最近的郡务是不是很繁忙 听到郡务繁忙 几次郡主硬生生的强忍下 看到二人不明不白的对方 苏语也不知道郡王的威胁 是来自苍王府还是兽人族 但示意郡主放心自己没出 这可看得苍狼王子 心里暗骂这两人肯定有意义 随后更是挑衅地看向苏语 怎么样 跟我这个仆从户 谁能扛下算谁赢 这个给你当财 你赢了给你 虽然苏语很是心动 毕竟五张紫金卡等于五百万金币 但还是想要稳一波 五张紫金卡只能我俩户 苍狼王子听后直接再拿出五张 毕竟自己上只能被打 全部身价了 一共一千万金币你打不打 面对一千万的诱惑 苏语正准备答应下来 郡主却在身后极力劝阻 还大骂苍狼王子无耻 这让苍狼王子直接忍不了 你们果然有意义 苏语 只要你敢接下 无论输赢这一千万都是你 一千万买我命是吧 我答应你 你穿越到一界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倒击剑 为了弄死你苍狼王子 更是派出兽人族战士 而大强却告诉苏语 我跟你没仇 所以你可以先攻击我 看到这个大强这么实际 苏语连忙安慰你 尽管放心的攻击过来便是 然而大强告诉苏语 自己的实力已经达到 你们仁族的武王出阶 自己先出手的话 肯定会把你打死 身为兽人族的勇士 不可以欺负弱者 这气的苏语就是大骂 你说谁是弱者 不就比我高一级吗 今天我还非要让你先打我 这听的苍狼王子和师爷硬合 打他 这种要求你一定要满足他 大强听后只是冷冷地回应他们 弱者不对我动手 我是不会先出手 这气的苍狼王子咬牙切齿 想想你的族人 在考虑要不要听我的话 听到这个大强 只能无奈地看向苏语 对不起 你是个好人 我会用出全部的力量 让你毫无痛可死去 胖武王看后拿出一盆丹药 苏大王这是赵老托 我们送给白小龙的丹药 只要不被秒杀都可以保命 我还没等他收完大强的拳后 就已经和苏语碰撞在了一起 这强大的力量撞击 看得苍狼王子几人兴奋不已 纷纷高呼这小子死定 可白小龙就像看白痴一样看着众人 大王山的挨打技能是这么容易破的 果然场中的苏语只是被打了后退几张远 并没有受到致命一击 苏语也是发现这力道实在太大 本想用出的播种技能也没用出来 果然是一粒详是火 大强则是很惊讶的看着苏语 你很强 苍狼王子几人也不敢置信 他到底是什么怪物 这样都不死吗 这时场中的苏语淡淡的对着大强说道该我了 身为对手的大强却告诉苏语 自己身为兽人族肉身防御 已经达到终极武王的水准 而且有反伤技能 可以反伤四成的攻击力 这听的苏语很是无奈 防御强大就算了还带反伤 还不等苏语吐槽完大强又告诉苏语 一般的人类为了击败自己都使用出 可以超出自己能力的技术 但是劝苏语不要这么做 因为攻击越大反伤也越大 那些人大部分都被自己的攻击反伤死 这气的苍狼王子又大骂你跟他说这个干嘛 苏大王真男人你就给他一拳 苏语看着大强很是感动 你这大个子很是不错 所以我会用最强的一击来回敬 说完立刻蓄力 大个子你要接好 我这是清魂炎家拳击技能书 大强听后炎阵炎 兽人族战技反伤 大强准备好后苏语一拳挥出 清魂炎可以直击灵魂吞噬灵气 没有灵气修为你挡不了我的拳击技能 就在苏语说完 大强果然被狠狠击飞了出去 这看得大家目瞪口呆 以往人族打兽人族都要以实力领压 弘击更是被兽人族压着的 苍狼王子几人更是心里拔凉拔凉 这苏语到底是什么怪物越级击败兽人族 苏语虽赢但也不好说 拳击技能威力都把衣服烧烂 这个招式威力虽然大但是需要蓄力 战场对战的话没人会站着等于攻击 大强被打飞后浑身是血的卡在地上 阿爹我已经尽力了 是那个人太强了 师爷爷过来看着大强对着苍狼王子 说到全身多数粉碎性工作 内脏也破裂出血看来是活不了多久 这听的苍狼王子就对着大强脸上来上几角 费物 连个武将都打不过 还受人族勇士 大强任由他出气 那人没有用阴谋诡计我输的心服口服 这更加让苍狼王子暴露 你特么在阴阳神了 我让你心服口服 这时苏语来到身后拍了拍苍狼王子冷冷地说道 是可杀不可理 你过分了 苍狼王子被这一拍下的连忙跑了回去 你不要乱来 我在教训我的奴仆跟你没关系 你那招蓄力那么久 要不是这家伙傻傻傻地等你打 输的人是你 苏语知道苍狼王子说得对 只是定定地看着地上的大强 两久后很是认真地看着苍狼王子 我要救他 为了部落 兽人永不为奴 当听到苏语要救大强后 胖兽武王都上前相劝 没必要为了一个兽人一直得罪他 可苏语认为大强是位纯粹的战士 他可以死在战场上 但不能死在主人争风吃醋的丝斗中 苍狼王子听到脸上火辣辣了 本王子不救他也不允许拟救 苏语听后很是嘲讽地拿出灵犬 我偏要救他 你敢不敢过来拦我 说完就在苍狼王子的不甘中 给大强喂下 这看的胖兽武王也很是无奈 苏大王那个兽人就不哭 没必要为了个快死的人 彻底把苍狼王子得罪了 苏语听后淡淡地回忆 你们说的我都不 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 同时苏语也发现三级灵犬 不能治疗武王以上的伤势 治疗的速度 根本比不上大强生命流失的速度 事业这时也把苍狼王子拉了回去 你就让他救吧 反正也就不哭 就把这个锅甩给他 让黑铁部落地找他麻烦 苍狼王子觉得甚是有理 苏大王你就他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这紫禁卡 还不等他说完苏语就淡淡地开口 我不要了 这让苍狼王子很是开心 大家都听到了 是他自己不要了 本王子一诺千金可不是我食言 大家听着这厚颜无耻的家伙 却无能为力 看到大家不说话 苍狼王子再次开口 人是你打伤的 现在要救的也是你 他的族人要是找上门来 你可是要负责 看到对方这么阴险 汉武王也拿出赵老的丹药 苏大王这是赵老的白小龙谱命名 但不知道对武王的伤势有没有用 苏语也没有说话直接接过 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两久苏语才开口 他已存必死之志 我们的丹药等级都不够 估计是就不活了 这听的苍狼王子很是幸灾乐乎 苏大王你我的笔诗 我可是说的大道 你怎么能这么狠毒把人打死 苏语也不理会他 自顾自的对着大强说道 我知道你可以听到 虽然不知道你为何不想活 但是我听过一位兽族前辈说 兽人永不为奴 听到这话的大强终于有了反应 他是谁 听到这的苏语想起了魔兽这款游戏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那是一位苍老的兽族老人 整日为部落四处奔走 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了部落 兽人永不为奴 听到这的大强已经泪流满 他相信那一定是兽神大人 兽人大人一直为了部落而奔波 自己却在这里沉沦 想到这里身上的战纹 闪闪发光修复自身的城市 我还不能死 兽人族 皇族血脉秘密 恢复 这早的苏语很是无奈 我还想办法救你 你就瞬间满血复活了 就在苏语的震惊中 大强一手垂胸 另一只手放在地上 做出兽族的最高礼节 苏大王 我大强臣服于你 看到这一幕的苍狼王子大喊 一定要图光他们部落 这是兽人族的最高礼节 他们这是要死 看到苏语不说话 大强在吃开口 你得到兽神大人的指引 值得我臣服 我的血脉也在你的指引下激活 你有资格成为我的主人 这事系统也难得大方的告诉苏语 收服兽人族勇士 奖励五张呱呱乐 可苏语只是拍了拍大强的肩膀 回去吧 回到你的部落 最急得胖武王罢 那可是武王级兽人啊 人家投诚你都不要 你脑子是不是短路了 可苏语还是不为所动 回到你的部落 你的族人需要你 记住 兽人永不为奴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岛基建 就连向你臣服的兽人族勇士 你都没有收入麾下 这就让师爷不高兴了 苏大王你把他放回去 那么边疆开始战乱你单带的起码 听到师爷的话 人群也开始议论起来 是啊 这样的战士回到边境 那么还能安宁吗 看到人群的议论 苏语只能问向大强 你们黑铁部落有抢杀平民吗 这问的大强一愣 我们兽人族从来不欺负弱行 大家听后觉得大强很是可怕 你们一族都快被灭了 自己也被抓过来当奴隶 什么的都给你赚光了 苏语你一定会付出代价 等大家散去 苏语找到郡主 郡主你放心好 你只要书信一封给到黑铁部落 说明我苏语也是出自郡王府 他们不会对王爷出兵 夕阳西下 郡主的生日宴也随着太阳落山而结束 夜晚森林深处 地人被一脚踢在大树之上 苍狼王子一脸的目意 这就是你说的只是一个高级武将 他送的礼物是五级玄梦花 被打之人满脸惊恐 我真的不知道他能这么厉害 他几个月之前只是一个武徒而已 说完更是疯狂的磕头 王子我真的没有骗 他的礼品名单确实显示玄梦花 苍狼王子看后也知道这人并没有说过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而且你只有这一次机会 听后的男子如蒙大事的磕头 明白明白 小的一定做好内衣 苍狼王子听后对着身后几人吩咐 今晚我要见到苏语的向上人头 说完身后两个黑衣人散发冰冷的杀意领领而去 与此同时大王山的山门憨憨三人组 正在感谢前来帮工的内蓝家一众人 今天真是感谢你 要不然这苹果肃口真重不完 而几人却没有任何怨言 正因为是加班才能吃到迎宾楼的饭菜 好过自己几个月的苦休 就在双方就要分开至极 内蓝家这边就被挤到寒光收走几人的幸运 眼前这一幕让憨憨三人组 立刻从客套的神情中清醒过 只见两个戴着诡异面具的人影 以及杀光内蓝一家戏谑的开着他们 憨憨三人组也立刻摆出战斗姿态 怒问何方贼人敢敢在大王山行凶杀人 黑衣人并不理会几人的制度 直接朝着他们冲杀了过去 仅仅一个照面 憨憨三人组居然全部身受重伤鲜血洪流 明月当空 黑衣人所展示出来的实力 让憨憨几人忍不住颤抖 熊大率先反应过来 赶快试紧 熊老三听后拿出火炮 一只穿云剑千军万马来相见 说完一只火箭就朝着天空飞去 不远处的黑衣人心之过 双脚一用力猛飞出 瞬间就飞到火炮上 把火炮给切碎 这一切都是这么的丝滑顺条 熊老三也忍不住夸赞这也可以 熊大这时还发现 黑衣人的兵器都是上体兵器 怎么办 信号发不出 实力还不如他们 兵器也没人家的好 威 已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倒击剑 此刻正有几个黑衣人强攻拟山门 危急时刻 憨憨三人组用出了大王山的组合和机器 虽然虚托严重 但是憨憨三人组 并没有像之前那样不堪一击 看到对方停止攻击 熊大连忙催促老二和老三 赶紧喝下灵拳补充灵器 在月光的照耀下 黑衣人觉得很是有意思 可以恢复灵器和伤势的灵拳 还有仅凭三个武士 就能倒下自己这边两位武将攻击的和机器 想到这里女黑衣人直接丢出暗器 快速飞过来的暗器 把憨憨三人组的灵拳都给击嘴 这引来了同伴的嘲讽 真是个蠢女人 趁他们喝水你直接攻击啊 打什么评 也是这一举动让憨憨三人组反应过来 再次使用和机器 虽然黑衣人没法攻破 但是组和机必须需要三个人才能维持 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没办法抽空和灵拳普通 熊大看着眼前的局势汗流不止 今天是要被活活耗死在家门口 可黑衣人很是暖心的安慰 放心好了不会让你们被耗死 我们也有和机器 说完两人运转灵器凝聚在各自武器之上 和机器呢 如此 这看得憨憨三人组心里达凉达凉的 这铁钉是挡不住了 也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一声嘲笑 你们在玩什么呢 带我一个呗 说完就把铁棒挡在身前加入运转大王山防御合机阵 伴随着强大的能量队走 公与防的两个合机阵法互相厮杀 随着烟雾散去 两个黑衣人有点不改之心 这都没有攻破了 憨憨三人组并没有像韩大鹏那么行 只是好奇这铁棒怎么能挡住这种攻击 难道是和苏大王的砍柴刀同款不成 同时韩大鹏看到三人的疑问他怎么会过来 韩大鹏也在抱怨等你们发信号才过来 你们早死 大王山的腰带有着预警功能 熊老三听后拿出腰带感谢 这东西这样牛逼啊 百公里内大王山弟子遇到危险会自动预警 可黑衣人并不想给他们更多喘息机会 再次发动攻击 越打黑衣人越觉得不对劲 这铁棒到底是什么品级的武器 怎么自己的上品灵气队上有点扛不住 黑衣女子听后果断让同伴后退出来 自己使用远军攻击消耗 韩大鹏看后也是打上了头 你们把灵气都传给我 看我的打狗棒打带你们杀出去 没多久山门前又传来了灵气的队众 与之前不同的是 这次韩大鹏的铁棒被直接给销成两顿 这时韩大鹏才想起 苏大王曾经说过这个铁棒是祖师传下来的神器 在大王山内是无敌的 但是出了大王山好像只有中上品的水平 听完的几人撒腿就好 快点回去摇人了 此刻的苏宇带着大王山剩下的人刚来到山头 你们怎么样 能不能搞个病吗 需要帮忙的话大喊一声 看到援军已经到达 刚刚还在逃跑的几人又瞬间运转组合计 故作淡定的回应 小意思小意思 我们是在演练彼此之间的配合增加默契 你们不需要担心 苏宇也想让他们多参加一些实战 只在一旁指挥 旁边的那蓝云梦却觉得黑衣女子的武器是熟悉 黑衣男子也看到了女子看到那蓝云梦后的一种 你不要冲动 不要搞砸了大人安排的任务 女子在确定自己没有认错后浑身杀气四起 壁直颤抖的男男自语 那蓝云梦终于找到了 说完也不在理会面前的几人和同伴 直接冲旁边飞嘴而过向那蓝云梦而去 那蓝家的人都该去死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天天种田搞基建 更有贼人明目张胆的在你面前说要你手下的想法 看到来人气势汹汹 那蓝云梦赶紧拿出狗杂刀户在身前 可还不等到黑衣人的攻击打到面前就被兽武王给接住 嘴里还咬着迎冰楼的烧烤就对这蓝云梦表忠心 小小贼人也敢对云梦大厨出手 说完立刻把能量球丢给胖武王 胖子该你 只见胖武王看到能量球飞来后 用自己肉嘟嘟的肚子一下就把攻击弹飞 这看的黑衣人很是无奈 怎么到头来攻击还回到自己这边 难黑衣人看到攻击飞来也不再犹豫 立刻把手放在女子肩膀之上运转灵气共同防御 强大的能量碰撞又在山门前爆发开来 烟雾散去 看到两人还活着 胖兽武王很是惊讶 这两个武将防御这么高的吗 居然可以在他们两位武王联手的攻击下活了下 同时大家也认清了黑衣男子居然是笑面狐柳思源 而女子则是林家的林雅 怪不得如此痛恨奈兰家 看到这一幕大王山这边很是奇怪 这两家不是被两位武王和冷世试废了吗 怎么他们变武将了 柳思源在起身后就对着胖兽武王吵口 你们两个老公起不在中州将军府又跑来大王山做什么 面对挑衅兽武王也不客气 我俩的行踪还不需要跟你打报告 我们能废你们一次就能废第二次 柳思源看到对方不怀好意的眼神告诉林雅局是不是很好 你我都受了重伤兵器也毁 说完又看向后方 山门已经被憨憨三人祖和韩大鹏给躲上 面对如此绝境 二人也不再多说 伸手从怀里掏去 只见一人拿出一朵地狱花 苏宇这本来是想留给你 说完两人都快速的一口吃了下去 看到二人的指动 胖兽武王怒不可恶 将军府将军令 任何服用贩卖地狱花者杀无赦 而在服用了地狱花的柳思源和林雅双眼迷离的看着前方 瞬间满脸杀意的朝着两位武王杀了过去 地狱花还真是强大 瞬间就能让两位重伤的武将有了可以跟武王对拼的实力 几招过后 双方都退了回去 兽武王一边止血一边询问胖武王还能不能撑得紫 在确定都没事后 二人看向柳思源和林雅 二人现在的状态是诡异 两位武王这时也推断出 这两人应该不是第一次吃地狱花 还不等两人休息片刻 柳思源和林雅又杀了过来 他们现在的状态似乎没了神志 看出局势有点不太对 苏语赶紧对着两位武王高好 能不能搞定 不行的话我关门放狗 听到这话的两位武王连忙拒绝 这是将军府的侄子 狗爷出手就是秒杀 我二人的任务也算失败了 虽然被人打得鲜血噗噗 两位武王还是要求大王山众人不要出手 亲手斩杀血香海之人是将军府的底线 不能借靠他人之属 这看的旁边吃瓜群众很是不理解 这两老头不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纷纷讨论起来二人能撑多久 苏语看着也是急得慌 不能帮忙这两老头怕是坚持不了多久 于是他想到了抽到的大王山音响 这下又把白小龙看呆了 苏大王又从屁股里面扣出东西了 这听的苏语很是尴尬 你没事一直盯着我屁股看什么 教育白小龙过后苏语打开的音响 想给两位武王加点状态 随着战歌响起 两位武王的实力和恢复速度 都得到了很大的增幅 以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岛基建 就连放的音响都能给武王强者增强属性 胖兽武王在听到这来自一届的广场舞 神曲瞬间满去复活斗志昂牙 兽武王更是一口气跑上六楼 腰不痛气不喘的戳起超大版大日螺旋丸 胖武王也不断的在自己的肚子上叠加防御阵 在把螺旋丸浓缩到极致后 兽武王淡淡的告诉他 该你表演 果然这次的加强版的合击之术 更加气势逼人危险乱 柳思源和林雅在这一击之下 果然没有能冲下去 被炸的面目全非的柳思源 最后一刻还不忘威胁 苏宇你已经被那位大人盯上了 我在下面等你 次日的梁城大街还是热闹非凡 郡王府内传来苏宇惊讶的声音 郡主怎么会这么突然去中州学院 听到苏宇的惊讶 唐校一边指挥下人整理东西一边 解释这是王爷的意义 梁城这边毕竟是小弟子 郡主的武学资质太差 去那边上学也许有办法的 苏宇听后也是适合 怪不得他们突然采动 那么多灵女和灵女 原来是要跑去那么勇的地方 估计很久才能回来 想到这里苏宇拿出一个登山包里面 装满灵拳地给唐校 这里面一到三级的灵拳都有 只要不是一下被武王级别的高手秒 都能救你 看到苏宇的好意唐校也没带客气 虽然贵主 但这是苏宇的一份心意 收下礼物后 唐校才认真地问向苏宇 郡主那边你准备了什么 看到苏宇装傻 唐校不怀好意地发问 你少跟我装 是不是打听到我们要走你 才亲自过来送货找机会见郡主一面 送货这种事平时都是白小龙做的 当大哥的还不懂你的心思吗 这话说得苏宇欲哭无泪 今天自己亲自过来 是为了查看柳家和灵家勾结血向海 会是个什么下场 郡主的是自己根本不知情 唐校看他不说话就当他默认 已经被人监视 刚到郡主府内院 唐校舍着大嗓门就对着里面高喊 郡主苏大王特地过来找你 这搞得苏宇很是尴尬 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跟郡主打招 唐校走后苏宇一礼不尴尬 郡主怎么走得这么忽然 郡主看后心里打鼓 苏宇怎么会过来 家父突然地安排 我也是这几天才收到的 既然都到这个份上 苏宇拿出一些灵权 听说你要走 我就给你准备了一些大王山的灵权 以备不时之需 小如接过后眼睛一亮 这么多呀 苏大王可真是舍得 说完又凑到苏宇身边 苏大王往是说 你是不是对我们家郡主有想法 这下的苏宇连忙否认 小如你不要乱说 我只是觉得郡王 是我钱东家财本 还不等苏宇说完 郡主就在一旁打断 多谢苏大王的好意 但是我已经有心上人了 说到心上人左下角 这款女友养成手游 可以邂逅清纯 高冷 魅力 知性 性感等各类美女 你喜欢的类型全都用 白款女友等你挑 赶紧试试 听到郡主这么说 苏宇也很是无奈 我真的只是过来送东西 看到苏宇的解释 郡主以为只是一只接受不了 只能再次低头感谢 多谢苏大王的心意 只是我心里有人了 我们是不可能的 这时候真是越解释越不清楚 苏宇只能留下一句 我大王山还有事就跑开了 在苏宇离开后 小如小声地抱怨 郡主你当面拒绝也太伤人心了 你穿越到一届 不好好修炼天天种田倒击剑 去被郡主送行 而这时苏宇却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叫住 原来二人已经把柳家和林家都被抄家了 看到苏宇在一惊一乍的才打上招 作为穿越者 苏宇还是接受不了一人犯罪全族牵连 可两位武王却表示不是坎道 只是拉去流放算是便宜他们 而兽武王还告诉苏宇这些人 还交代那位所谓的大人 已经派出人要在洛云山败复杀三公子 看到苏宇的疑问 胖武王解释自己两人 也不知道所谓的三公主是谁 整个帝国只有两个王子并没有公主 只能上到给衙门 说完两个骑马而去告诉苏宇 有空可以去将军府游玩 看着空荡的大截 苏宇发现柳家和林家已经被抄家 武家也被打碎 纳兰家依附大王山 那么自己已经是梁城第一势力 但是离系统要求的扬名立万 还是任重而道理 一回到大王山 苏宇就看到家里的几人 拿着五刀自贴当电风扇在玩手 可玩着玩着小小就过来告诉苏宇 这个自贴跟昨晚两个黑衣人的味道很像 听到这的林天也过来确认一番 自己和小小师叔组都是炼丹师 对于味道比常人敏感 这自贴上确实有着和昨晚两位黑衣人一样的味道 苏宇听后很是纳闷 这自贴是苍狼王子的必定无疑 怎么会跟黑衣人有一样的味道 思索片刻苏宇终于想到了 唯一的可能就是他们都经手的地狱花 这么说柳思源和林雅是苍狼王子派来的 听到这众人都震惊不已 这可是惊天大挂 苍狼王子跟地狱花有关 同时苏宇让韩大鹏亲自前去将军府 向两位武王面素 苍狼王子大概率就是那位大人的消息 那么要伏击三公主的就是苍狼王子 刚要前去报告的韩大鹏认惊不已 等等苏大王 那个三公主就是郡主 这听得苏宇一个头两个大 郡主又怎么变成三公主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韩大鹏很是开心的告诉大家 自己以前是林耀阁的管事 管的就是赵老那个院子 郡王去过林耀阁几次寻求赵老 可以改善郡主修炼资质差的办法 有一次就听到了这个秘密 帝国的两位王子都一直被各种下毒和暗杀 王帝在洗的千金后 就秘密过忌给了郡王避免三公主遭人毒手 听到这苏宇吓得急忙往外跑 既然郡主就是三公主 那不是说等消息传到将军府 在等他们发兵 我唐孝大哥都凉了 没多久苏宇和韩大鹏急急忙忙的出门 韩大鹏立刻前去将军府 告诉赵老和两位武王 其他人守好山门等自己回来 夜晚的魔兽山脉深处 苏宇正在吃着烧烤担心不已 自己已经出来三天了 为啥那兰云梦给的地图 完全找不到郡主他们的踪迹 又看了几眼地图后 苏宇猛的把地图丢在地上 我在相信那兰云梦画的地图我就是 上次也是因为烫画的地图自己才迷路 就在苏宇升起了公园 自己的马都被一只恶狼扑倒 这看得苏宇更加火冒三丈 你敢杀了我的马 这让我怎么去救唐孝大哥 说完就把恶狼像踢皮球一样踢飞了出去 与此同时不远处的伤队 也遭受狼群的攻击 苏宇看着下方的狼群恶狠狠地说到来的正好 敢杀我的马 让你们好看 说完猛地冲进狼群之中 边打边怒骂为什么要杀我的马 我现在迷路了还没有马 怎么去救唐孝大哥 这把一群护卫看得目瞪口呆 这人也太猛了吧 在暴打狼群后 苏宇对着狼王就是怒狼 你的小弟杀了我的马 现在你给我当做气 这话对于一只狼王来说 简直就是欺齿他 可就在狼王准备要跟苏宇 殊死一搏的时候 就被苏宇无情地镇压 更是一句不听话 现在就杀了你吃肉 把狼王吓成的二哈疯狂 对着苏宇摇尾 不知何时一只小狐狸 也来到苏宇的身前一直打扬着他 这让苏宇很是玉门 又是狼王又是狐狸 难道自己开启了训兽师光环了吗 你穿越到一届不好好修炼 天天种田岗基建 刚挑了狼窝 现在又被一群野猪追 本想躲一下就行了 没想到这群野猪还吃人 这让苏宇提着刀 就要回来拼命 这种野猪留下 不知还有多少人亡死 随着苏宇朝着野猪杀去 刚收服的狼王 也扑向野猪去 实力低微的商队护卫 只能把他们的大小姐 护在中间不敢出去迎战 没多久战场 就被苏宇清扫一骨 可躲在暗处的野猪王 这时红着眼睛 慢慢走出 看着把自己一族 都斩杀干净的苏宇 本还在喝着灵犬 从体力的苏宇 也被小女孩的提醒 才注意到身后的野猪王 为了有人带自己 走出魔兽山脉 苏宇选择自己断后 让他们先走 说完一招破甲断惊 就对着野猪王喊过去 喊完苏宇忍不住的颤抖 就连菜刀都卡碎了 可野猪王也仅仅是断了一颗梅牙 这时小女孩发现 虽然野猪王一直在跟苏宇打斗 但是注意却始终盯着他们不放 小女孩刚说完 刚才还畏畏缩缩的护卫 突然脸色阴冷的回答 因为你们都喝了天心草汁 说完直接把小女孩抓住 身边的两人也立刻把几名护卫杀死 其他的护卫看到这情况 也满脸不可置信的 看着突然叛变的三人 为首的男子很是轻力的一笑 要怪就怪大小姐 不肯卖掉灵魂 要是卖掉我们三个 也就赚个茶减 既然不愿意那就不要怪我们首飞 可苏宇这边还在跟野猪王战斗 没办法前去营救 苏宇大喊苏大王快走 他们三人都是高级武将 加上野猪王你不是对手自己走 可刚说完就迎来男子重重一击 你瞎叫什么 人要是跑了我们三人做的事不就露线了吗 而苏宇这时跟野猪王对视 已经只剩最后一年 很是自信的微笑 送上门的晋级机会和免费向导 我怎么会跑 就在苏宇说完的功夫 系统告诉苏宇解锁七级魔兽野猪王 全属性大幅度提升 现在晋级武王出街 虽然不敢置信苏宇可以在这个时候晋级 但是野猪王实力可是终极武王的水主 苏宇的武器还被击损 几人不相信苏宇还能翻起浪花 就在这时一直躲在一旁看戏的男子 终于淡淡开口 看了半天终于明白了你们几个不是好 那就好办 说完如同闪电一般飞身而舞 三人的脖子上都出现了星移 剑舞 疾风